转随转,转与随转之并称 转,范语Prof TTI,即转起,为法之升起 随转,范语Enough TTI,为随笔法而升起 将作业时,未因而能引发其业之心,称转心,亦称能转心 与毕业同时升起而不相离之心,称随转心 转心与随转心二者,皆愿于省律司,决定司,动发圣司而起业,故称等起,就亦缘起 其中,转心乃在正作业前未因,能引发其业者,故称因等起,即对后果而称因,就亦称身因缘起 又依其后果之远近,分为远因等起,静因等起 随转心则细正作业时,同刹那之心心所,故称刹那等起,就亦为共刹那缘起 大皮婆沙论卷117,巨舍论卷13,顺正理论卷36,瑜伽师的论卷仪大臣阿皮达摩杂及论卷1P6625 转葬,亦转读大葬经 转,未转读,即掠读数行之矣 参阅,转经,6623,二回转轮藏之矣 将大葬经楼中纳至一切经之书架,设置基轮便于旋转,称为轮藏 据士门正统卷三塔庙志载,梁朝善会大事创成转轮之藏 为前信者推轮藏一扎,则与看读藏经巨统等功德 赤修百账轻规卷一旦望藏殿注赞条,P6625 转鹿鹿的,禅铃用语 右坐阿鹿鹿地 以车轮之旋转,比喻远转无碍,自由自在之境地 碧鹿鹿鹿地五十三则,大四八,一八八上,看他误后,阿鹿鹿地,P6625 转时,一范语,Prov TTI,VHNA 为时宗所说转起之前七时,即眼,耳,鼻,舌,身,意,莫纳等前七时 转,转变,改转,转起,转意之意 为前七时以阿赖耶时为所依,原色,身等诸敬而转起,能改转苦,乐,舌等三受,转变善,恶,无忌等三性,故称七转时 又良意设大臣论是卷二称之为,申起时,然仅止前六时,而不包括第七时 入伦家经卷二,于家师的论卷五十一,卷六十三,成为时论卷二至卷四,成为时论数纪卷三本,参阅,七转时,一百二十二,二第八阿赖耶时之以名 为为时宗所用 阿赖耶时有时与种意称,以阿赖耶时乃诸法所依起者,故有此意称 为时论了一灯卷四本,三位转时的志,转时成智之略称 为时宗主章,改转有漏之第八阿赖耶时,第七莫纳时,第六一世级前五时,可依次的无漏之大元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此即转时的智之以 成为时论卷时,参阅,转时的智,六千六百二十六,四位大臣起信论所说无异之第二 无明门,中之,转相,于,实体门,称为,转时 即转变夜时,为五义中之第一,之根本无明未能见之时 一即与夜时产生之痛时,转身见照之主观作用 法藏之大臣起信论义纪卷中没除了五义之第二称为转时外,义以,是时,称转时 若配于八时,则五义之第二位转时者,属于第八时,是时位转时者,属于前六时 又会远之大臣义章卷三莫一起信论之义,解转时为第七时之义名 此义于法藏所说,复止是时位转时,此则同于法藏之观点 批六千六百二十五 转时的智,又作转时成智 于家行派即为时宗认为经过特定之修行智佛果时 即可转有漏之八时为无漏之八时,从而可得四种智慧 即,一,前五时,眼,耳,鼻,舌,生时,转至无漏时,得成所作智 又称作是智,此智为玉利乐珠有情,故能于十方以身,口,一三夜为众生行善 二 第六时,义士,转至无漏时,妙观察至,此之善观诸法自相,共相,无碍而转,能依众生不同根基自在说法,教化众生 三,第七时,莫纳时,转至无漏时,得平等性智,又称平等智,此智观一切法,自有情,息皆平等,大慈悲等,横共相应,能平等普度一切众生 四,第八时,阿赖耶时,转至无漏时,得大净智 此离珠分别,所愿形相为细难之,不忘不渝,一切尽相,性相清净,离珠杂染,如大圆镜之光明,能变应万象,先毫不宜 大庄严经论卷三,成为时论卷时,参阅,四至新品,一千七百七十一,P六千六百二十六 转叠,连续集打殿中,由缓而屈集,称为转叠 行持鬼犯卷三明物法,P六千六百二十六 转勘,禅灵丧葬仪式 送王者至山门时,转勘向礼,以茶汤供养王者之仪式,称转勘佛式 禅灵象器兼卷十四丧剑门,P六千六百二十六 转变,转化变异之意 一级泛指诸法的转化变异之相 盖转变说,范帕瑞瓦·菲伯,与基吉说,范瑞瓦·菲伯,之对立,乃奥义书之中心思想 印度哲学诸派多采其说,其中以数论学派为转变说之典型代表 该学派主张万物之物质因,其字性皆具有转变性 其他如瑜伽学派一采用此说 令于费谈多学派中,罗摩拿者,范尔·恩·穆扎,之转变说 与商杰罗,范·埃·卡拉,之划献说,范·菲伯,相互对立 于佛教中,说一切有不主张,与有为法之相续中,自前瞬间至后瞬间,其,体,不容许有所变异,自体转变,然对于,作用,之不起,正起或将起,即承认在未来,现在,过去之变化上有所转变,作用转变。 为时宗主张时转变,范·菲伯,沃·范·范·沃之说,此说系由因性与果性两方面考察时之转变,而认为,因转变,乃依现行时,在阿赖耶时中有等流语一首等习器, 果转变,乃自阿赖耶时中之一属习器产生其他众同分之阿赖耶时,又自等流习器产生现行时。 如此之时转变说,亦则可说明阿赖耶时与现行时交互为因果之关系, 再则乃显示刹那灭性之阿赖耶时不间断而相续之情形。 于成为时论卷七中,将转变意与意味,能变,由是,遂产生如下之解释,所谓转变,作用概念,即是能变,体性概念。 成为时论卷七,大三一,三八下,是诸识者,为前所说三能变十几笔心所,皆能变四见,相二分,力转变明。 所变见分,说明,分别,能取相顾,所变相分,明,所分别,见所取顾。 上影之意,即以诸时中所献之见,相二分皆称为转变,无论能取之见分,或所取之相分,均为时所变现,为时踪即以此成立其核心思想,一切为时,之意。 为时二时论,为时三时颂,是轻为时远点解明,参阅,应能变,两千两百九十九,果能变,三千三百二十三,二十八变之一。 为佛菩萨依定自在之力,而能自在转变万物之性质。 此戏出自于家师的论卷三十七之说。 参阅,十八变,三百六十,批六千六百二十七。 西罗山,西罗,泛明海阿,位于北印度乌藏那国之佛教圣地。 相传系世尊过去世为听闻半计法而舍身之处。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四圣行品中所在,世尊于过去世在雪山修菩萨行时,听闻帝世天所化现之罗沙说半计, 大一二四五零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欲更求后半计,大一二四五一上,生灭灭乙,寄灭为乐,燃罗沙玉时其血肉,使肯相告。 比求法心切,凯然应允。 碎于文的后半计之后,由高树上投身而下。 该山之位至极京之印度西北近普尼尔,邦尼尔,西谷附近。 大制度论卷十二,大唐溪预计卷三乌藏那国,体。 Waters on Yuen Kuang, Phoo,参阅,雪山大事,四千八百二十八,P六千六百二十七。 西罗臣,西罗,泛名嗨A或嗨A,为北印度纳皆罗和国之都府名,又作佛头古城,以供奉佛顶古而闻名。 或为世尊如来之独楼骨,眼睛,森家之夹沙,西藏亦收在此处。 西罗臣约当今阿富汗喀布尔河,K-Bor,沿岸节来拉拜,JLBD,之西约三公里,西罗西北西九公里处。 高森法显传,大唐溪预计卷二纳皆罗和国条,解说西欲计,S。 Bio-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Full,P6628 伊子欲,法华经所说七种辟欲之一。 又作医师欲,某梁依应是治他国,其珠子物饮毒药,待妇还,取好药剂珠子,珠子有尚未施心者,扶之而欲,以施心者,则具不敢服,父便往他国,乍言死。 诸子闻之,哀切之于,乃醒悟而服好药,吸除病毒,父乃归来相见。 此系以良依比喻如来,以诸子比喻三圣人。 三圣之人性授权教,未得正道,如来以方便利,使服大臣法药,速离苦恼。 法华经如来授量品,P6628 医方明,犯语secret,5D。 又作医名,医方论,犯secret,5D。 5名之一。 矽谷印度解说有关疾病,医疗,药方之学。 名,即,学,之意。 经律之中,有关医疗之记载甚多,有以律点中,对于沾病之法。 所载甚详,可视为佛教医术之重要史料。 佛世时之奇婆,是于平婆梭罗罗王,以精通医术著称于世, 曾多次治愈各种疑难病症,四分律卷三十九吉祥载其前后六次之重要治术。 此外,奇婆于平居之时异常为佛弟子疗治疾病。 南海纪归内法船卷三载有,先体病原,及,禁药方法。 二章,其中对于印度古来各种诊查投药之法,归纳为八类,乃所谓,八分一方, 即,一,论所有株疮,兼及体内外之疮毒。 二,论针刺及头部之疾病。 三,论身患,及咽喉以下之疾病。 四,论鬼障,及一般流行病及邪魅所引发之疾病。 五,论恶皆驼药,论术变质诸毒之药。 六,论童子病,包括自胎内至十六岁各阶段所医患之疾病。 七,论长命之方法。 八,论体健立足,及一般保健强生之基础。 印度自古以来大多认为饮食过度乃导致疾病之原因, 由是自然衍生已断食,绝食未直接有效疗病方法之风习。 然于佛教,一般皆认为构成人类身体之地水火风, 风四要素之失调乃疾病产生之主因, 故所采用之疗病方法自然与单纯断食之法大义齐取。 如佛依经,修行道的经卷六所说之, 四百四病,即是依照人体内四大失调所分类之疾病总称, 经中病举其病症及对治之法。 令如摩赫森指律卷时则皆举服用油脂、酥、蜜等为疗病之重要药材。 于大藏经中所收录有关医药之典积极极多。 如佛依经一卷,依欲经一卷, 至禅病密药经二卷, 疗治病经一卷, 罗拿说救疗小儿疾病经二卷, 佳叶仙人说依女人经一卷, 能尽一切眼疾病陀罗尼经一卷, 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一卷, 咒齿经一卷, 咒食器病经一卷, 咒木经一卷, 咒小儿经一卷等。 休息指观作禅法药, 大臣其信论一记卷下, 指观服行传红诀卷九之二, 大唐西域记卷二, 参阅,五明, 一千一百一十二, 四百四病, 一千六百八十九, 佛教医术, 两千七百一十一, P六千六百二十八。 医王, 亦佛菩萨之尊称。 佛, 菩萨能医治众生之心病, 故以良医未遇, 而尊称未医王。 盖凡夫自无始以来, 因烦恼之故, 省轮于三途, 难以解脱, 佛, 菩萨乃其大悲心, 勒之众生生老病死等共同之根本烦恼与个别之根基, 因缘, 而依依师以化义, 令的解脱, 犹如世间之良医, 善能诊察病者, 知其病症而致之, 毫无谬师。 令如杂阿含经卷十五, 医域经等, 亦举出大医王所具足之, 四法成就, 即, 一, 善之病, 二, 善之病源, 三, 善之病之对治, 四, 善之病以, 更之将来复发之可能与因缘, 而断除之, 经中并以大王成就此四比喻如来成就四德, 出现于是, 产说苦, 及, 灭, 道等四地法, 以疗治众生病。 此外, 大制度论卷二十亿有, 大二五, 二二五下, 佛如医王, 法如良药, 僧如沾病人, 戒如服药禁忌, 等之著名辟语。 大臣本身心的观金卷八, 唯魔卷中, 问吉尹, 唯魔金略书卷七, 惠灵音一卷二十九, 二位药师如来之别称。 药师如来十二别愿中之第七愿即是, 除病安乐之愿, 故此彼称。 又一般药师如来之造像, 常有手之药弧之造型。 于日本, 以药师如来为本尊之四愿, 通称为药王寺。 此外, 或为, 医王, 乃诸佛通用之名, 若专止药师如来时, 则特称为, 医王善士。 批六千六百二十九。 医域经, 权益卷。 北宋师护义。 收于大正藏第四册。 内容以世间量依据有四法成就比喻如来以四地法疗至众生诸病。 世之医王所具四法为, 一, 善之病, 二, 善之病源, 三, 善之病之对治, 四, 善之病以, 更之断除病源。 如来出现世间, 亦如世间医王, 善能产说苦, 即, 灭, 到四地之法以疗至众生, 令断除生死根本而得涅槃。 批六千六百二十九。 伊罗亚罗龙王, 伊罗亚罗, 泛名El Petra, 巴黎名El Petra, 又称狸多狸龙王, 伊罗多罗龙王, 伊纳拔罗龙王。 伊罗, 庶名, 亚罗, 夜之乙, 或泛汉病称作伊罗夜龙王, 伊罗夜龙王, 伊罗夜龙王。 聚会愿因一卷下载, 伊罗一座臭气, 拔罗, 一座疾。 然亦有将此龙王名义作香夜, 或香夜者。 此龙王前身未比丘时, 曾损伊罗树叶, 以至受龙王之身, 且头上身伊罗树。 又传说此龙王之首在罗拿城, 伪在达叉使罗国。 关于此龙王上有诸多传说, 如, 是加木尼如来向法灭境之计, 在, 森众至伊罗夜龙王所驻之海岸, 龙王自遍其身为蛇桥, 人畜皆由其上过, 食蛇己破裂, 血流如雨, 海中皆邪水。 伊罗亚罗龙王池在北印度达叉使罗国, 据大唐西域记卷三达叉使罗国条载, 此池周围百余布, 水清如镜, 盛开杂色莲花, 具有异彩。 此池即在达叉使罗国首府之遗址下得利, Shartiri, 西北十余公里处, 相当于京之哈山亚帕德, Hassan Abdo, 现今当的土著以之为希克教, Seek, 圣地。 又印度巴赫特塔, 范巴赫提, 柱子之浮雕, 有此龙王之礼佛图像, 图中央刻以阿玉王时代文字, 而阿玉王之礼佩 Everett Char, 一罗罗罗龙王里佛。 此为初期佛教美术中之珍贵遗迹。 佛本行及经卷三十七,五分绿卷十五,四分绿卷三十二,有部皮奈耶杂士卷二十一,大制度论卷二十五,玄印英译卷二十四,佛教美术及历史,皮六千六百三十。 莲田茂雄,一千九百二十七,日本佛教学者 莲苍世人 1955年于东京大学专攻印度哲学 1972年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曾发表佛教思想对道教教理的影响,华言与道教,中国佛教的发展与东亚佛教圈的形成等。 这有中国华言思想史之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无限之世界观,原人论,宗密教学之思想史研究,中国华言思想史,中国佛教史等,另编有中国佛教史词典等书。 P6630 莲苍大佛,日本最古之阿弥陀佛坐像 坐落于莲苍长古高德院,净土宗。 大佛曾多次改驻,初为巴掌鱼木像,遭大风损毁,复改驻金铜巴掌佛像,相好圆满,充分表现出莲苍时代优异之造像技术,堪称西式之作。 1495年,大佛殿遭海浪冲击流失,遂成露天大佛,至今有存。 P6630 所口,言语所不及,称为所口。 又佛法甚深之妙理,非言语所能说明,称为所口诀。 虚唐路卷四,大四七,1018上,遂用些所口诀道,万象之中独漏身,是波万象。 不波万象。 又真如戏真参时究,此外非言语所能问,称为所口问。 从荣路第六则,大四八,二三林下,这僧道,离四巨,绝百妃,请诗指指西来语,诸方卫之所口问。 P6631 索南攘杰,明代森,西域人,出家于高昌国踏腊法藏寺,师是无上法王源通至圣佛之弟子马赫宝利。 后来中国,因清养明县宗之国师版的达,据申吉祥,知宜德,故而西游,离大雪山镇道台,灵旧山说法台,金王舍城,茄赤建国,白水城,亚罗斯城等,历时十个月。 而后赴月岭,入屋私藏二年有余,经玉门关一名周炳灵寺,亚洲红花寺,驻五台山罗寺二年,后从钦差玉玛兼太监刘润至北京双灵寺。 万历三十年,一千六百零二,奉萧皇太后之命持咒于万寿安,三年后转至双灵寺,设坛四十九日,寿子一,宝关,知经禅一,经断十匹,善和八复之次。 后墓造圣经观音像,齋森达三千。 申足年不祥。 西域森所南攘杰传,批六千六百三十一。 所堪,禅灵丧葬一事。 又作盖官。 即死者遗孩纳官家盖封闭之一事。 王森入殓前,官自请堂一至法堂,言请森众位作佛事,事必,取所所观。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千画条,禅灵像器尖卷十四丧剑门,批六千六百三十一。 堆叶像,又作堆叶佛,压出像,压出佛。 为佛像制作方法之一。 细衣金属板模型堆积出,制成四幅雕之佛像。 除礼拜用之大型佛像外,装饰门飞或光备之小型佛像亦使用此法制作。 习时西域地方亦盛行此种佛像之制作法。 梁高森船卷五竹道一船载,道一于东晋太原年间,376、396,在惠基嘉祥四造金叶千项,又同船卷十三式法线船集出三藏纪集卷十二载,定临上四法线于刘宋元辉三年,475,至于田,得归资国之金堆叶像。 批六千六百三十一。 镇守,又座镇主。 指守护寺院等之神旨。 印度自古及有此类神旨,如四天王等。 于中国,加兰守护神,土地神乃保护寺院建筑或土地之神,四奉彼神之堂屋,称为加兰堂,土地堂等。 此风特盛行于日本,并与,本地垂说,结合,由以兴福四春日明神,比瑞山之山王权县,高野山之丹生明神等位者。 诸大四亿各行政守法会。 真言宗于传法冠顶之计,行政守读经。 禅宗为土地神读经,称为土地奉经。 阿扎薄巨元帅修行仪轨卷上,试试药篮卷下,松屋笔记卷九十二,批六千六百三十二。 郑州灵纪会照禅师语录,请参阅灵纪录。 正海寺,位于山西台淮镇之南约半公里处,面临清水河之五台山中路。 正殿前选有清康熙五十年,一千七百一十一,所立之,遇至正海寺碑,据云因佛殿下涌出大量泉水,故称正海寺。 殿与辉黄,席位张家活佛支柱西处,有张家活佛塔,系乾隆年间,一千七百三十六,一千七百九十五,所建。 批六千六百三十二。 郑国道义,修仁王护国法,为其愿郑护国家所建立之念诵道场。 又称郑国念诵道场,郑护国家道场。 如唐代长安清龙四级属其力。 于此等道场中,为消灭国难,降服愿敌,祈求国泰民安,而讲读经典,修真言等法。 此乃源于仁王班若经,经光明最圣王经所说消灭七南,正护国家之法,故后世有慈思想信仰,乃至有郑国道场之建立。 宋高僧传卷二十九,佛祖历带通载卷十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悲诵并序,批六千六百三十二。 镇江夜叉法,镇随战乱之金刚夜叉秘法。 为日本抬秘山门五个大法之一。 此法系唐代顺小阿蛇黎兽与日本传教大师,附由其传往日本。 修此法时,以镇江夜叉圣君天王,及皮沙门天王,为本尊。 此天王与诸夜叉等能降伏不善心者,并护持佛法,守护国王大臣及百官。 故以之为本尊,为求国土安全,退至愿敌而修法。 北方皮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镇江夜叉四地,镇江夜叉秘密念诵法,镇江夜叉秘法,天台十略卷上,批六千六百三十二。 镇城,一千五百四十七,一千六百一十七,明代华严宗森。 河北晚平人,俗姓李。 自空印。 又聪慧,十五岁投西山广印寺影工卫沙弥,情世三年后受剧足解。 后傅蒋寺,学信乡及华严十余载,傅从小山校研究西来密译,妙气新印。 万历十年,一千五百八十二,诗与憨山得清在五台山建吴遮法会,后于紫霞兰若闭关三年,打悟。 二十四年,转清凉山至石卷。 与有人雪丰创诗子窟,见万佛琉璃塔位丛林,讲华严经,数千学者聚集。 慈圣太后闻诗之道玉,特赐大藏经。 诗奉太后之命,在北京千佛寺讲自传之人严正观,又于慈音寺讲诸经。 四十五年入祭,试寿七十一。 得清为诗传塔名,收录于憨山大师梦游泉集卷二十七。 诗之一座除上纪外,并有金刚金正演艺卷,班若赵真论及英明,起姓,社论,勇家及朱姐等各若干卷。 补序高森船卷五,新序高森船卷七,P6632。 诗头加术,范语Tinduka,Tindu,Tinduki,Tindula,巴黎语Tinduka,Titaniumuka。 右座正渡家,沾木,晶蝶,晶蝶,晶晶。 意味是, 试树科植物, 学名Diospirus embryotaurus, 产于西兰南部,印度西海岸,东印度亦盛产。 其树干可做建筑,造船之用,果汁具有粘性,为制造粘迹之原料,或作为船底涂料等。 木犁曼陀罗骤金载位式木,翻范语卷十亿座式树。 右起式金卷一岩幅周平,大班尼环金卷四,四一平,等,皆树及此树。 长阿含金卷十八岩幅提周平,大楼碳金卷一岩幅利品,法华悬一卷九上,大唐溪玉记卷二,惠玲英一卷二十五,P6633。 正护国家,即教法正护国家之位。 亦指指国难,降伏怨敌,安泰国家而讲读经典或修法。 此戏源自人王班若经及金光明经而来之思想信仰。 人王班若波罗蜜经卷下护国品,金光明最圣王经卷六,四天王护国品, 在国王或人民授持,讲读该经,能灭七南,正护国家。 故我国于南北朝时,盛行独颂奖赞该经之法会。 人王班若经系姚秦纠纠摩罗时,三百四十四,四百一十三,所溢出, 时指我国南北朝时,两朝对立,互动干戈, 故各国弃欲及奖赞词经,以安国作。 又臣代锦韶,随代谈言,志义,吉藏,唐代元策等诸诗, 皆曾讲说词经,并作著书。 后唐代不空又重译词经,并译出人王班若念诵法, 人王念诵仪轨,人王班若陀罗尼士等, 父奉施于长安资圣寺西明寺至百讲座,请拜法师,讲说心经。 金光明经于我国异流传圣早, 梁代至藏,陈代真帝,锦韶,智聚,随代至义, 吉藏等诸诗,皆曾讲说之。 陈文帝并作金光明颤文。 随唐时于各州建造大兴国寺,大安国寺。 则天武后赤斑大云金于天下,并于各州至大云寺。 唐玄宗于各郡立龙兴,开元二四以行国祭及千秋节祝寿。 又森传典籍等译有关于正国道场及愿文法会等之记载。 赤修百丈亲归一载有其慎受万安之行事。 由上述及格亏之国, 护国思想概况。 日本译以法华经,金光明经与仁王经并称护国三部经, 或为护国三部,仁王会,最赦为, 法华会等即为一般例行事会。 赤修百丈亲归卷一圣截条, 宋高森传卷二十九, 旧堂书卷六, 广宏明集卷十七, 佛祖统计卷四十, P6633。 却恩经,又作缺本经。 未原以一臣之经典, 历经常年之辗转流传, 遂散亦而成缺本者。 历代经录,如南朝梁代孙幼之初三藏纪集, 随开皇十七年五百九十七, 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 唐代林德元年六百六十四, 到宣边之大唐内典录, 均未集合卷本经而另立一类。 其中,初三藏纪集并未将施易经, 抄经与阙本经明白分类, 而仅将一者一名之经, 总列为施易杂经。 至随代仁寿二年,六百零二, 焰从等重金目录以下, 历代诸金录已有僵尸易经, 抄经等各别余已分类后, 而将却属雀本者集录而成雀本金目录。 如焰从等刊定之重金目录, 列出雀本金四零二部。 唐代静太编于龙朔三年, 六百六十三, 至零德二年之重金目录, 所列却本金并无增减。 唐代天策万岁元年, 六百九十五, 明权等编五周刊定重金目录, 列出四五零部。 至唐代开元十八年, 七百三十, 至身边开元是教禄, 却本金居然增位一一五三部。 唐代增元十六年, 八百, 原照编增元新定市教目录, 列举一一四八部。 由上述资料窥出, 随焰从之重金目录列出四零二部。 却本金, 至唐代开元录, 却本金呼增至一一五三部, 约三倍之多, 考证其真实性, 则颇为可疑, 概于金录上作为确本之经典, 而后父辈发现, 乃常有之事。 故一里确本之数量只应减少, 不应增加。 然开元录却大增其数, 此乃因随代费长房边历带三宝纪时, 僵尸易经, 超经等任意附以易人之名, 而登录为某人所义, 做成为目录, 虽随代宴从刊定重金目录时, 曾将其中超经等类之不存者删除大部分, 然开元录却原用历带三宝纪之不实目录, 并将之一依附与确本之名, 故确本经之数乃大增。 佛书解说大词典佛典总论第二部第四章, 小野玄妙, P6634, 却无英明用语, 幼座却无果, 此乃就英明论事中之宗, 命题, 因, 理由, 欲, 辟欲, 等三知而言, 三知中却无任何一知, 都成却无果, 幼, 却无, 与, 却简, 即却过, 不同, 却简仅是简略不周密, 而却无则根本却而不存, 于英明规定中, 比却简所犯之过失更为严重。 英明入政理论物他们浅示, P6634, 却亦欲依, 英明用语, 未英明论事中, 却疑, 亦欲依, 之情形。 属于古英明所说却过忠, 无体却, 之一, 新英明则未说此却过。 凡却亦欲依者, 有二种情形, 一, 却宗义品, 故却亦欲依。 二, 具有宗义品而却亦欲依。 盖宗义品之范围宽于亦欲依, 故若无宗义品时, 已足以证明, 义品便无, 之规定, 此一情形, 却亦欲依远属必然, 故不畏过失。 反之, 若有宗义品, 不得却亦欲依, 却之则呈过失。 英明大书黎策, 批6635。 却过, 英明用语, 却亦不周之过失。 为, 之过, 之对称。 右座却简过, 却简。 即英明论是中, 或无言诚, 或虽有言诚而意里却露不周密之过失。 可分为两种, 一, 无体却, 乃成述宗, 命题, 而未说因, 理由, 同意欲, 同欲与欲, 二者, 即在言诚上有所不足, 他仍无从知其论止。 此系古英明家之说, 二, 有体却, 以因之三相未能力时, 虽说因三相, 而或缺出相, 或缺后二相, 或三相聚缺, 称为相少却, 又或以因一, 欲二, 同欲, 欲, 等三者未能力时, 虽成其体, 而或缺其一, 或缺二, 三, 称为意少却。 此系新英明家之说,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上, 大四四, 一零六中, 无体却者, 未不成言, 但在三知, 非在三相。 若成英言, 必有体却, 三相即义, 故非无体。 中略, 有体却者, 富有二种, 义者已因三相而未能力, 虽说因三相, 少相明确, 二者因一, 欲二, 三位能力, 虽成其体, 亦少明确。 批6635, 杂心论, 请参阅杂阿皮谈心论。 杂生世界, 杂生种种生物之世界。 如梭婆世界, 为地狱, 恶鬼, 畜生, 人, 天等五去杂居之世界。 净土论注卷下, 批6635。 杂心, 为, 正行, 之对称。 为除发愿往生阿弥陀佛净土之外, 并礼拜其他诸佛, 且称念其名, 赞叹其得等。 又修习三学, 六度等善行, 亦称为杂行。 参阅, 正行, 1986, 正杂二行, 2005, 批6635。 杂咒集, 请参阅陀罗尼杂集。 杂毒, 苦性与烦恼能障修善, 故降之比喻味毒, 混入此等独之法, 称为杂毒。 正法念处经卷五十六, 大一七, 三二九下, 朱有虽名乐, 犹如杂毒密, 批6635。 杂毒善, 含有贪, 甜, 吃等烦恼之善行, 又称杂毒行。 如凡夫自立之修善, 即为杂毒善。 因细住于虚假不实之心, 所起三叶之行, 缺至成心, 而含虚假之毒, 故为杂毒善。 若回此杂毒虚假之善行, 欲生彼佛净土, 必不可得。 观经书散善意, 批6635。 杂阿含经, 泛名S.A.Y.G.M.A., 巴黎名S.A.Y.A.N.K.Y.A. 因一座散于启达加阿甘。 反五十卷。 流宋求纳巴陀罗义。 收于大阵藏第二侧。 魏北传四阿含之一。 关于杂阿含名称之有来, 据五分绿卷三十, 四分绿卷五十四等所据, 此因乃佛陀魏比丘, 比丘尼, 幽婆赛, 幽比, 天子, 天女等讲说四圣地, 八圣道, 十二因缘之教说, 荆棘为一部, 称杂安。 又据摩赫森指绿卷三十二载, 以慧及文具之达者, 故称杂阿含。 另据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一载, 杂阿含, 乃铲明珠禅定, 为座禅人所必习之法门。 又据瑜伽诗的论卷八十五代, 一切是相应教, 监测究极, 故称杂阿吉摩, 杂阿含。 全经共有十卷, 一三六二小经, 大阵藏编幕, 内容相当于南中巴黎本之相应部, S.A. M.Q. 共有五具五十六P20三品, 即二八五八小经, 为汉义四阿含中之最大者, 其成立时期, 亦为四阿含中之最早者。 一性智而区别, 全经可分为三大部类, 一,第一部分, 即,修多罗, 内容未运, 处缘起, 时,地, 戒,念著等之顶。 二,第二部分, 即,纸业, 为以祭诵问答而说法。 三,第三部分, 即,既说, 为佛及诸弟子之所, 此分别编于各卷之中。 上述之三大部类, 依次相当于瑜伽诗的论卷。 八十五, 所举之, 所说, 所为说, 能说, 三类。 杂阿含经保存了原始佛教之风貌, 其中虽含有后代之编转, 然大部分皆为早期成立者。 本经法具大多简明, 于实践上之修行法门, 列有念著, 运, 戒等道品。 由佛陀及弟子对话之中, 显现出四双八倍之别, 依巴众而说, 众相应, 始在家, 出家, 男女老少, 诸大弟子等皆领受法义。 近代学者对四阿含之研究, 乃以西方学者为先驱, 而由日本学者作定一步之论究。 其成果虽丰硕, 然大抵皆较偏于巴黎盛典之研究, 而忽略其他语文之原始盛典。 汉义斯阿含英卷至浩凡, 篇章重负, 词语反复, 译文着色等因素而较不普及, 故我国近代佛学之研究, 于认识阿含经典之药后, 乃趋向于阿含思想之探讨。 以阿含为例, 现存本由于内容不完整, 且四地紊乱, 脱落, 加以经文深色难懂, 近代学者遂重新整理本经。 目前有佛光山佛光出版社之杂阿含经, 及印顺之杂阿含经论被编, 两种新本。 佛光版杂阿含采用新式标点, 段落分明, 着重巴黎本, 汉义义一本之对照, 重新刊定卷述之次序, 于美小经接列有经义解说, 经文难懂不明处一列有巴力文或译成中文。 此外, 较堪严谨, 注解详辈, 所引其权, 均为该版之特色。 印顺之杂阿含经论会编则 以杂阿含经与瑜伽诗的论相对照为最大特色, 另又采取印度旧例, 以内容分类, 而舍除汉义经分卷之传统, 共成七宋五十亿相应。 据日本学者赤爪至善之, 汉八四部四阿含护照录, 在南传相应部与北传汉义杂阿含经二者间, 不仅所收经之存却不一, 且所说之意理相为之处亦不少。 另一学者解其政治参着巴黎文相应部, 别译杂阿含经, 有部皮奈耶杂士等经书, 与其著作汉译四阿含, The Four Buddhist Gamers in Chinese, 中常是将杂阿含经绘类成八诵, 品六十三部。 此外, 现存杂阿含经东之卷二十三, 卷二十五两卷, 卷中之阿育王因缘经, 法灭静香经, 阿育王师伴阿摩勒果因缘经等三经, 相当于梵文代VAD, DNA, 西晋安法清一之阿育王传, 梁戴森加索罗一之阿育王经, 上述卷二十三, 卷二十五两卷中之三经, 应为, 无忧王经, 自经义内容而言, 数一辟, 缘入杂阿含经中, 故我国两种心编织杂阿含经皆将此三经自杂阿含经中删除, 为佛光版人将之编列为附录, 以攻读者参考, 本经所载为巨读之小经经数, 约一千三百经, 日本大阵藏将各经一一编列经号后, 所得之一三六二小经即是包含上述之卷二十三, 卷二十五两卷, 佛光版杂阿含经删除阿欲王因缘因等三经, 十的一三五九经, 并一不知之重整而新编经号, 应顺之杂阿含经论会则, 将一经中所列举与此经有关联之术经, 分别继为一一经, 则全经之经术共得一万余经, 日本, 国义一切经, 亦采用此法, 为其总数与应顺所继略有出入, 提名为, 杂阿含经, 之和义本有三种, 其他之别生经则有三十种之多, 总计三十三种。 此外, 以巴黎文书写的南传相应部之原文, 自西元1884年教定出版后, 陆续有英译、德译、日译等一本出版。 另相应部中有五世纪西兰佛教大论师佛音, 巴布戴古萨之著是S.Rathapaxin, 于1924年由皮亚提沙, W. Piedisa出版 近时于我国新疆地方发现之梵文残卷中, 有相当于汉译杂阿含经之断片。 日本学者渡边海叙、 刚教税等皆曾就此梵文残简家以研究, 而发表诸多论文。 令于西藏大藏经中, 亦收有相当于汉译杂阿含经之丹经。 关于杂阿含之传承部署, 据法华经旋暂卷一本, 大臣法院一林章卷四末, 华严经书超旋弹卷八等所举, 四阿含君为大众部所传, 然据舍论基谷卷上举出, 杂阿含、中阿含未说一切有部, 萨婆多部所传, 应顺则认为汉译杂阿含未说一切有部所传, 巴历文相应部未斥同业部所传, 别译杂阿含经则尽于影光部所传。 有部皮奈耶杂事卷三十九, 分别功德论卷一传及三藏及杂藏传, 出三藏纪集卷二,梁高僧传卷三, 法经录卷三, 历代三宝纪卷十, 开元世教录卷五,卷十三, 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六, 致元法宝勘痛总录卷六, 月藏之经卷二十九, 大藏经南条目录不正所影, 杂阿含经刊定记, 旅程,内学年刊第一集, 杂阿含经运送略是, 涅偶根,内学年刊第二集,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 应顺,参阅, 阿含,三千六百一十七, 阿含经,三千六百一十九, P六千六百三十六。 杂阿皮达摩论, 请参阅杂阿皮谈心论。 杂阿皮谈心论, 泛名S.A.Y.T.H.D.R.M.A.H.D.I.A.S.T.R.A. 凡十一卷, 法旧, 范德摩 누가 thia, 造, 森加拔摩等谊, 略称杂心论, 又称杂阿皮谈皮婆沙, 杂阿皮谈婆沙, 杂阿皮谈经, 杂阿皮达摩论。 收于大阵脏第二十八册, 本书乃说一切有不代表圣典之一 为阿皮谈心论之著世书 法圣英凯探说一切有不知大论 大皮婆沙论 玄葬义 二百卷 浩瀚难解 故斋其要义而成阿皮谈心论二百五十计 法就则于阿皮谈心论外加续品 则品集三百五十余计 而成此六百余计之著世书 用以补证阿皮谈心论 本论之品次 系依四帝之顺位而立 其汉译本有四 第一译系福情建元 三百六十五 三百八十四 末年 僧家提婆于洛阳译出 有十六卷或十三卷 第二译系法显及 佛陀巴陀罗合议 有十三卷 第三译为留诵 原家三年 四百二十六 一页波罗所出 亦有十三卷 第四译及经本 原家十一年或十二年 于常干四译出 其中 前三本君已失传 此论之著书本极多 然经皆不存 经人应顺法师 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 与论师之研究 第十章第四节第三项 对此论有详细之论述 对本书之价值 亦有清楚之说明 应顺并以为通常学界 所用该书之泛名 与原书提议不合 一提议 正确泛名应为 Apiderma H.Di.R.V.Y.K.E. 初三藏纪集卷二 历代三宝集卷十 开源市教路卷三 卷五 大唐内典路卷三 卷四 古经易经图集卷三 P6638 杂阿皮谈皮婆沙 请参阅杂阿皮谈心论 杂阿皮谈婆沙 请参阅杂阿皮谈心论 杂阿皮谈经 请参阅杂阿皮谈心论 杂染 范语 S.A.C.E. 应一座森级力硕 细致有漏法 清净之对称 杂即见杂 和杂之意 染 是染污法 即止不善 即有负无忌之法 通常杂染与染污同意 互为通用 但据成为十论数计卷二 莫载 单称染 染污之计 即止烦恼 而称杂染之计 则系通于善 二 无忌等三性 为一切有漏法之总称 杂染分为三类 称三杂染 即 一 烦恼杂染 又作或杂染 即一切烦恼 及随烦恼之总名 此又分为见所断 修所断二种 或欲界系 色界系 无色界系三种 或根本烦恼等十种 二 液杂染 只从烦恼生 或助烦恼造作生于一三者之液 三 生杂染 又作苦杂染 依烦恼及液而受生于三界之苦 以上三类依序相当于货 业 苦三道 或为三杂染再加账杂染 为四杂染 显阳圣教论卷一 参阅 染污 3840 P6638 杂修 为 专修 之对称 为往生极乐净土而专修称明义行 称为专修 兼修于行 称为杂修 善导叛往生净土之行为五阵行 五杂行 五阵行中以念佛为正业 其余为住业 而称念佛之外 杂柔其他住业及杂行者为杂业 修杂业称为杂修 又依据舍论卷二十四 有漏定与无漏定相杂而修 称为杂修定 往生里赞 参阅 专杂二修 4514 P6639 杂修净律 又做杂修定 净律 即禅定 乃至有漏净律与无漏净律相杂而修之一 据据舍论卷二十四 同论又想宰杂修净律之修相 未必先入于第四净律 令多念之无漏相续献前 而后引申多念之有漏 复更献起多念之无漏 如是炫涵 无漏 有漏 无漏 辗转相杂而修 并见次减少其念 称为远加行 若见减至二念之无漏 引申二念之有漏献前 复献其二念之无漏 称为净加行 或加行成满 后更简为一念之无漏 一念之有漏 一念之无漏 则为杂修净律之根本原成 其修正过程中 细于最初之无漏中 断除从无漏入于有漏之不染污无之 而于其次之有漏中 断除从有漏入于无漏之不染污无之 前二刹那 无漏 有漏 如正无见到 第三刹那 无漏 如正解脱到 第四禁律之杂修 既已成就 则成此事立亦能杂修其下之三禁律 而修习此禁律 首先须于欲借人去中之三周 除北周之外 修得 其后若有退失而生于色界 犯众天者亦能如前杂修禁律 修此禁律有三因 一 为寿生五禁居天 盖欲寿生禁居天 必依有漏夜 故其中间依念之有漏 而以其前与其后之无漏熏修之 令感境居天 故中间之有漏 为寿生禁居天之隐也 二 为寿用现在之法为乐 三 为防护杂修之 未定远离疾退失之故 于此三因之中 不海果之力根者系 由于前二因而杂修禁律 其顿根者则由于全部之三因 阿罗汉之力根者由于第二因 其顿根者则由于第二 第三因而修 为时宗之说法与上述稍易 主张第四禁律修相之次地位 有漏 无漏 有漏 将无漏置于中间 并认为成就五禁居天之因 并非由于圣者再度起夜 而系由于凡夫时所造的下三天之有漏夜 后以定力资助之 另发生作用 成为时论了一灯卷六末 大四三 七八三中 此杂修有漏位两边 无漏一沙纳居中 明修成漏 如五禁居夜 一生生造种 在生中任运 但能赶下天处 由其息怨 熏修成满 无漏定力改转 资喜感生夜种 令氏书胜 生五禁居 故非有漏位中间夜 其力列故 大皮婆沙论卷175 瑜伽诗的论卷12 巨舍论光记卷24 巨舍论宝书卷24 P6639 杂曼陀罗 又作诸尊曼陀罗 别尊曼陀罗 日本密教之两界曼陀罗以外 以保楼阁经 不空所经 以自经伦佛顶经等所建立之曼陀罗 即以两部大日如来以外之诸尊作为中尊而建立之曼陀罗 此有如来 佛顶 诸经 观音 菩萨 天等区别 如来不有阿弥陀曼陀罗 释迦曼陀罗 佛顶不有大佛顶曼陀罗 尊圣曼陀罗 诸经不有保楼阁经曼陀罗 菩提场经曼陀罗 请语经曼陀罗 童子经曼陀罗 理去经曼陀罗 观音不有如意伦曼陀罗 菩萨不有金刚手菩萨曼陀罗 天不有炎魔天曼陀罗 吉祥天曼陀罗 北斗曼陀罗等 P6640 杂密经 请参阅庄严王陀罗尼咒经 杂善 净土宗为他立念佛以外之自立善根皆为杂善 细少善根 义吉列善根 反之 念佛则为多善根 甚善根 选择本院念佛及日僧缘空 P6640 杂无集经 请参阅六度集经 杂华经 请参阅大放广佛华言经 杂基论 请参阅大臣阿皮达摩杂基论 杂基论数记 请参阅阿皮达摩杂基论数记 杂业 非往生净土之行业 乃以于行而求往生净土 称为杂业 与杂行 同 依往生理赞所说 修杂业而往生净土者 甚兮甚为 百中为的依儿 P6640 杂业 义于四念著 身 受 心 法 之观法中 混合二种以上为对象而观者 称杂业 杂业附有二合观 三合观 四合观之不同 二合观上有 身受合观 身心合观 身法合观 受心合观 受法合观 心法合观六种 三合观有 身受心合观 身受法合观 身心法合观 受心法合观四种 四合观则为 合观四境之 身受心法合观一种 参阅 四念著 一千七百零八 二指净土宗所言 障碍念佛修行之种种烦恼 包括一学 意见等一切烦恼 往生理赞 P6640 杂葬 四种设藏之一 佛教圣典总设为 精葬 滤葬 论葬 杂葬四种 其中 杂葬设一切菩萨之教行 一增一阿含 金序品载 方等大臣 及诸汽经 世民杂葬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二位 辟之佛 阿罗汉所自说之本行 因缘等之祭 宋位杂葬 分别公德论卷 以则以此葬总有佛说 弟子说 诸天赞颂 或说夙缘三阿僧 指菩萨所生 文艺非一 由超于三葬 故称杂葬 依上述可知 杂葬者系 以说佛及阿罗汉等 之本行 因缘为主 且说三阿僧 指菩萨之本身 因其文艺广于三葬 故称杂葬 P6641 杂葬藏经 泛名S.A.Yotta Ratna P.A.K.A. A.S.T.R. 凡十卷 或八卷 十三卷 原位及解语 谈要共译 收于大正藏第四册 本经系记录 关于佛陀 佛弟子 及佛陀入灭后 之诸种誓言 凡一二章之音缘谈 大部分皆细 与佛有关 故事 包括十奢王 与罗摩王子之事 佛陀入灭后 二百年 请纳先 比丘与希腊 弥兰陀王之问答 以及佛陀入灭后 四百年之夜 多尊者与悦士人 沾谈记录尼渣王之问答 等全书共分类 教养篇 放篇 诗形篇 教话篇 斗正篇 主要为阿含藏教思想 以英元辟域来 阐释英国关系 初三藏纪集集卷二 开源氏教录卷二 批六千六百四十一 杂辟玉经 全义卷 道掠集 摇晴鸠摩罗十一 收于大阵藏第四册 其内容举辟玉 因缘以说明 善恶业报之理 凡三十九玉 上述系一高丽藏本 宋元明三本则题为 众经撰杂辟玉 分位二卷 共收四十四玉 经以宋元明本对照 高丽藏本 二者相合者 仅有九种 可知此二经乃为别本 又出三藏纪集卷二 揪摩罗十所义经之下 既有杂辟玉经义卷 比丘道略所及 历代三宝纪卷八 及开源氏教录卷四等 均为姚秦鸿使七年 四百零五 揪摩罗十所出 立本阙义者明 宋本上卷义者不详 下卷为罗十义 原明二本所收之 二卷均为罗十义 此经之转集者 道略知世纪不详 除上纪外 藏经中同名之经上 有三部 一为厚汉之楼加称义 一卷十二玉 二为厚汉十义 又称菩萨度人经 义者不详 二卷三十二玉 三明旧杂辟玉经 二卷五 康僧会义 六十余玉 其中 康僧会义此经之事 载于梁高僧传卷 以历代三宝祭卷五 之楼加称 以此经之记载 则出于历代三宝祭卷四 初三藏祭集卷四 法经录卷六 开元世教录卷一 卷二 卷十三 批六千六百四十一 鸡子面 鸡子 及鸡蛋 鸡子面 指成鸡子形之菩萨面相 据造相良度经绪不载 鸡子面之法攒高八指 顶尖宝炎二指 面形四鸟软 据喜悦慈爱之容 木长三指 宽一指 如莲华瓣 耳长四指 两批巨书之外边相有十九指 坐天南之乡而无姿 批六千六百四十一 鸡族山 一范名 Cucuapida Giri Cucuapida Giri 巴黎名 Cucuapida Giri Cucuapida Giri 又坐鸡脚山 尊足山 郎足山 郎基山 位于中印度摩街陀国 乃摩赫加叶入祭之地 大唐西玉祭卷九 大五一 九一九中 高鸾无极 深鹤洞无崖 山路西建 乔陵锣骨 钢层领杖 樊草被炎 俊起三丰 棒挺绝恶 忠略 其后尊者大家耶波居中祭灭 不敢止言 故云尊足 其位至相当于经家耶 范给 之北北东二十五余公里处 佛陀加耶 范布达 K 之东北三十二公里之处 增议阿寒经卷四十四 阿玉王经卷七 高森法县船 二位于云南冰川县西北五十余公里处 据大清一统治卷三七八之山川条载 鸡足山位于冰川州西北一百里 太和县与邓川州之接界处 明一统治中有九曲山之称 位于尔河之东百余里 丰鸾起伏 如莲之九盘 故又称九重岩山 山中有十洞 然不能通行 里原阳之游继位 夜于水之东 路行八十里 有一山耸出 平顶向南 于三方各有山一之 如顶上之三足 故称鸡足山 山顶有一家夜时门洞天 相传系佛陀大弟子摩赫家夜 于此守护佛依以呆弥勒之地 故该山一被视为摩赫家夜之道场 为云南教界之中心地 据于此的知僧徒胜众 三国实践有小安 唐代阔建 甚时有大小寺院百余座 其中最大者既有五所 即时从西潭 大爵 华岩 传一 此外 祭光 祝圣等一颇具规模 颠世纪卷以小芳胡斋鱼的 从抄第四至 颠南悲传纪卷三十二 明记颠前佛教考 成员 P6642 基督 泛名 Sindu 与贤斗 深度等同意 接至天竺 即经之印度 参阅 天竺 1350 P6643 鸡狗戒 鸡戒与狗戒 印度外道苦行之一 外道以苦行为出离解脱之道 持鸡戒者 终日一族而立 持狗戒者 十人奋便 至官府行传红绝卷十之一 参阅 苦行外道 3944 P6643 基硬部 泛名 Kurku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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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历名 Kurku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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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小城二十部派之一 右座交举支部 高居离合部 居居罗部 揪揪罗部 右座枯居部 徽山柱部 传说创始人魏姬的后代 故有此称 乃佛陀入灭后二百年寝 自大众部中分出者 该部派主张 过位无体论 且其余三藏之中 仅以论为主 而为经律乃佛陀 为应各种姬类所立之方便教 故不加重视 于小城六宗之中 该部派属于 法无趣来宗 义部宗伦论书记 P6643 鸡楼骨 右座西楼子 鸡楼子 为骨之一种 以皮革制成 其形如瓮 体振而圆 两端可拍击 通常自头部悬于夜下而拍击 为归姿 书乐 高昌 等地之乐器 文献通考卷136 P6643 鸡櫃国 鸡櫃 泛名 可可可 法拉 因一句巨巨扎射罗 为高丽国之别名 巨巨扎 一座鸡 射罗 一座柜 此国人民 名净鸡如神 首带鸡羽 而未表示 南海际归内法 船卷 以P6643 鸡猿寺 位于中印度摩基 陀国波扎 离子城 泛 P.L.Putra 右座鸡猿 泛 柯 克阿姆,克克阿姆,巴克克姆,应亦为区区扎阿烂摩, 姬四,姬雀四,姬灵金舍,姬雀金舍,姬头墨四,姬摩四,姬元森迦兰。 系阿玉王所见。 据大皮婆沙论卷九十九载,大天曾于此寺出家,后于布萨时生高作, 因说五世之妄言,至圣凡两众中叶斗阵,歹王一四,始至止其正,上座与大众二不分裂及赵始于此。 阿玉王常召及千僧,圣凡两众,于此行四世供养。 又迎目前莲子地须,巴摩格里普塔,提萨,行杰吉。 王以后经述代,至废沙密多罗王,泛克尤尤米达,时,不信佛法,破坏此寺,杀害僧众,为流佛图传世。 杂阿韩经卷二十五,中阿韩卷六十,八成经,善见绿皮婆沙卷二,大唐西玉记卷八,P6643。 姬明寺,位于江苏南京基隆山之东。 四项东摇队中山,西阁西阶基隆山之北极阁,南俯看南京,北雍玄五湖,战行士之盛, 魏魏南京游览圣帝之一,于每年观音诞成,竞相者络绎不绝。 相传该寺原创于西晋永康年间,三百,三百零一。 又于流宋之时,卢山会远之在家地自雷寺宗长于山中开馆寿图, 后人就其以指立寺,明基隆山寺。 原代,唯存小语,规模悲哀,不足入丛林之列。 明洪五十八年,一千三百八十五,太祖命崇山侯彻故语, 重新创建,造五吉塔,其内埋藏两宝至之法函,并遣观祭寺。 四东南于设施石台,以灭妖气。 明镇统十年,一千四百四十五,因宗赐大藏经。 清康熙四十四年,一千七百零五,圣祖赐四俄。 乾隆十六年,一千七百五十一,高宗南巡,曾遇书匾俄对联。 现今之四门题为古同泰寺,然具精灵犯杀之载, 良代同泰寺已被列入废寺,别于本寺,且清代臣坐灵在南朝佛寺致义无有关两寺痛意之论, 由此推测,或因本寺与同泰寺之旧旨接近,致有此而传。 道光年间,一千八百二十一,一千八百五十, 本寺殿宇多毁于太平军火,寺平复兴, 契金仁存,燃其建筑式样,杂彩西洋款式, 不复昔日大沙之威式。 金寺域内有,古积明寺,排芳一座。 世事鸡谷略续集卷二,精灵犯杀制卷二,大清一桶制卷五十二, 由鸡鸣四季,清代理一层,精灵古积图考,P6644。 双入,泛与YugaNada,西藏与Dsu,Dujag,Pah,又做双运。 Yuga,一对之义,Nada,结合之义。 佛教,由以达特罗佛教,常用以表示对立之理念,不二合一之义。 五次第,范PahkaKrama,相传为龙树,范Androgena,所作,其中之第五次第即是双入次第,范YugaNada,Krama, 即说二十亿种双入,例如轮回与涅槃,烦恼与静,有相与无相,所知与能知等。 大臣庄严经论,范Mah,Y-N-A-S-T-R-L-A-K-R-A,一说双入,以之为十亿种作义,范Manask-R-A,之第六种,通常汉译作二相应作义,此即表示指,官等二元之义原化。 范文本《大臣庄严经论》第十四章云,指之道,可知为其法明之统一,官之道,可知为其意之四查。 双入之道,更可知系两者之统合。 双入之理念表现于造型上,遂有西藏双生佛,藏Y-Y-N-G-之产生。 理去经研究,韦祥云,H-V Genther Yuganada, D-L Snow Grove the Havahra, Tantra,参阅,五次第,1078,P6644 双卷经,凡二卷。 曹魏时康森凯义,又称两卷经。 指无量寿经,因其有上下二卷,又因相对于一卷之官无量寿经,故教界特称之为双卷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据观经玄义分凯定计所在,代经者,乃至无量寿经,于净土三部经之中,此经最广,故对于二经言,称为大经。 天台宗将此经称为大本,而以阿弥陀经为小本。 参阅,无量寿经,五千一百一十九,P6645。 双陵寺,一位于浙江义乌云恒山。 南朝梁天间年间,五百零二、五百一十九,善会大势七居于云山顶。 当五年,五百三十九,舍宅而于山下见寺,因寺玉有双桃树,故称双陵寺,后改称宝陵寺。 参阳,云恒山,五千三百四十九,二北平明差之一。 位于西直门外约二公里处,万历。 以初年,太监逢宝迎建葬的,乃道本寺,以逢宝之别号,双陵,作为寺明。 其后逢拜,寺规观有。 其实印度森族克简古尔莱金红法,第四居于此,改名为,西域双陵寺。 寺内本有三大士素西方变相,另有水池与塔。 寺宇契金权费,为塔尚存。 三位于台湾彰化园林镇。 许普述创建于民国六年,1917。 53年,会观法师进任住持。 59年,购地重修扩建,耗资数百万,于六十三年竣工。 四与威俄壮丽,堪称元陵帝一名沙。 现任住持位依空法师。 四位于日本京都。 浩金玉山,属于天台宗。 据本四之四传记载, 严历二十四年,八百零五, 最臣自中国返日, 携回大批佛像及天台, 密教之经书等, 上表奉进,天皇家许之, 遂斥令臣下迎见迦兰及十七僧房以赐予最臣。 最臣以此的之形状类似中国东阳郡乌商县之沙罗双灵寺, 岁豪双灵寺。 后成为严历寺之别院。 建五三年,一千三百三十六, 离兵灾而烧毁,岁又修建。 后改属十宗,成为十宗一派之本山, 称东山道场。 然因与正法寺起本末寺之针, 结果以正法寺为本山, 本寺岁复归天台宗。 应人元年,一千四百六十七, 在玉冰火之灾,后几经改建。 本有通玄演,长喜演, 景云演,妙吉演等, 明治三年,一千八百七十, 以后,建赐废绝。 经有本堂及僧房等, 本堂安置本尊要师佛, 相传为最臣座, 左方至阿弥陀佛, 相传为元人座, 右方至国阿相。 右本四古来即以风光明媚见称。 京都房木制,五位于日本上野。 好最大山,属曹洞宗。 宝德二年,一千四百五十, 常委警信创建, 以岳江镇文位开山。 原归三年,一千五百七十二, 曾离冰灾而烧尸。 后再新四语。 原归年间,一千六百八十八, 一千七百零四, 该四渔上野, 姓农,月后, 左渡等四国, 统霞曹洞宗约两千四。 经有佛殿, 廊下, 开山堂, 禅堂, 方丈, 众辽等, 有莫四四十八所, 为当地之巨杀。 双陵四传纪, 批六千六百四十五。 双丰山曹洞西宝陵船, 请参阅宝陵船。 双丰寺, 一位于广东韶州汝园县西双丰山下, 又称新福院。 宋代太平新国年间, 九百七十六, 九百八十四, 敬青, 慧珍广吾, 禅师开创。 后寿赤鹅, 双丰山新福禅寺。 元幼二年, 一千零八十七, 良辰重修。 明代红武, 一千三百六十八, 一千三百九十八, 初年, 乐阶重建。 成化五年, 一千四百六十九, 祖官守戒重修。 郑德元年, 一千五百零六, 太靖复修。 嘉靖二十二年, 一千五百四十三, 真凯重建。 清代康熙二十二年, 一千六百八十三, 再次重修。 汝园县制卷四, 大清一统制卷三四一, 二位于韩国全罗南道和顺郡里扬免。 据崇祖三年, 一千六百三十, 经中秀所传之有名朝鲜国全罗道陵周双丰四世纪悲名并序, 收于朝鲜四沙史料卷上, 在, 此次为我国韶周双丰四僧折剑在梁天间年中, 五百零二、五百二十所开创。 北宋少盛年中, 一千零九十四、一千零九十八, 慧照国师在世兴建。 明代正统年中, 一千四百三十六、一千四百四十九, 全罗南道观察时经访在建。 该四座北朝南、南门址、大雄殿、 义堂址、吉月殿由南向北排列。 东有名府殿址、 护圣殿、 僧房、 西有影视碑阁、 后山有彻建禅师城招塔及碑, 其中大雄殿属里朝末其之建筑。 朝鲜古迹图谱、 朝鲜石塔、 山山姓三、P6646。 双神变、 同一器具或建筑物, 由中央划一界线, 使其左右两方全然不同, 此等神变其既称为双神变。 欲得此神变而修之禅定, 即称双变定。 解脱道论卷二、 大三二、 四零七下、 大碑定、 双变定、 是佛所得、 非声闻所得、 P6646。 双塔寺, 一位于江苏无限城内东南渝。 大清一统治卷五十五苏州府条载, 双塔寺未建于唐贤通年中, 八百六十、 八百七十三, 之班若四, 后改称受宁万岁禅远。 宋万岁禅远, 九百八十四、 九百八十七, 闻王于寺内建两砖塔, 岁称双塔寺。 吾都法陈卷三十一载, 受宁万岁愿位于长州县之东南, 位旧罗汉院, 四中二塔对质, 故俗称双塔寺。 二塔阶位八角七层之塔, 有造豆拱及木造屋檐, 形状细高, 上有香轮布。 二位于山西太原市东南。 圆明永坐寺。 阴寺内双塔高耸, 俗称双塔寺。 明代万历年间,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一十九, 为高森佛登凤翅建造。 主要建筑全系造。 大殿及东西配殿皆为无量殿形制, 其岩柱、豆拱、瓦岩等, 皆雕工洗链, 富力精巧。 P6647。 双论,巴黎明尤梅克。 英译耶摩佳。 魏南传上座布巴黎文论藏七步论之一。 内容细彩问答形式, 以阐明诸法相互支社布设, 其灭诸关系, 凡分食品。 第一根本双论, 第二运双论, 第三处双论, 第四界双论, 第五帝双论, 第六形双论, 第七随眠双论, 第八星双论, 第九法双论, 第十根双论。 食品皆有施舍分、 转分、 辩知分等三分, 其中, 施舍分更可二分为总说分, 亦是分。 为第一根本双论与第八星双论五转分与辩知分, 第七随眠双论七分为随增分, 有随眠分, 断分, 辩知分, 以断分, 生分, 戒分等, 亦于其他双论之组织。 概于施舍分, 列举法术, 与总说分, 提示有关各法治问题, 于意识分, 逐一解答问题, 与转分, 进一步论究各问题, 于辩知分, 定各法辩知之界限。 要知, 本论阐释诸法相互之关系, 以解说诸法之定义。 其成立年代不详。 本论有英国佛教学者大卫维斯夫人, Mrs. Reese Davis, 之原文出版集日本渡边招红之日一本, 收于南传大藏经第四八、四九卷。 南方上座部论书解说, B.C. Laway History of Pili Literature, J.P. Malala Secara Dictionary of Pili Proper Names, P.6646. 双溪寺, 位于韩国庆上南道河东郡, 至一山南路。 新罗新德王, 826、835在位, 时, 真见国师慧昭, 774、850所开创。 出名玉泉寺, 后改经名。 在新罗佛教最甚之武教九山时代, 为九山明差之一。 朝鲜佛教通史卷上, P.6647。 鹅, 书写文字或图绘于版, 指, 卷布上, 而高悬于门堂, 称为鹅。 又称匾鹅, 表。 古来观属公雅等即有提属之风, 后见刺激于佛寺。 古代皇帝赤赐之鹅为数鹅, 愚者则为恒鹅。 史记卷五十五世加第二十五流侯, 续高森传卷九随陵御传, P.6648。 鹅珠, 以鹅上之珠辟喻人人本具之佛性。 北本大班涅盘金卷七载, 有一粒是与他人搏斗, 以头相处, 眉间之金刚珠碎末入敷中, 该处乃长窗。 后有良依告之, 彼使之金刚珠入体。 此乃辟欲一切众生因烦恼复辟, 故不知其本具佛性, 一旦遇善之事, 使得见其本具之佛性。 涅槃经义记卷三, 涅槃经书卷十一, P.6648。 俄尔德派, 西藏名Dogs, Logs, P. 西藏佛教新派, Zongshar, Mah, P之一。 亦称都绿教派, 德行派, 格鲁派, 新甘丹派, Zongbka, Demstsar, Mah, P. 未别于其他猪派之红帽派, Zongshwat, Dmarcourt, Pachat, P. 又做红教, 而称黄帽派, Zongshwat, Searchat, P. P. 或Schwat, Searchat, P. 又称黄教。 本派现今最具势力, 普及西藏全土。 开创者宗喀巴出身于诸宗派堕洛而专是争夺世俗权力之时代, 遂蒙改革佛教内部之志, 沿袭各派教义及显密两义, 被尊位大学者。 其后以中观论书, 现观庄严论为基础, 敷衍阿提沙之教义, 另又提倡以诗轮, 范卡雷卡卡, 与密集, 范格雷斯MGA, 为中心之密教。 特众宜归, 严守戒律, 实行严格的独身主义, 被尊位持律喇嘛, 而其所创立之教派亦被称为格鲁派, 桑DGA, Lux, 帕, 亦未善规, 善行。 53岁时, 于拉萨近郊建立格勒丹寺, 藏DGA, LUN, 组织大僧团。 格勒丹, 亦未都律天。 藏人信仰阿提沙居于都律天, 故求往生都律天者多于求生阿弥陀佛净土者。 盖该派本称格鲁派, 后称俄尔德吉嘎勒丹四四名之转音。 宗喀巴六十三岁世纪, 做主之之由大弟子达尔麻仁清, 藏Darmarin, Pio, Chen, 1364, 1432, 寄席, 赐游凯珠, 藏Nkos, Grob, 1385, 1438, 继任。 1416年, 宗喀巴之弟子于拉萨之西三里处建别邦寺, 藏Bros, Spris。 1419年, 又于拉萨北建设拉寺, 藏SERA。 1450年, 宗喀巴之弟子根敦珠巴, 藏Dodge, Dongrob, Po, 1390, 1475, 于日喀则建闸石伦布寺, 藏Kra, Ishun, Pio, 上述三寺与嘎勒丹丹寺合称寺大寺, 契金巨位西藏皇教之中心, 跟敦珠巴与凯珠各传皇教两大法系, 及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 俄尔德派以宗喀巴两大著作菩提道次第论, 藏Lam, Rimchen, Po, 与秘密道次第论, 藏Sags, Rimchen, Po, 未根本盛典。 自十七世纪后半至十八世纪, 皇教掌握西藏主权, 并将势力伸张至西藏全土, 蒙古, 东北, 华北, 而建立巩固之地位。 蒙藏佛教史, 蒙古佛教史, 西藏, 多田等官, 西藏佛教研究, LA。 我导的Buddhism of Tibet, Chapter。 Bell the Religion of Tibet, 参阅, 宗喀巴, 三千一百六十四, P六千六百四十八。 严世家训, 凡二卷, 后分位七卷。 南北朝延之推, 五百三十一, 五百九十, 转。 编辑于随文帝人寿年间, 六百零一, 六百零四。 细言之推教训子孙之文集。 内分二十篇, 包括家庭生活, 学问, 文学, 道德, 养生, 言语, 杂役等相, 摆基于其亲身之体验, 实力具体名是身至家之法, 辨证世俗之物谬等。 其中, 归心篇将如家所说之人, 义、 礼、 智、 性等五常, 与佛教初皆知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妄语, 不饮酒等五界相提并论, 认为者互通, 而欲调和世俗法与初家法, 融合如佛二教之经义。 言之推, 明解, 以自行, 行, 林怡人, 出世于南朝萧良, 后转世北齐, 北周, 至随初, 受赵魏学士, 前信佛法, 博通经论, 常语, 奥森纵论选旨, 唐护法沙门法林别传卷下, 广宏明集卷三, 卷二十六, P6649, 炎炎之, 三百八十四, 四百五十六, 刘宋狼牙林怡, 位于山东林怡, 人, 自炎炎炎炎, 又时孤平, 然情肯好学, 文章之美, 与谢灵韵齐名, 性秦帅真, 嗜酒狂歌, 人称炎镖, 东敬王后, 入世刘宋, 寿武帝, 文帝之礼遇, 常任中书郎, 勇家太守等职, 其后成为活跃之宫廷文人, 晚年寿封金子光陆大夫, 言之诉奉佛法, 博通经论, 文帝元家十年, 四百三十三, 和尘天传达信论, 主张行径神灭, 天命等论说, 以应赫至尘沙门会灵所传之, 白黑论, 言之则作, 是和衡阳达信论, 等文, 与和尘天网附论真, 以佛教之立场驳斥其说, 孝武帝孝建三年逝世, 逝寿七十三, 佛祖统计卷三十六, 梁高森传卷七会言传, 道渊传, 鸿鸣集卷四, P6649, 题目, 易经之题号, 朱大臣经载, 读宋寿池经之题号, 极有莫大功德, 故自古中国及日本军盛行唱诵经题之风, 参阅, 题号, 6650, 二日本日联宗特取法华经之题号, 妙法联华经, 五字, 官邑, 南无, 二字, 儿臣, 南无妙法联华经, 七字, 称为题目, 首题, 玄题, 乃三大秘法之一, 并主张唱诵其题目, 末法众生即可成佛, 然并不限于唱诵题目, 亦有将本尊之名刻写于悲伤者, 其字基笔端系长锐利, 恰如放出光明, 故俗称, 须题目, 并日联宗于法会之时, 以大古籍珍配合唱永法华之题目, 称为题目永, 而于题目之外, 杂合赞儿歌者, 称为歌题目, 祖书刚要删略卷一, P6650, 提名森, 于法会中, 除导师及七森之外, 其他众森称为提名森, 数额不定, 此外, 于法会仪式中, 负责诵读经之题号者, 亦称提名森, P6650, 题号, 明显标识经, 论, 事等内容之题目, 书于卷首者为首题, 书于卷末者为尾题, 书于封面者为外题, 书于开卷之初者为内题, 亦有首尾内外之题号相译者。 试经时, 首试题目, 此位是名, 天台大师至以立是名为五重玄义之第一, 至以负一人, 法, 欲组合一切经题, 立七种立题, 即, 单人立题, 阿弥陀经, 单法立题, 大班涅槃经, 单辟立题, 梵网经, 人法立题, 文书问班若经, 法辟立题, 妙法莲华经, 人辟立题, 如来狮子吼经, 巨族立题, 大放广佛华严经。 P6650 齐牛归家, 积修行之功, 因而觉悟, 归返自己本来之面目, 称为齐牛归家。 乃阔安所传, 石牛图宋, 之第六。 宋云, 万绪113460上, 齐牛以礼玉还家, 枪笛申申宋晚霞, 亦拍亦歌无限义, 知音和壁谷唇雅, 此乃形容的误后之风貌。 P6650 齐驴蜜驴, 油盐, 齐牛蜜牛。 比喻凡夫不见自心之佛性而向外蜜求, 犹如齐驴蜜驴, 不知自己坐下即为所求之驴。 从荣录第57则, 通玄抄, P6650 俄王, 犯于HASA, Raja, 欲止佛陀, 于诸经论所说佛所具三十二相之中, 其第五相位手足指曼王相, 犯JLVANADA, AUSTOT, PIDA, 亦如俄王, 亦说燕王, 知谱, 故经中美意俄王欲止佛陀, 其手指足指尖之曼王成金黄色, 文样如灵罗, 乃佛于英卫之时, 常修四设法, 设取众生, 故感得此相。 或为佛之行步犹如鹅, 故以鹅王称之。 央枯摩罗金卷一大五一, 五一三下, 二十, 世尊犹如鹅王, 详行七步。 菩萨善戒金卷九, 大班若波罗密多金卷三八一, 大智度论卷二十九, P6650。 鹅王别乳, 至水与乳于同一容器, 鹅王为饮如汁, 而流下水。 水, 表众生, 凡, 乳, 表示佛, 神。 此鹅王别乳之故事乃比喻觉者虽注于污秽之世间, 亦不被污染。 又欲只能辨别真伪正邪善恶。 法华玄一卷五上以鹅王比喻菩萨, 为无名乃同体之祸, 如水中之乳, 唯有灯石柱为以上菩萨之鹅王, 方能饮无名乳, 轻法性水。 祖庭试院卷五, P6651。 鹅王眼, 因鹅王能分别水、 乳, 而毒饮乳之, 故以鹅王眼比喻学法者则法眼明, 植入正宗, 犹如巨鹅王之眼。 又称鹅眼, 乳水眼。 参阅, 鹅王别辱, 6651, P6651。 鹅珠, 据大庄言论经卷十一所在, 其有一笔丘, 启时至川珠师家, 立于门外, 使笔珠师为国王川摩尼珠, 乃赞至珠儿入舍取时。 其时, 一鹅鸟来, 吞食其珠。 诸师还来不见诸, 以笔丘而择之, 笔丘恐诸师沙鹅取诸, 说即讽之。 诸师不听, 碎父笔丘, 大家棒打, 二眼口鼻尽出血。 使笔鹅来识血, 诸师甜, 打沙鹅, 笔丘见而懊恼, 说即曰, 大四, 三二灵下, 菩萨往昔时, 舍身一茂歌, 我亦做事义, 舍命欲待鹅。 我得罪圣心, 欲全此鹅命, 有辱沙鹅故, 心愿不满足。 而识诸师开鹅腹试之, 有诸, 乃举生豪枯, 与彼丘言, 辱护鹅命不息于身, 使我造此非法事, 上纪之比丘勒之杀鹅则犯, 不杀生戒, 狂语则犯, 不妄语戒, 因而默然受打, 故立来尝以此故事为坚守戒律者之语。 经律义相卷十九, 批六千六百五十一。 称悟, 指不失之物, 或特指失与僧侣之物。 称, 指不失, 失与之义, 故称悟即指不失他人或失与僧侣之财物, 与, 称资, 同意。 参阅, 达称, 五千六百七十七, 六千九百一十九, 批六千六百五十二。 称金, 又作金, 称财, 称钱。 其义有三, 一, 指信徒不失三宝之金, 银, 一物等。 二, 指禅宗之助持于法会时, 于诸佛祖师向前所供之献金。 三, 僧侣为其俗事亲属或一般在家信徒做佛事之后, 施主供养众僧之前亦称为称金。 参阅, 达称, 五千六百七十七, 六千九百一十九, 批六千六百五十二。 称师, 称, 范语道开, 巴利语道开, 因义为达称拿, 驼气泥, 义义为财师, 师送, 又作, 称。 称师, 戏范汉并称之语, 即不失之语。 禅愿轻规卷七遵述千画, 万序一一一, 四五八下, 起刊之日, 本愿随力作一大斋, 乘师重于寻常, 致时请遵述一人举刊。 参阅, 六千九百一十九, 批六千六百五十二。 卢, 西坛字, 西坛五十字门之一, 又作离, 楼, 卢, 据于家金刚顶金式字母品载, 此字门含有, 一切法沉默不可得, 之意, 故古来称此字为, 沉默之卢字, 然其原语不详。 又据文书师立问金卷上字母品载, 唱此字时, 能出三有染相之声。 三有, 此处细止欲界, 色界, 无色界三界。 北本大班涅盘金卷八如来性品, 西坛三密超卷上本, 批六千六百五十二。 西坛字, FIA, 又作婆, 父, 和。 西坛体文变口深之第四, 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综合诸经论, 此字之意有多重, 一, 言说之意, 此系源于自相上之潜略阐释。 二, 言说不可得之意, 此系源于自意上之生命阐释。 上纪深浅二是阶系出自泛语, 与Vikia, Fab或Fida等字之自首。 三, 最上成生之意, 此系出自泛语, Fara, YNA或Fariha, YNA, 最盛成, 等字之自首。 四, 与大法语之意, 此系出自泛语, Fara, 下语, 之自首。 五, 普生安住之意。 此外, 古来未区别此字与父, BA, 字, 最常称此字未, 言说之, VA, 字, 父因此二字字形颇为近似, 异于混淆, 故又称前者未半月形, 后者未连时形。 又于密教中, 论极地, 水, 火, 风, 空, 十等六大之种子时, 系以此表示水大之种子。 金刚顶经是字母品, 大一八, 三三九上, 字门, 一切法语言道断固, 南本大班涅盘经卷八文字品, 大一二, 六五四下, 何者, 如来世尊为诸众生与大法语, 所谓世间咒术经书, 事故名和。 光赞班若经卷七, 新华严经卷七十六, 文书师立问经卷上字母品, 大日经卷二,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大日经书卷七, 批六千六百五十二。 坏节, 梵语 Savarta, Culpa, 未成, 柱, 坏, 空等四节之一, 即介于柱节与空节间, 世间转区坏灭之时期, 此时其分二十中节, 有情众生经最初之十九中节, 四地坏境, 为气世间, 国土环境, 空旷而住, 至最后一中节, 气世间亦坏灭。 气世间之破坏系由火、 水、 风等三大灾所次地破坏, 相对于柱节时之小三灾, 特称为大三灾。 火灾由七个日轮出现而起, 色界出禅天以下西成灰烬, 水灾由雨林而起, 第二禅天以下西被净霉, 风灾由风之相及而起, 第三禅天以下西被飘散。 此火、 风、 水三大灾, 亦撑结灾, 然破坏景致色界第三禅天以下, 第四禅天以上不受破坏。 大批婆沙论卷十四, 卷一三五, 巨舍论卷十二, 巨舍论光纪卷十二, 参阅, 三灾, 五百五十四, 四节, 一千六百九十四, 节, 两千八百一十一, 批六千六百五十三。 坏法不坏法, 未成就阿罗汉果之二重法, 此系依所观想之境而立其名。 坏法, 即修不尽观时, 以假想之会, 就自身及所爱之人次第即修仗想, 坏想, 写图想, 浓烂想, 清淤想, 淡想, 散想, 古想, 烧想等九想观, 至第九烧想观时观想一切皆空。 此类修者一心仅求断苦, 故观想古人之烧灭, 以及宿正的无学果, 而不心修八倍舍等诸多事观。 然于此境界, 既无古人可观, 则亦因之无禅定, 神通, 变化, 愿, 智, 鼎禅等诸功德, 父因此类修者系及剑次修出想而至烧想以取无学果, 故称为坏法。 要之, 由于此类修者不心修士观之缘故, 即令以德, 会解脱, 知阿罗汉, 人会退转而舍阿罗汉果。 不坏法, 亦以假想之会就自身及所爱之人修不静观, 于有想中, 由最初之战想观而见修, 然止住于第八之谷想观, 不静入第九之烧想。 停留在古想观时, 更使观会增进, 则尔见习时所谓能撤见之古中八色。 八色即地, 水、火、 风、 青、 黄、 赤、 白。 此等之色各个发光, 壮如流水, 为拢古人, 令修观之人悲惨甜于, 定义, 精湛然, 恩正转身。 要知, 行此观法之人, 于此观会上, 具足八倍舍, 八胜处, 观念熏修, 神通变化等一切功德, 经由如是修观, 然后取无果, 以成就, 具解脱, 之阿罗汉。 其所采行之观法, 已存留古人而不令一切皆空, 故称为不坏法。 杂阿罕精卷二, 大制度论卷二十一, 磨合纸观卷九上, 天台四交以及筑卷中, 参阅, 八解脱, 三百零四, P6653。 坏苦, 泛与Faparima Dukat, 巴黎语Faparima Dukat, 为行苦, 坏苦, 苦苦等三苦之一, 又作便亦苦, 对所爱之人或物, 因死亡破坏之变化所生起之苦感, 又生中地, 水, 火, 风等四大互清, 互坏之苦, 亦称坏苦。 此外, 诸可亦之乐受法, 生时未乐, 坏时逼脑生心之苦, 亦称坏苦。 据舍论卷二十二, 瑜伽诗的论卷四十二, 显阳圣教论卷十五, 大乘一章卷三, 参阅, 三苦, 五百九十, P6653。 坏纳, 其义有二, 一, 指坏色所成之那一, 坏色, 范德尔伏, 八达巴, 即必用青, 黄, 赤, 白, 黑等五正色, 而用木兰等染坏之不正色, 那一, 以破碎布片修补逢坠所制成之法一, 坏纳, 即指僧吕之夹杀, 二, 隐身指修行僧, 明觉禅师与陆卷六, 大四七, 七一一上, 因关坏纳秀禅客, 倾苦如兵妇如拨, 参阅, 纳, 3951, 加沙, 4784, P6654。 坏道沙门, 又坐巫道沙门, 为四沙门之一, 沙门, 为出家修道者之通称, 坏道沙门, 指沙门中为犯境界, 染污佛道而无惭愧心之伟善者, 据社论卷十五, 瑜伽师的论卷二十九, 参阅, 四沙门, 1698, P6654。 坏驴车, 指碧驴所驾之坏车, 与法华经中, 大白牛车, 相对称, 天台宗说时圣观法, 为不具足能观之时法, 与所观之时境, 则无其功用, 而以坏驴车比喻之, 指观异力卷下, 大四六, 四五三上, 十圣十境以为正修, 中略, 若无十境, 成则无体, 若无十法, 名坏驴车。 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八, 大班涅盘经书卷二十, 磨合指观卷七下, P6654。 庞居士不媚本来人, 禅宗公暗明, 乃唐代庞居士与马祖道义禅师针对, 不媚本来人, 亦与之机缘对话。 本来人, 只无人本及亲近之自信, 与, 本来身, 本来面目, 同意。 连灯会要卷六, 万序一三六, 二六二下, 居士问马大师云, 不媚本来人, 请师高卓眼, 马祖直下去。 士云, 一种梅贤情, 为师坛的庙, 马祖直上去, 士座里, 祖辩归方丈。 士随后入云, 弄巧成桌。 此公案中, 庞居士问马祖, 若遇不媚本来面目, 则应如何用心, 马祖即已向下看, 附向上看作答, 表示应双眼分明而真心看取。 大会普爵与陆卷八, 批六千六百五十四。 庞居士好学片片, 禅宗公案名。 戏堂代旁居士就眼前所下之雪, 对全蝉客一再及掌激发之故事。 碧言归第四十二则大四八一七九中, 旁居士辞要山, 山命十人蝉客相送。 至门首, 居士指空中雪云, 好雪片片, 部落别处, 时有全蝉客云, 落在十处, 是打一掌。 全云, 居士也不得草草, 是云, 乳嫩称蝉客, 言老子未放如在, 全云, 居士坐深, 是又打一掌, 云, 眼见如芒, 口说如雅。 于此则公案中, 旁居士出云, 好雪片片, 部落别处, 其意盖在探上眼前片片飘落之下雪风光, 全蝉客不明其意, 误以为旁居士意在追问雪片之落处, 亦经嫉妒思量, 遂未, 落在十处。 如是则既不知领受当前好风光, 又以嫉妒妄想横身之劫, 故遭旁居士打一掌。 然全蝉客欲掌由不觉悟, 一句, 居士也不得草草, 才脱口, 又遭旁居士斥以, 言老子未放如在。 随后, 全蝉客又一句, 居士作深, 更显现自始至终皆未能挣脱与俱言权之拘泥, 直令旁居士又打一掌, 并呵味如芒如雅。 盖好雪片片在眼前飘落, 当下仅需尽情领那天地一片潇洒风光, 而不容许丝毫之思便嫉妒, 如全蝉客之字又于落不落别处之于于妄想, 早已对当前好雪片片视而不见, 眼见如芒, 虽能口吐言句, 然意始终缠附于言句之中, 而未能对万法之规去, 法而知自然有真正心领神会之意言半语, 口说如雅, 故意在背极掌由不能体的各中之意去。 P6654 旁居士与鹿, 樊三卷, 唐代旁运传, 于边, 明崇祯十年, 1637, 中刊, 收于万续藏第12灵册, 卷上吉路旁运雨马祖, 石头, 丹霞天然, 普济, 松山, 大梅等人之机缘对话, 显示其空空无相, 无畏无我之心形, 卷中, 卷下为五言, 七言诗及杂句, 多位可资学人生物之归鉴。 P6655 旁运 808, 唐代著名在家产者, 是称旁居士, 旁翁, 衡阳, 湖南, 人, 是代夜如, 独运木内法, 真元, 785, 804, 初年, 参业石头西迁, 颇有领悟, 父爱丹霞天然, 739, 824, 风采, 与之终身未有。 此外, 亦与药山为眼, 其风, 百灵, 松山, 大梅法长, 洛浦, 养山等禅林朔得平平相往来。 一日, 石头问云, 大五一, 二六三中, 子自建老僧以来, 日用事作生, 旁运对曰, 若问日用事, 即无开口处, 并成一计, 莫二俱云, 神通并妙用, 运水即斑柴, 石头燃之, 父问曰, 子已自焉, 宿焉, 对曰, 愿从所目, 遂不替染, 而终其身已在家之身份举阳方外之风。 后至江西参里马祖道一, 问, 不予万法为吕哲试食人, 祖云, 呆乳一口西进西江水, 即向乳道, 旁运于檐下领旨, 顿雾玄机, 乃留住两年。 其后, 以积便迅捷, 为诸方所瞩目。 圆和, 806、 820, 年间, 北游襄阳, 因爱其风土, 遂以周省其资财于江, 携其妻, 子公根于陆门山下。 仿道者日志, 所谈皆姬风雨, 其妻, 子君因之彻物。 圆和三年末, 亦说圆和十年, 或为太和年间。 后世欲称为襄阳旁, 旁大士, 东土为摩, 与梁代之父大士并称。 以有旁居士与陆, 系其生前好友节度史于所编, 该书于历代禅陵颇受众事, 如五代之祖堂籍, 宋出之宗靖陆, 景德传登陆等阶层引用部分内容。 现存本位名崇祯十年, 1637, 所重新勘行者, 共分三卷。 又旁运于入祭之际, 令其女灵照出世十日之早晚, 灵照回报, 大五一, 二六三下, 日以终以, 而有时也, 旁运乃出户观看, 灵照随即登附作和长作王。 旁运校约, 我女封皆已, 遂更延期日入祭。 此一祭时, 宰于祖堂籍卷十五, 景德传登陆卷八等诸禅集中, 其所表现之独特激风与寝开笑谈之间作脱立王之禅境, 与其他禅灵中之同类故事, 共为传颂千古之美谈。 佛祖纲目卷三十二, 居士传卷十七, 碧言录第四十二则, 年八方诸玉集卷上, 批六千六百五十五。 庐山, 位于江西九江, 北以长江, 东接颇阳湖。 又称荒山, 南张山, 南康山, 匡卢, 卢富, 府山, 靖卢山。 相传皇帝曾有旨于此, 故又称三天子兜, 三天子章。 又传殷商, 或周代, 之义, 有匡俗者, 于山中节卢隐期修仙道, 后宇化而去, 仅存空卢, 自此岁有卢山之名。 山中有五老, 湘卢, 汉阳, 白云, 双剑等树石峰, 康王, 七贤, 虎兮等古, 白云, 莲华等洞, 班落, 帆金, 文书等台, 处处其岩悬崖, 弹剑瀑布, 古来及以盛景闻名天下。 东汉阳, 东汉陵帝时, 安市高长游此山, 其后, 僧众来此者颇多。 东晋太原, 376, 396, 初年, 到安之门人会永来山, 于香谷建西陵寺。 十一年, 慧阳应慧永之请, 来山建东陵寺, 世称东陵, 西陵二四位庐山之二陵。 十五年建班落台金, 安, 阿弥陀佛像, 与道俗百十余人, 共结, 白连社, 作为土教修行之根本道场, 提倡念佛法门。 自此, 来山之僧俗义众, 乃逐建成为我国境土教之以。 慧阳又寡被招景西域阿门前, 来从事佛典翻译, 或使父西域囚经。 儒森加提婆曾来此山洪法译经, 译出阿皮谈心论, 三法度论等, 佛拔陀罗与此译杂摩, 波罗禅经等, 佛陀耶舍应至此。 四方前来参集之众多达三千, 庐山不仅成为当时南的佛典翻译之大道场, 更未为佛教一大忠心。 其后环玄进佛他生, 独有此山得以显于南。 余当时, 除修道之世外, 如陶渊明、 雷次宗等一代明世意宴离世乱, 纷纷顿居此山。 余大书法家王熙之意于山中建归宗寺, 迎请佛陀耶舍住之。 慧远世纪后, 道主蒙白莲社。 谈身于大丰山之南创建大临寺, 法纪于玉鸾丰之东北创设祠云院, 竹林寺。 慧安住于临云寺, 谈亦, 慧庆居止于汉阳丰庐庐山寺。 隆安年间, 397、401, 道申来此七尹, 曾于刘宋元家七年, 430, 宣讲涅槃经, 其后且是寄于此山。 15年, 僧于、 谭温、 慧光等同入山之南岭创建招影寺、 招提寺。 南起永明十年, 492, 森景创建香炉丰寺。 至良代, 法规于纸笔丰创建丰顶寺。 太清年间, 547、 549, 法规宣讲经光明经后, 于东陵寺之南建立戒坛, 成为江南三戒坛之一。 随开皇年间, 581、600, 天台宗至以大师两度来山开讲, 文法者多达五千人。 齐门人大致于甘露丰之南建静官道场, 又于弗林寺修头驼行。 同一时期, 道姓铸西大林寺, 至凯七指西林寺二十余年, 至立宣讲法华、 涅槃、 石宋律等。 至唐代, 静土宗高森战岛本来山寻访会远之遗迹, 至顺于山中讲官无量寿经。 玄宗时, 曾赤建会永之塔庙于山中。 永泰元年, 七百六十五, 法诏入山节, 西方道场。 大历年间, 七百六十六, 七百七十九, 神凑于东陵寺洪传律学, 法葬于五老封建构道场, 礼白一场游山赴诗。 圆和二年, 八百零七, 白居易于一爱寺附近节草堂。 保利年间, 八百二十五, 八百二十六, 四十里伯建白鹿洞书院。 马祖道一支弟子至常来住, 常随之众数百人, 大红禅风。 为九级御惠昌法南, 至大中六年, 八百五十二, 薛宗斥令复兴东陵寺。 五代之计, 行音于七贤寺洪法。 南唐时, 礼中主于东南路创建开仙寺, 礼后主又于西路迎建元通寺。 宋庆历年间, 一千零四十一, 一千零四十八, 居那柱于元通寺, 与欧阳修等人共结, 清松社, 新龙禅法, 门下号称三千。 元丰二年, 一千零七十九, 神宗赤改东陵寺位, 东陵太平新国禅院, 黄龙汇南之地子常总奉赤入东陵寺, 大红教化, 事称东陵常总。 绍兽兴十七年, 一千一百四十七, 法道于太平寺仲客大宋僧十月。 元至大年间, 一千三百零八, 一千三百一十一, 普渡驻于东陵寺, 边传卢山莲宗宝建, 弘阳净土教义。 明万历七年, 一千五百七十九, 仁静, 至联合历盈购迁佛寺。 四十二年, 德清于五乳丰创建法云寺, 并于寺中著述。 清代乙将, 佛寺见次衰退。 至民国十三年, 一千九百二十四, 曾于山中召开世界佛教大会。 庐山于集圣时期, 寺院多达数百, 经景存东陵、 西陵、 归宗、 开仙、 元通、 天池等八十余四集六角砖塔, 五重小石塔, 慧远之塔院, 六角石造古坟等圣祭。 初三藏祭集卷二、 卷十、 卷十三至十五, 梁高森传卷六, 庐山祭, 东陵十八高贤传, 庐山联宗宝剑卷一、 卷四, 古经图书集成山川点第一三七至一四四, P6656。 庐山十八贤, 又座联社十八贤。 东晋太原十五年, 三百九十, 会远至江西庐山东陵四创白联社, 与道俗一百二十三人共修念佛, 后世称其中十八人为庐山十八贤, 即, 慧远、 慧永、 慧池、 道身、 谭顺、 慧瑞、 谭恒、 道炳、 谭身、 道静、 佛陀耶舍、 佛陀拔陀罗、 刘怡明、 张也、 周旭之、 张全、 宗炳、 雷次宗等。 有关十八贤之传记, 最先记载于连设高贤传一卷, 该传经收录于至盘之佛祖统计卷二十六, 净土力教制, 清朝王摩增修, 捍卫从书, 之记, 义将之编入其中, 然此传并非成书于近代之古书, 而此所谓十八之术或细受到唐宋时代流行的十八罗汉之说所影响。 又庐山曾建有十八贤祠堂, 经已废绝。 批六千六百五十八。 庐山一, 为日本净土宗所用之法一。 以其柳条系而长, 故又称为一系。 此衣为安陀会, 及五条衣, 之便行, 于行脚, 坐雾时穿着, 由左肩斜下而垂挂于右膝下。 相传系日森便长之弟子元兴, 或续连设成员, 来送, 而从庐山传回者。 批六千六百五十八。 庐山流, 为我国净土教三流之一。 即东竟会远于卢山捷白连社所洪传之净土教派。 右座会远流, 白连社念佛门。 会远于校五帝太元年间, 三百七十六, 三百九十六, 入庐山, 先后开创龙泉寺, 东陵寺, 班若台积舍等, 建立念佛道场, 并于道场前决连池, 内之白连花, 与志同道合者一百二十三人约蒙结社, 此即庐山白连社。 其成员多位一时世门之龙像与文坛之贤俊, 如慧池, 道生, 谭顺, 佛陀拔陀罗, 刘怡明, 雷次宗等。 其中, 刘怡明座, 西方发愿文, 王乔之座, 念佛三昧师, 慧远座, 念佛三昧师序, 等, 皆可窥之结社之之之去。 要知, 白连社乃基于念佛以其往生净土之信念, 而行作禅观念之, 观佛三昧, 法。 慧远之念佛三昧师序, 大四七, 一六六上, 幼珠三昧, 其名胜众, 功高义敬, 念佛未先。 卢山流念佛们对后世净土教之影响极大, 如唐代法诏于大历四年, 七百六十九, 在恒州湖东寺建立, 念佛道场, 宋代审常于纯化年间, 九百九十, 九百九十四, 在前唐朝庆愿节, 进行社, 宗泽于远幼年间, 一千零八十六, 一千零九十三, 在珍州掌卢寺建立, 莲华盛会, 南宋道称于绍兴年间, 一千一百三十一, 一千一百六十二, 成立, 净土戏念道场会, 凡此, 皆细青木卢山一丰, 而建立道俗共修之净土道场。 日本之净土门义深受影响, 早于元代延幼三年, 一千三百一十六, 日森成员来华, 至卢山里叶普渡, 数年后归国义仿校其风, 结设念佛, 此后卢山流之念佛门义流传于日本佛教界。 卢山流之教化对象, 多位高视或影者, 教学态度常以知识一解为目标, 将弥陀净土视为应土, 而认为凡夫仅能往生, 视净土, 无法治, 相净土, 或, 真净土。 其莫流碎沦为学理上尖色玄奥之产论, 缺乏平民性与超越性之宗教特色。 卢山联宗宝剑卷一, 卷四, 乐邦文类卷二, P6658。 卢山记, 樊武卷, 宋代陈顺于者, 书成于西宁五年, 1072, 收于大镇藏第51册, 本书系有关卢山白联社之净土教及著名产品, 蝉寺, 道观之地制。 其中, 卷一, 卷二位旭山水片, 旭山北片, 旭山南片, 引用古记录说明地理形式, 名圣旧记, 蝉寺等, 卷三位山形一览及十八贤船, 标示里程, 并记载东近惠远, 雷次宗等十八人之略传, 为后世说惠远等十八贤者立白联社洪传, 净土信仰之主要根据, 卷四位古人留题篇, 及记文人默刻有关词的知诗文, 卷五则收集古人提名及有关卢山之悲文目录。 卢山莲宗宝剑, 直卷, 约代普渡边, 又称卢山幽坦宝剑, 卢山莲宗宝剑念佛正音, 念佛宝剑, 联宗宝剑,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南宋子自称, 及白联宗魏宗敬山会员白联社念佛之正系, 本书及依其教旨, 编辑有关念佛三昧之经说, 史传等。 盖当时自称联宗者大多违背原祖会员之本义, 亦不误开祖子源之本职, 作者乃广经书书善言, 于人成大德年, 一千三百零五, 编辰本书, 至五宗至大元年, 一千三百零八, 白联宗遭境, 普渡绝迹复兴, 乃奉敬本书, 黄庆元年, 一千三百一十二, 此书的安行于天下, 足见其白联宗之重要性。 本书凡分十篇, 一卷一篇, 即念佛正音, 念佛正教, 念佛正宗, 念佛正派, 念佛正信, 念佛正行, 念佛正愿, 念佛往生正觉, 念佛正报, 念佛正论。 为叙述白联宗宗义最详尽之资料。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卷四, 大清三藏圣教目录卷五, 原始卷二十二, P5559。 卢西多河, 范明柔一, 巴黎明同, 右座卢西河。 流金世家族, 巴萨克, 宇居立族, 巴KOIYA, 兼之河流, 长引起两族兼之水珍。 据法巨经著, 巴黎摩托的A-Hackers, Pages 250, 255, 在, 一下发生水珍, 导致流血惨事, 其实是遵作于河之上空说法, 使平息两族之珍。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破森氏卷三, P6660。 卢陵米架, 禅宗公暗明, 右座青园米架。 据景德传登陆卷五载, 有一僧问六祖会能知法四青园行丝禅师, 大五一, 二四零下, 如何是佛法大义, 青园行丝达到, 卢陵米, 做米架。 盖卢陵位于江西省, 乃著名之两米产地, 此则公暗, 青园行丝不针对森所问之, 佛法大义, 作答, 而另行提出, 卢陵米架, 其意盖位佛法原本即是自己直接体悟之问题, 既不宜向外持求, 更不应语以抽象化, 观念化, 未必免学人产生此类抽象化, 观念化之谬思, 岁特意以十足表现实际生活意味之, 卢陵米架, 来显示, 生活及势力, 之佛法精神。 九之, 卢陵米架, 或, 青园米架, 亦与岁成为禅门中用以表示佛法不离实际生活之惯用语。 从荣录第五则, P6660, 怀育, 742, 唐代净土宗僧, 丹丘, 浙江陵海, 人, 俗性高, 驻台州, 浙江陵海, 永泉寺, 直持律法, 明洁悄然, 诵弥陀经三十万遍, 日念佛号五万身。 天宝元年六月九日于梦中见西方圣像, 济之命中, 书济云, 万序一三五, 一一七上, 清净皎节无成垢, 上品连台为父母, 我修道来今时节, 出世言福厌重苦, 一生苦行超时节, 永离缩婆归净土, 岁世, 俊太守断怀然作季后葬之, 净土圣贤陆卷二, 二唐代森, 并周, 山西太原, 人, 俗性许, 生足年不祥, 戒节严俊, 以剑寺, 造相, 写经畏物, 大历年间, 七百六十六, 七百七十九, 驻太原重福寺, 于四侧增建净土院, 帝赤卫冠顶到厂主, 试寿六十三, 批六千六百六十, 怀吐, 宜饭于英, 月亮之一称, 印度民间俗性月中有兔, 故以怀吐称之, 一大唐西玉记卷七婆罗斯国条载, 传说此乃佛之本身谈, 为佛于过去世修菩萨行时, 卫兔, 与胡, 等住于林中, 其时, 帝氏欲宴其菩萨行, 化为老者, 求食于三首, 狐碎盐水冰衔仙礼, 亦于林中采一花果, 供其食用, 唯兔空返, 无可馈者, 遂自投火中, 以生公养, 帝氏感念其心, 乃收其遗孩, 记之月轮, 犹氏, 遂有月中怀吐之说, 二于英明论中, 未表示世间相为之过, 即不居事时如何, 与常世相为而立宗法, 乃戒之为其宗, 命题, 法, 如英明入正理论, 大三二, 一一中, 世间相为者, 如说怀吐飞跃, 批六千六百六十, 怀姓, 一千两百八十, 一千三百五十七, 元代灵纪宗森, 浙江凤化人, 俗姓江, 浩福忠, 十五岁依法华怨子私出家, 受巨族借于五台山, 为天同山竹西庙坦之法寺, 并从云外云秀沿袭藏经, 太定三年, 一千三百二十六, 任明周观音寺住持, 为九一普陀寺, 长池一行起于五楚之间, 正南王, 宣让王皆问道于师, 并归一之, 又于姑苏构其时, 见五层多宝塔, 高九丈六尺, 受赐, 广汇妙物至宝宏教禅师, 好。 顺帝至正二年, 一千三百四十二, 千驻中天竹寺, 后宜驻天同山及江苏龙祥及庆寺, 至正十七年世纪, 世寿七十八, 宋连卫传塔名, 班若新经驻, 曾絮传登陆卷六, 南宋元明森宝传卷十, 宋学士集卷五塔名, P6661, 怀胎玉, 据出药精卷十五粒养品下载, 吊达比丘染者势力, 以其神通, 受阿蛇世王太子之供养, 世尊遂以此警戒诸比丘, 并以巴椒、竹、 芦苇、 罗四世, 辟欲世以贪而自丧。 盖巴椒、竹、 芦苇三物, 本位为翠之物, 若开花生时, 玄疾枯死, 而罗若怀任, 则母子俱丧, 以知比喻人生无常, 翠若而不坚实, 若更求名闻力养, 则自献于罪, 同时亦害他人。 P6661 怀迪、 唐代森 循州、 广东会阳东北、 人 身足年不祥 出驻罗浮山南楼寺, 博通内外典籍, 并就范森学范文。 神龙二年, 706, 菩提刘至一宝基金时, 奉赵入金正义。 后于广府与一范森义出大佛鼎如来命, 修正了一株菩萨万行首人严经十卷, 此乃具开源是教路卷九等所在, 然大佛鼎首人严经孔悲义自范文本, 近代学者或以之为伟经, 故有关怀敌之正义, 人戏存疑之说。 宋高森传卷二, 续古经义经图记, 真元心定是教目录卷十四, 参阅, 大佛鼎首人严经, 七百八十九, 批六千六百六十一。 淮海, 七百二十, 八百一十四, 当代禅宗高森, 我国禅宗从林清归之定者。 福州常乐, 福建, 人, 俗姓王, 义说姓黄。 以诗之后半身皆住于红州百丈山, 江西凤星, 故事称百丈禅诗。 从朝阳西山, 广东朝安, 会照禅师落法, 依恒山法朝律师受据足解。 后至如江, 安徽, 扶查四月葬。 于大力初年, 七百六十六, 请, 文马祖道一禅师在南康, 位于江西, 树立南禅法状, 施岁前往头其坐下。 据百丈淮海禅诗与陆载, 一日, 师随马祖出行, 途中见一群野鸭飞过, 马祖问, 万序一一九, 四零九下, 士圣, 师答, 野鸭子, 马祖再问, 神处去野, 师答, 飞过去野, 马祖乃拧失之鼻, 师父痛之身。 马祖道, 幼道非过去野, 施于言下开悟。 以得马祖大鸡待用之禅, 遂似其法。 马祖世纪后, 受众之请, 于百丈山开堂说法, 高畅南宗之旨。 其最大之贡献, 在柔和大小陈律, 制定禅门仪归, 即百丈清归。 为禅宗首创法制。 祖堂集卷十四载其风范, 为师平生苦劫高行, 凡日常作物必先于众, 主侍者不忍, 密收其作句而请席焉, 师以, 吾吾得, 焉可劳于人, 而聚之, 并便求作句, 既不惑而亦忘时, 故从灵友, 一日不作, 一日不识, 之家话。 师至晚年, 犹勤劳不惜。 其俗帝臣许书塔明, 大四八, 一一五六下, 形同于众故, 门人利益弊等其兼劳, 愿倾两望故, 契一旧礼, 咸于一贯故, 朴寿来学。 常以三生无助, 万行皆空, 邪正并捐, 原流其敏, 用词教旨, 作人表示。 又常教大众平等从事作物, 亦以平等心设寿门徒, 故天下俊秀其极门下。 杰出者有黄渤西运, 维山林佑, 百丈法阵, 西院大安, 大慈还中等, 其中, 黄渤门下出灵记一玄, 开灵记宗。 维山门下出养山会记, 创为养宗。 关于诗之语录, 据陈许塔明, 大四八, 一一五七上, 门人神行范云杰即为言, 转成语本, 凡经学者, 不见门御, 奉以为师法焉。 出明月灵矮律师, 一川教宗, 三学归仰, 常以佛性有无, 想封发问, 大师御书以示之, 经语于本并流于后学。 祖堂及一载师有语录行事。 可知当时门人编辑语录一事, 当属实情。 现存之百丈语录有百丈怀海禅师语要二卷, 百丈怀海禅师语录一卷, 百丈怀海禅师广录一卷, 收在续藏第一一九册四家语录之卷二, 卷三即古尊宿语录卷一, 又天圣广登录卷八, 卷九, 载有诗之全部语录。 此等语录与祖堂即卷十四, 仅得传登录卷六百丈章, 即宗敬录卷九十八之语格观, 当可得见百丈语录之全貌。 禅宗语录, 最古者为六祖坛经与神会语录, 其次为马祖语百丈之语录。 关于诗之公案, 要著名者, 除前隐, 野鸭子, 案外, 另有独座大雄风, 并阙咽喉, 百丈野狐, 卷席, 再参马祖等数则。 至于杖之纪年, 通常以元和元年为诸传一致之说。 为臣许塔铭记其年寿为六十六, 此与宋高僧传卷十, 景德传登录卷六, 天圣广登录卷八所记之, 春秋九十五, 不一致。 诗世纪后, 长庆元年, 八百二十一, 世号位, 大智禅师, 塔明, 大圣宝伦。 北宋大观元年, 一千一百零七, 追世, 绝兆禅师, 元顺帝元统三年, 一千三百三十五, 家世, 红宗庙行禅师。 碧言录第二十六则, 第五十三则, 第七十则, 第七十一则, 无门关第二则, 批六千六百六十一。 怀特尼, Widney, William White, 一千八百二十七, 一千八百九十四, 美国语言学者, 梵语学者。 常学梵语于耶鲁大学, 后游学欧洲, 施氏鲁斯, WR。 RUF, 归国任教母校, 受泛文, 印欧比较语言学。 1869年, 任美国语言学协会首任会长, 于泛语文法书, Sanskrit Grammar, 一千八百七十九, 做文法上之历史叙述。 1884年, 任美国东方学协会会长, 致力于美国东方学之研究, 世卫印度费陀学研究之先驱, 自1855年, 凡十年间完成英译阿塔婆费陀, 范阿瑟·巴佛佳, 另有语言学论著多种, 并常主编世纪大词典, Century Dictionary, 一千八百八十九, 一千八百九十一, 增定为是词典 Webster's Dictionary 其他著作有 Language and Its Study 1867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1875 P6663 怀素 1634 707 唐代律森 京兆 陕西西安 人 俗姓范 自幼聪明 气度宽大 十二岁李玄藏出家 专程经论 授戒后 从道宣习四分律形式超 其后 又转入法力之地子道成门下 学四分律书 九知 凯探古人之意未能尽善 乃转述四分律开宗计二十卷 纠旦古书之过 总结为十六师 而别立一家之说 十人称为新书 以别于法力之四分律书 自是 师所立之新说 乃称东塔律宗 而与法力之相布宗 道宣之南山宗顶足 并称律学三大宗 初驻长安宏祭寺 上元三年 六百七十六 奉赵驻西太元寺 夫席红产 学众云集 后于锦隆元年入祭 世寿七十四 这有句舍论书 一教经书 四分比丘界本书 森杰摩 尼杰摩等数种 宋高森传卷十四 大唐真元旭开元 是教路卷中 诸宗章书 路卷一 卷二 二 七百三十七 唐代森 书法家 长沙 湖南 人 俗姓前 自葬真 又喜读佛书 于霞则好比汉 家平五指可书 乃一八交叶 七盘等物辉豪 先后从欧阳巡 巫童 张旭等习书法 后又复及西游 旅夜当代名士 得见古代书汉一编 绝简 于大历年间 完成字续帖 千金帖 圣母帖 藏真帖 绿宫帖 石余帖 苦筍帖等 所书帖既流传于是 人称归宝 诗秦信书放 不拘细行 罪事饮酒 美罪 则于四弊 礼强 器敏等处指笔狂徽 善于草书 由以狂草出名 自称生德草圣三昧 以其笔法系成张旭 故事称颠张狂肃 诗并有草书四十二章经传世 京湖南陵陵县永州镇律天安遗址附近 有清代摩克怀素千字文石碑一块 附近并有墨池 笔种等 其促年不祥 景之唐真元十五年 七百九十九 尚存 十年六十三 全唐文卷四三三 太平广纪卷二零八 森怀素传 陆宇 逝世一年陆卷四 P6663 怀问 北宋入竹森 籍贯 生族年君不祥 据景佑新修法宝陆卷十六至十八载 诗于天玺元年 一千零一十七十月天圣元年一千零二十三 真月明道元年一千零三十二 真月三度复天竺协回梵经佛古舍利念珠菩提叶等 仁宗并四号显教大师 诗二游天竺时常为真宗皇帝建圣塔于佛陀家耶金刚作册 三游十赴增建二塔 并捐克真宗圣教续 皇太后发愿文 仁宗玉至三宝赞等 仁宗曾照命一经论文书密副使兵部侍郎夏颂 为传怀问三亿西天中印度摩加陀国记 其后世纪不祥 印度古佛国游记 李俊成 Cunningham Mahbodi I Shavon Le Inscription String was the body K.P.6664 怀生 1077-1132 宋代云门宗森 寿春府 安徽 六安人 俗姓夏 自辞寿 世称辞寿禅师 十四岁替法 崇宁 1102-1106 初 叶长卢崇信于家和 浙江嘉兴 滋圣寺 并寺其法 后崇信移驻江苏常卢寺 命师为首座 正和三年 1113 应移甄俊守之请 驻姿福寺 学吕森众云集 后朝廷改姿福寺 为神霄宫 遂往蒋山 驻于西安 其后奉赤驻于江苏郊山 洛阳慧零寺 靖康世起 诗二度请辞 乃经天台喜于林影 再入蒋山 数月后退居洞亭之包山 复应王室之请 为原决第一祖 高宗绍兴二年世纪 世寿五十六 法拉三十六 有词寿生和尚广路四卷行事 加泰普登路卷九 五灯会员卷十六 续传灯路卷十八 批六千六百六十四 怀孕 一六百四十 七百零一 唐代净土宗僧 高宗时 求天下贤能 于总章元年 六百六十八 梦见师 乃将赵赵请 师顾辞 请出家 于西明寺替法 魏九 入十祭寺善导之门 旧学十余年 岁臣真诚父主 与怀感聚为善导之高族 善导入祭 师收其遗骨 注目于神和元 并与其旁造一家兰 后称相祭寺 则天武后永昌元年 六百八十九 师奉赤魏十祭寺主 广劝有缘 渐进土堂 父纪怀感之志 完成 世净土群一论 大族元年十月入祭 世寿六十二 神龙元年 七百零五 世世 龙产大法师 世净土群一论序 金石翠边卷八十六 龙产大法师 悲鸣 二 七百五十四 八百一十五 唐代禅僧 幼座怀徽 全州人 俗姓谢 真元元年 七百八十五 李马祖道一得其心药 后隐于祖霞山 玉居济州 山东 陵延寺 定州 河北 百延寺 又于中条山大开产法 元和三年 八百零八 赤柱长安 张静寺 皮卤遮纳院 并常入大内 居于上座 元和十年世纪 世寿六十二 赤士 大绝禅师 后又追士 大宣教禅师 景德传登陆卷七 宋高僧传卷十 三五代禅僧 魏曹洞宗第三代祖师 身足年 集冠军不祥 四法于云居 道英禅师 魏清元六世之法系 居庐山归宗寺 附驻百丈山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 连登会要卷二十五 P6664 怀感 唐代净土宗僧 真足 集军不祥 出居长安福寺 学为识与戒律 博通经典 而于净土念佛之意未能生性 后夜善导 恕其一意 善导乃生其免之 师岁入道 精情念佛 于三七日后 魏见灵魏 自恨罪障身重 欲识而死 魏善导所足 师父精臣念佛 三年后感的灵验 寂见金色欲豪 附证念佛三昧 乃传世净土群 一润亦然 书未经而世纪 由同门怀孕完成旗志 后世之净土行者 美奉师之经前感佛未归也 宋高僧传卷六 净土圣贤路卷二 佛祖统计卷二十七 P6665 怀灵魏 幼子有情 油颜寒时 即怀抱临时之矣 大唐西域继续 大五一 八六七中 穷一方宰之广 运时怀灵之矣 参阅 有情 2441 P6665 攀圆 范语Lambona 攀取圆律之意 指心执着于某一对象之作用 众生之妄想圆取三界诸法 此乃一切烦恼之根源 盖凡夫之人 妄想为动机攀圆诸法 妄想既有所攀圆 则善恶已分 善恶即分 则增爱并斥 由是内凡重结 外生万极 此皆攀圆作用所致者 为摩金卷中问极品 大佛顶首能言金卷 仪摩赫止观卷五上 P6665 攀诀 攀圆觉之之意 为散乱之心于外境攀圆觉之 摩赫止观卷五上 大四六 五七下 攀绝流动 皆从旺生 如炫火轮 绰手则息 红波谷怒 风静则沉静 参阅 攀圆 6665 P6666 旷户 旷戒 乃九远之意 节 范靠帕 乃古代印度表示 极大时限之时间单位 为九远之时期 极无穷尽之彼时 碧炎路第一则 大四八 一四零下 心有也 旷截而至凡夫 心无也 刹那而登妙诀 P6666 旷野城 乃位于古印度摩杰陀与焦萨罗二国间之大臣 据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卷四十七载 笔触原为大旷野 有五百群贼常杀害商旅 故两界之行人绝迹 时影圣王文之 即命大将消灭群贼 群贼哀求请活 大将此心悲悯 乃于两界中间住一心臣 总及诸人共住 是为此臣之由来 摩赫森纸绿卷十三 四分绿卷三 P6666 旷野神 泛名Avica或Avaca 英译阿扎薄巨 阿扎婆居 又作旷野鬼神 旷野鬼 旷野夜叉 灵人 灵柱之意 为十六要夜叉神之意 佛教历来修施实法 即以实物施与此神 在中国 渔门上画其形象 宫石祭祀 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五载 佛陀佛陀 佛陀在世时 此鬼神 驻于旷野聚落 多时众生 后虽受佛陀降福教化 然有养血肉存活 故佛至界随有佛法修行者之处 西当师比饮食 观佛三昧海经树其形象 为此鬼神 有一颈六头六面 西头有两面 全身身毛 壮如建筑 奋身设人 张眼艳赤 写出留下 又秦家河之北纳 罗延天词之东 三十余里 有一塔 即佛陀 习识详 降福旷野鬼神之遗迹 师诸恶鬼饮食积水法纪 大二一 四六六下 所有国土 一切恶鬼 先王九远 山川地主 乃至旷野 诸鬼神等 请来及此 我经悲鸣 普诗如实 又此鬼神已受降福 密放乃以之为消除恶寿 水火 刀兵等丈男 即正护国土与众生之善神 日本台密颇众是此尊 美于修正护国家之密法时 以之为主尊 称为大元帅明王 其修法称为大元帅法 金光明最圣王经卷九 观佛三昧海经卷二 大唐西玉记卷七 P66666 银庙 1891 1973 福建金门人 俗姓林 法号悟心 民国十八年 1929 一台北元爵四爵进法师出家 一年任住持 27年变卖私产 购地建寺取名词善堂 34年改名为安国寺 于45年赴台北观英山林云禅寺寿 寿巨族解 生前世相平凡 但博名利 赌上成修 62年世纪 世寿83 为台湾第三位肉身菩萨 P66666 瑟加罗 梵与开夸 巴利与卡卡 又做卓杰罗 卓加罗 卓加婆罗 为金刚 兼顾 轮铁等意 例如 梵与之开夸非 乃至铁为山 又如人 严金卷三 大一九 一一九中 瑟加罗心无动转 其瑟加罗一词 乃精进 坚固之意 又瑟加罗眼 为金刚眼 坚固眼 即指明定正邪 辨别得失之眼 碧言录第九则 颂谷 惠灵 英译卷 四十二 玄印 英译卷 二十三 P6667 独子部 泛名 PTS Pudraway 巴利名 Fajji Putaka 为小乘 二十部之一 英译 巴斯福 底里语部 巴斯福 多罗部 婆挫 有关此部之分派 诸说不同 一亿部宗伦论载 此部系于佛陀入灭后三百年 自说一切有部所分出者 设立符问经及南传导使等 则位于上座部分出 又南传佛教为其分裂年代在佛陀入灭后二百年中 其部名语部主 三论玄一举真 第三藏之说 位有名位 可助 知古先人 其后亦有可助子阿罗汉者 经词部为其弟子所唱 故称可助子弟子部 一部宗伦论述记则别出有关读子名称之传说 以前说为非 为上谷有一仙人 贪欲莫恶 染母牛而生子 自后仙种皆言独子 为婆罗门之遗性 佛事时有独子外道 归佛出家 其后门徒相传不绝 分布之后 即称独子部 又据舍论光纪卷三十亿 以此部主为佛事时独子外道之党徒 盖可助子 独子两者之义与相义 系由于泛因不同所致 其长因言 可助 短因则云 独 若据称有之泛文 据舍论书 翻译名义大吉等所在此部之泛名 则 可助 之义与未谬误 独子时未正确一名 另据日本学者赤爪至善研究 此部诸诗为十六大国中法错国 范法萨 之比丘 故此部之泛名作法 普特里 亦为法错之弟子 又此部之八立名法吉 普特卡 或系由法萨 与第二次经典节及十之八旗 八法吉 混同而成者 依真帝之说 此部属于舍利福之法系 为舍利福座阿皮谈论 其弟子罗罗大红其说 可助子父阐述罗罗之说 其教义系将一切事物分为过去 未来 现在 无谓 不可说等五藏 以为君属时有 特别主张有普特加罗 我 称之为不可说 以此普特加罗与五运不及不离 非即非离运 实则承认有生死轮回之主体 历来多有破斥普特加罗时 有说者 贬位依附佛法之外道 然后是佛教发达 大臣教义力如来藏者 与此普特加罗思想不无关系 另据一部宗伦论载 而后自此部更分出法上 贤咒 正亮 密林山四部 其分派之原因乃源于 对一计之解释产生意义 此计位 大四九 一六下 以解脱更多 堕油贪腹海 或安喜所乐 随月行至乐 文书施力问经卷下分布品 大皮婆沙论卷二 卷十一 大制度论卷二 卷十 不值一论 十八部论 中论卷二 初三藏记及卷三 成为十论数记卷一 参阅 小乘二十部 九百二十八 印度佛教 两千两百一十五 批六千六百六十七 独牛前生 南泉 围山等禅宗宗将 皆严 老森百年后 成一头水骨牛去 盖骨牛未聘牛 或只去世之母牛 借以讽刺今日之禅师 乃独牛之前生而已 尚不能喂独牛 批六千六百六十八 受主外道派 泛名P.Yupita 印度教师婆派之一 广义而言 未别于师婆西潭派 泛Iva 而专指崇拜师婆 为受主之宗派 狭义而言 只成立于八世纪以前 古称大自在天 泛M.Hivara 外道之教派 该派主张主宰神 师婆 为动力因 泛K.R.A.A. 受之个人我及自然世界为其结果 泛A.Hivara 于此大物下 勤修瑜伽 履行诸种义务 遵守规定 依之解脱现世生存之苦 及此派之根本宗旨 P.6668 穷南交 一千零八十六 西藏佛教家耳居派分之乡 八家耳居之创始者 穷波 乃家族姓氏 南交 异议于家师 故又称穷波于家师 又习棒 父学宁马派大圆满法 曾七度复应学法 回藏后从家当派高森朗日 唐八寿比丘姐 驻盆玉觉波山 剑四红法 故于后藏乡的 西藏南木林剑四传法 涉受弟子八万余人 应称乡八家耳居 其所教授之法 皆从印度传来 故别成一派 第六 旧百六十八 半香 香之形状 四瓜半 故称半香 一集一片一柱之香 又做一半香 香一半 赤修百丈青龟卷一大四八 一一一五中 净下土之净分 雍至半香之臣 P6668 吃 饭于Moha MHA 又做吃 于吃之意 为心所 心之作用 知名 为于昧无知 不明事理之精神作用 据舍宗是为大烦恼的法之一 为时宗则是为烦恼为心所之一 与 无明 无智 同 为三不善根 三种根本恶德 一集三毒 三火 之一 六根本烦恼之一 十随眠之一 为一切烦恼之所依 三界系中 于四地集修道中断之 据于家师的论卷八十六载 吃有无智 无见 非现观 昏昧 愚痴 无明 黑暗等一名 又同论卷五十五位 随烦恼中 腹 狂 产 婚审 妄念 散乱 不正之等 皆以吃之一分为体 成为十论卷六位 诸烦恼之身 其必犹吃 故吃必定与其余九根本烦恼相应 反之 若心处于非吃之状态 或与吃相反之精神作用 称为无吃 乃三善根之一 据舍宗不以其为独立之心所 为食宗则以为善心所之一 成为十论卷九位菩萨之时的 以及佛的 各有其应断之二种鱼吃 何为二十二种鱼吃 又称二十二鱼 长阿寒卷一大本经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五 顺正理论卷十一 巨舍论卷二十一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八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六 巨舍论光记卷四 参阅 无明 五千零九十四 P六千六百六十八 吃水 于吃之烦恼 譬如浊水 故称吃水 反之 清净之智慧 譬如清水 称为智水 冷言经卷八 大一九 一四三下 十方一切如来色目我慢 明影吃水 菩萨见慢 如必俱逆 P六千六百六十九 吃定 据观音玄意卷上载 仅有禅定而无智慧 称为吃定 反之 仅有智慧而无禅定力 则称为狂慧 吃定之行者 犹如芒而骑虾马 于定中美有堕坑落欠之险 P六千六百六十九 吃禅 易于吃禅之义 又做吃事 乃吃禅者但是默然空坐 心地未开之禅定 禅圆诸全集都蓄卷上一 大四八 三九九下 清潭水底影像昭昭 起彼夫空守末之痴禅 但询闻之狂慧者 二南宋云门宗森圆庙之法号 参阅 圆庙 一千两百二十五 P六千六百六十九 稳密田地 未远离一切差别 相对 入于平等一如 安稳亲密之禁地 及大悟者之禁地 信心明夜糖水卷上 P六千六百六十九 神床 范语 PHA 八粒语童 比丘十八悟之一 右座座床 坐禅床 交椅 胡床 交床 为神智之作剧 以子 比丘坐卧用之 佛世时即为僧众所用之剧 巨石颂绿卷三十九载 给孤独长者曾以赤诸图五百神床之脚 施与指环之僧 幼禅陵像器兼隐郎带罪边位 中国古时皆席地而坐 为常有义 致敬带乃有神床 及上玛礁床之类 在印度多位常方形 坐 卧两用 中国 日本多称为椅子 四分绿卷五十 四分绿比丘戒本 参阅 床 三千四百四十九 P六千六百六十九 会佛诗 日本佛教美术用语 又座会诗 会画师 会画师 佛画师 平安终其已将 对佛画专家之称谓 据出力超卷上载 会佛师之列入森纲 始于后冷泉天皇至历四年 一千零六十八 有会佛师教禅 与法臣四会百二十亿尊佛像 得后冷泉天皇之赏赐 乃续入森纲 任法乔之职 会佛师所画者多以寺院为主 兼毅描绘世俗化 以定理 教禅 原心 赖源等人为罪者 P六千六百六十九 会卷 日本佛教美术用语 只由文字与相关会画配合而成之卷本 又称会词 凡本尊之奇瑞 高僧传记 寺院缘起 均可谓会卷之内容 其中描绘某人之传记 即称画传 日本以藤原末其至连仓时代为会卷盛行之巅峰时期 题材多与佛教有关 或以会因果经及装饰经等为此会封之滥伤 会卷表达之形式颇多 依时间之先后 以连续信之形式而作者 以善才童子五十三参会卷为最佳代表作 又表达教义者 如地狱草子 恶鬼草子等 即为此类之杰作 有观佛寺缘起之会卷 以信贵山缘起位时 他如粉和寺 十三寺之名作义颇多 此外 又有神社缘起 华颜缘起 祖师会传等类作品 P6670 绘图本 印度备业本佛典之家版里 与西藏指本佛典之首尾页上 会有佛 菩萨 天部等画像者 称绘图本 另于敦煌出土经书中议会有观世音菩萨像 又敦煌出土之谷写本佛明经中 于各行上部皆化一小佛像 宋代至盘之佛祖统计与为白之文书指南图 佛典皆属此类统图本 日本奈良朝之经卷 即有于经文之上蓝绘图者 如过去现在因果经绘 至平安朝则有见反绘 封面 封底里之画 下绘 以淡色描绘图案作底 以供写经之用 等之写经 通常日人称之为会入本 P6670 系 范语 Grandfather 系属 系父之义 即将众生束缚于迷惑之世界 使不得自由者 为烦恼之义名 三界之烦恼能枪有漏之诸法 各别系附于三界 因而 系属于三界即称为界系 或称三界系 分别言之 法系在欲界者 称为欲界系 系在色界者 称为色界系 系在无色界者 称为无色界系 此乃就所系之法而言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七 旧能系之定障举出四种系 幼座四劫 四劫 四生劫 四副 即贪欲生系 填慧生系 借敬取生系 此时直取生系 盖贪欲等四者 能使心神散乱 障碍定义性之身 顾名为系 幼三界有漏之诸法 皆为贪等烦恼所付 若断除此副 即为则灭涅槃 此外 涅亦有系之作用 众生有所造善恶之涅 而得三界之果报 系附于三界中 称为涅系 系属于三界之善恶涅 则称系涅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二 卷一四五 巨舍论卷一 卷二 瑜伽师的论卷八十四 成为十论卷五 成为十论数记卷五本 参阅 解系 三千八百九十三 批六千六百七十 系念 未将心念系于一处 而不思其他之意 又做系念 悬念 悬想 巨大班若波罗密多 经卷三二九 大六 六八六中 住空闲处 系念思为先所修行 又观无量受精畏 众生用心观想佛时 应当一心系念 地观彼佛 此外 一般俗称忧律为悬念 称炼目为悬想 皆为转而之用法 杂阿含经卷三十七 卷三十九 大宝基经卷四十七 悬应应一卷三 惠灵应一卷三 卷九 批六千六百七十一 系诸玉 法华七玉之一 又做一诸玉 一内明诸玉 即一里系有宝诸 而字不觉之 仍四处奔走 求一识 比喻有大器者 却甘做小智之人 法华经卷四 五百地子受祭品 法华文具卷八上 参阅 一诸玉 两千五百六十九 法华七玉 三千三百九十四 批六千六百七十一 细叶 纸细属于玉界 色界 无色界等三界之善恶业 大臣一章卷七 三界细叶 一 为细叶有四亿 一 旧叶体而言 有漏之叶体属于三界 故称三界细叶 二 旧的果而言 有漏叶受暴之处必在三界 故称三界细叶 三 旧叶果相对而言 于三界中 叶与果相付 故称三界细叶 四 对或而言 三界之善恶业 为其当界之烦恼 所怨付 故称三界细叶 批六千六百七十一 细者 即一心细于事物而执着不离 凡夫执着于明文立养资深之巨 犹如为魔所束缚 若不执着 则脱离魔父 杂阿含经卷三十四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七 批六千六百七十一 细缘 为新广于世间诸事物 玄系思索 反之 一念乃一丝而止 磨喝止观卷一上 大四六 一下 原遁者出原石香 造进集中 无不真实 细缘法界 一念法界 一色一香 无非忠道 批六千六百七十一 细腹 范与Ben Pena 八粒与童 居树之意 幼座杰腹 指众生之身心为烦恼 妄想或外界事物所束缚而失去自由 常时流转于生死之中 巨常阿含卷八众及经所载 细腹众生之身心者有四 及贪欲 田慧 戒道 我见等四烦恼 此外 印度术论学派立有自信负 不师负 便义负等三种细负 禀婆沙论卷二 经七十论卷中 大藏法术卷二十 参阅 四复 一千八百三十九 细 六千六百七十 批六千六百七十一 细观世音应验记 全一卷 南朝录稿 四百五十九 五百三十二 转 本书在中国已散意不传 今日本京都清连院所存者为连仓中其之古写本 日人牧田地亮于一九七零年堪行六朝古一官世音应验记研究一书 其中收有本记及依古写本教定而成 依该书之序 录稿域皆序负量 三百七十四 四百二十六 知光世音应验记 七条 张眼之序光世音应验记 十条 而转本记 于南齐和地中心元年 五百零一 完成 共计六十九条 燃卷末二条系后人所天赋者 批六千六百七十二 细驴诀 即止路边细腹驴之木棒 禅家转育学人虽领得一具一棒之玄机 然若执着于一语一具 则反受其拘束细腹 欠缺活用之机法 零记录 大四七四九七下 罗汉辟之 犹如策慧 菩提涅槃 如戏驴诀 又欲止不贵重而无益之物 必言路第一则 大四八 一四零上 梁武帝问达摩大师 如何是圣地第一意 是圣戏驴诀 景德传灯路卷十四传子的成条 从荣禄第八则 第十一则 第六十一则 P6672 补藏人清 阳家木措 1683 1706 西藏名 Chaw S Bis Makia Makio 又欲坐 阿望一十家木措 苍阳家木措 即达赖六世之名 自幼聪慧超人 于达赖五世入计后 为何硕特布拉藏汉所拥立 燃砖断奢侈 单于酒色 造成西藏内讧 为拉萨仲喇玛及青海珠台及斯布福 又日准感 达尔宾入寇西藏 一时其事动荡 仰真激烈 清圣祖为平息西锤之乱 乃赤醋第八桑杰深入探查 副帅君清真准达尔 其后 拉赖诸第八桑杰 并奏费达赖六世 圣祖道御诵经 拉赖汉乃直之父经 然方出西藏即刻死青海 十位圣祖康熙四十五年 一说四十六年 蒙古喇玛教史康熙东华路卷十四至卷一零五 P6672 罗普藏嘎勒藏家木措 一千七百零八 一千七百五十八 西藏明斯科 Pse Mukia Mukio 又一座格桑家木措 及达赖七世之名 清圣祖康熙四十五年 一千七百零六 达赖六世入记 十诸不征权 和朔特布拉藏汉与清海诸台 及相持不下 康熙五十九年 一千七百二十 圣祖远征西藏 乱平后赤丰为达赖七世 参阅 罗普藏人清策养家木措 六千六百七十二 P6672 罗什曼那 范名Lakmai 又座罗奇曼 即印度史诗罗摩耶纳主角罗摩 范阿玛之地 为印度教罗摩派崇拜之英雄人物之一 曾跟随罗摩及其非斯多 范蒂 流放 后因斯多遭罗法拿 范RVA 所夺 罗什乃协助罗摩救回斯多 P6672 罗什塔 又称道尹塔 位于甘肯五威城内 相传戏前秦福间之国师 揪摩罗什往中原石 途经五威之一经处 罗什前后再次宣扬佛法十七年 经锦存孤塔一座 传闻藏有罗什之舌 P6673 罗布林卡 位于西藏拉萨西郊拉萨河北岸 罗布 藏语意味宝贝 林卡 意味灵园 罗布林卡 意籍宝贝园 又意味珍珠园 清乾隆二十年 1755 达赖七世建立此园 作为夏季修器之所 后叠经扩建 成为历代达赖喇玛之下宫 其庭园建筑之面积达36万平方公尺 内有达弹明九颇章 新宫 胡新宫等 达赖喇玛常于新宫内登座奖金 P6673 罗造一 造 及黑色 三种坏色之一 此黑色为浅赤生黑之色 或混杂青黑 紫黑 赤黑之不正色 指以黑色丝之品所作之禅一 P6673 罗沙 饭语 饿鬼之名 右座罗沙梭 罗沙婆为误写 罗叉梭 罗企查梭 阿罗沙梭 意义未可谓 宿集鬼 护者 女则称罗沙女 罗叉斯 饭RKS 又作罗沙斯 乃印度神话中之恶魔 最早见于离聚废陀 相传原为印度土著民族之名称 亚利安人征服印度后 遂成为恶人之代名词 演变为恶鬼之总民 男罗沙为黑身 诸法 绿眼 女罗沙则如绝美妇人 妇有魅人之力 专食人之血肉 相传在伦家岛 及西兰 中 及有罗沙女国 此于佛本行及经卷四十九 有布皮奈耶卷四十七 惠灵阴一卷七等均有记载 又罗沙具神通力 可于空寂即非 或塑形地面 为报恶可谓之鬼 此外 罗沙亦为地狱之狱卒 直思喝则醉人 又称阿棒 阿棒罗沙 阿房 旁 其形状有多种 或牛头人手 或具有牛蹄 力气甚大 或为鹿头 羊头 兔头等 以上各类恶鬼性质之罗沙 于诸经中 偶一转变成佛教之守护神 称为罗沙天 乃十二天之一 必等成神王行 身披甲咒 手上持刀 跨其白施 又如石罗沙女及法华经 陀罗尼品所说之守护神 在密教 于阿蛇里所传曼陀罗中 有罗沙重疾女罗沙 于胎藏县图曼陀罗之外 愿西南 于有罗沙天 左右共有四童子 右侧二位为罗沙同男 罗沙同女 金光明最圣王金卷六 大智度论卷十六 惠灵阴卷二十五 惠怨阴卷下 大唐西玉记卷十一 P6673 罗沙天 罗沙 犯名RKASA 一座Nerty 因一座涅里地 涅里地 米里地 即密教之罗沙逐天 鬼王之名 属八方天之一 十二天之一 西西南方之护方天 位列胎藏界及金刚界曼陀罗外 金刚不息南于 在胎藏界曼陀罗中 罗沙天生成赤肉色 填目着凯 左臂向外 以拇指碾小指 无名指 立食指 中指 表示刀印 右手直剑 置于腰侧 坐于圆座上 其左右两边各有二位童子 左侧前方之童子左手盆 右手坐天家状 后方之童子生成肉色 左手坐拳 右手直棒 树左西胶座 右侧后方位罗沙童男 生成肉色 右手直棒 左手坐拳 举至耳边 前方位罗沙童女 手坐拳 安于腰前 右十二天公以鬼载 其形象未生着甲咒 右手持刀 成座白狮子 此外 罗沙天掌管西南方 故西南方又称聂里地方 大日经书卷五 卷十 卷十四 供养护士八天法 批六千六百七十四 罗沙日 为凶日之名 为若于是日举作百事 必有殃祸 据素药经卷下载 罗沙日有期 及一太阳值日 于此日月雨 冒 和 二太阴值日 于此日月雨 鬼 和 三火药值日 于此日月雨 一 和 四水药值日 于此日月雨 餐 和 五 木药值日 于此日月雨 底 和 六 金药值日 于此日月雨 葵 和 七 土药值日 于此日月雨 柳 和 P6675 罗沙国 泛名RKS DVPA 为十人罗沙所居之处 法华金浦门品 大九 五六下 入于大海 假使黑风吹其船放 飘舵罗沙鬼国 又会零音一卷七亿位海岛中有罗沙女国 据有布皮奈耶卷四十七 大唐溪玉记卷十一森加罗国条所在 罗沙女国及指西兰岛 又称人家岛 盖西兰为罗沙住处之说 戏源于古印度史诗罗摩耶纳 范RMUA 为罗摩 范RMUA 为救回齐飞斯多 范T 攻陷人家岛 杀罗沙鬼王罗伐拿 范RVAA 之故事而来 佛本行及经卷四十九 五百笔丘英原品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八 P6675 罗耶瑞西 瑞瑞克 George Nicholas 一千九百零二 一千九百六十 苏俄籍东方学学者 西藏学学者 长于伦敦 巴黎等地研究东方学 1923年末至1925年初 停滞西京 习的藏语 后出发探险 调查中亚 历时三年 1928年5月反映 创立Eurus Svati Himalayan Research Institute 而后期1957年反而 古吹当地之佛学 西藏学之研究不遗余力 事于西藏学之研究范围极广 兼集美术 考古 历史 语言 叙事诗 宗教等各方面 最初研究美术 出版有Tibetan Paintings Paris 1925 The Animal Style Among the Nomad Tribes of Northern Tibet Prog 1930 等著作 后专义研究西藏方言 常发表有关拉夫尔 Lahor 方言之论文 更进而研究阿姆度 西藏中部之方言 发表之论著 以L.E. Parler D.L.M.D.O. Roma 1958 G Textbook of Colloquial Tibetan The Government of West Bengal Education Department Education Bureau 1957 二书 位者 是又将西藏佛教史上著名之 清策 藏Dep Lersno Pio Jshan New Po 1392 1481 翻译成了Bullanos PT I. Calcutta 1949 PT 1953 此句乃其必深重要之 贡献 与西藏佛教研究极大之便利 1931年 赋予拉玛森共同计划编转藏语、梵语、英语对照之大词典 于1934年始告完成 习因其去世而未能出版 著作除上述之外 并有Trials to Inmostasia New Haven London 1931 Sirley Peace DLC Central Paris 1933等专书及论文约30种 Indo Iranian Journal VNR2 1961 P6675 罗嘉林 籍贯 身足年不祥 上海著名殷商哈痛之夫人 由于受康有位、张太炎、迪楚清等人之影响 致力新办佛教事业 曾读资聘请宗养法师主持排应平家葬 号十四年 为自隆葬以后 我国已活自排版之第一部藏经 又于其所居之哈同花园 经宗养法师薄画 设计成阿弥陀经等所说之极乐世界 未未上海之佛教圣地 并迎请岳侠法师于园中创办华严大学 后虽因故停办 然亦开封器之先 P6676 罗悟空 1442 1527 为明清时代民间宗教无畏教之开祖 其后我国东南一带之斋教龙华派 亦推之为开祖 山东即莫劳山 劳山 人 又名罗英 罗清 罗静 罗清安 自怀清 爱全 好无畏居士 敬清 孟宏 义清道人 法好 仆人 自幼孤苦 三岁丧父 七岁丧母 赖祺书罗魁府遇 以彩桥未深 被常人世酸楚 十四岁 十四岁时代其叔父密云未从君 常随君征伐乌人之乱 退五环乡后有出世之志遂归依佛教 出入净土法门念佛八年自觉不弃乃转学自立教钻研金刚班若柯仪并四处参访 后至池州府九华山白云洞里灵纪宗系统之里头驼为师 并日夜勤修作禅 礼师乃赐法名为真会 好悟空 至罗氏四十一岁时 亦说五十二岁 或为六十七岁 自觉彻悟新帝法门 透视宇宙十项 罗氏根据金刚班若金之 思想 立说无畏解脱之无畏法 洪传个人主义倾向之勤学清修宗风 当时之禅僧及学法居是追随者几重 罗氏者有苦公勿道卷 探氏无畏卷 破斜显正要使卷 上下两侧 正信除一字再卷 微微不动太山生根结果宝卷等 称为五步六侧 开始无畏教之洪传 初赴北京度化刘穆通等人 法源甚甚 曾蒙明武宗赤风位 齐天大德护国真人 而于金鸾殿上说法 为九阴信众过于永悦 为人敬禅于官府 被捕入狱数年 出狱后 在北京建立白衣道场 家境六年末 罗氏所创无畏教之末流至清代 眼臣江南一代之罗教 清相秘密传教之信质 常被视为与白莲教 同类之邪教 而受查禁 然大抵而言 清代之罗教结社 仅以罗悟空位信仰上之开祖 而其组织与结社信质 时已易于罗氏所创之无畏教 又除上纪之外 罗氏令者有误道行脚纪等 3月无畏教 5113P6676 罗石信义坚914 广东顺德人 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939 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部 1941 历任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 副教授 及广东国民大学与广州法学院教授 先后读讲成及小城博学 佛典翻译文学等科目 罗氏少从宝敬法师听讲 后归一太虚大师 广西天台 为时 中观之学 早年著作有大成长中论略书 为时学之源流 唐代之法南与中国佛教 1949年底香港 除教学外 更在湘海联社 三轮佛学社 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校 外进修部等机构宣讲成为 时论 解身秘经 金刚经 英明入阵理论 及佛学专题等 达数十年之久 对佛法在香港之流部 贡献极大 1962年 应金刚成学会之邀 主编佛经选耀 1965年 创立法相学会 出版法相学会集刊 著作除上纪外 另有能断金刚班若波罗密多金转世 成为时论数纪山著等 P6677 罗桑雀阶 1567 1662 西藏明报 Sachas KYI Rigio 意义善会法状 右翼座罗桑雀 及尖赞 罗桑琼杰 及班禅寺世之名 身于后藏拉甲尔地方 明龙庆四年 1570 被迎入闸石伦布寺座床 万历二十八年 1600 任闸石伦布寺刊部 住持 并往前藏与达赖寺世会面 执弟子李 从寿石伦 金刚蛮教法 并寿巨足解 复制赛举四从佛海学 曼书金刚 红黑两种大威德 三派能不威德等 无上瑜伽步法 金刚戒 吉祥等于家步法 吉皮卢遮纳成佛 金刚手冠顶等形步法 右翼三三昧耶 尊圣摧坏 大白散盖 光明天女等式步法 共有四步秘法之三十余种冠顶 及多种修法 戴达赖四世世纪 1616 加尔玛加尔居派 以是藏巴汉之势力 压迫格鲁派 施周旋期间 历称为局 兼任瑟拉 折邦二四刊部 并主持达赖武士之巡任 授戒 坐床诸室 即达赖稍长 失岁联合和朔特蒙古故时汉入葬 推翻葬八汉 自此达赖居前葬 班禅居后葬 崇德七年 1642 潜石赴经 朝进清太宗 进贡方五 清顺至二年 1645 和朔特蒙古故时汉兽语 班禅伯克多 一位大学者 瑞智英武者 知称号 是位班禅明号之使 顺至四年 是祖父受以 金刚上师 之号 康熙元年于 炸石伦布四世纪 是寿九十六 诗之学问修正极为高深 其著述皆属发挥经论深意 利益时机之言教 现存四含 包括断记类十五种 上师瑜伽类四种 浅密教授类十八种 密法类三十五种 罪密法类十种 密法复传类十五种 杂法类八种 P6677 罗桑一溪 1663 1737 西藏明布 PSOYAES 即班禅武士之名 转身于后藏脱部 结诸仓地方 清康熙六年 1667 被淫至扎石伦布四座床 施氏达赖五世 21年 达赖五世世纪 主持达赖六世之寻任 授戒诸氏 带拉藏汉与第八桑结交恶 达赖六世被废 于奉清圣祖之赵赴经图中 世纪于青海 其后 罗桑一溪又为拉藏汉所立之一 西加木措授戒 命名至达赖七世罗补藏 嘎勒藏家木措进藏 副主持其座床大典 康熙五十二年 1713 清廷特纸加封 俄尔德尼 并赐金策 金印 装填 人户 以座香灯之废 遂确立皇教第二大活佛系统 乾隆二年世纪 世寿七十五 P6678 罗浮山 位于广东广州东方伯罗县西北之罗浮山脉中 长二八林渔公里 高峰四百渔座 位领南名圣 寺院道冠颇多 此山以归其灵秀著称 自汉代以降 史不绝书 据太平御览卷四十亿所引载 此山位罗浮二山之合体 近代格宏于此山的仙树 文人谢灵运作 罗浮山腹 为世所知 在佛教史上 相传东径敦皇沙门丹道 开位最初入罗浮山者 其后僧徒往来 见多 如知法房 僧井 道建 会远 会持诸师君 曾入山 南朝流宋时代 九泉僧会 揽住此山 天宫寺 梁带志 要义 创建宝基寺 此外并有严祥 南楼 龙华 兹福 华首 华盐 大祠 严庆诸寺 历代名僧如西迁 维衍 大巅 行明等君曾留惜于此 又据清代宋广业及罗浮山智会边卷二载 其中宝基 龙华 兹福 东陵 南楼五四 已于明洪五二十五年 一千三百九十二 并入延庆寺 罗浮志 明代臣脸传 清代臣伯陶增补 批六千六百七十八 罗曼纳派 巴黎明 阿玛 尼克 又称兰曼契派 猛族派 魏西兰三大佛教派别之一 属南传上座部佛教 一八六四年自下缅甸传入 约有二千多名比丘 创始者为阿摩罗普罗派比丘阿班格赫范多应陀沙婆 因不满对比丘受戒实行种姓限制 遂于缅甸罗曼纳地区创建本派 其主要寺院在金斯里兰卡 且出家五种族之差别 全派团结合和医治 戒律教言 外出须持多罗业以遮阳 不得进入印度教寺庙及参与其仪式 不得致坎底佛亚寺朝圣 不得向其他教派比丘布施 不信奉释迦牧尼佛以外之其他神灵等 其后分裂为阿古勒沙 阿库瑞萨 眼尔杰利瓦 阿库瑞萨 可伦坡 Colombo 三派 P6678 罗婆 范语 老法 右座腊腹 罗裕 罗裕 为印度计量时间之单位 据据舍论卷十二载 120刹那 范KAA 未易达刹那 TAT KAA 60达刹那 未易罗婆 30罗婆未易虚余 范MARTA 30虚余未易昼夜 摩赫森指律卷十七 P6679 罗婆西陀树 印度古代之树名 据四分率卷十二载 佛陀曾尽指比丘炒食罗婆西陀之种子 若犯者 急得突及罗罪 轻购罪 上纪四分率虽举出罗婆西陀之名 燃气经未能确定系指合数 智首于四分率书卷九则为 罗婆西陀集市被多数 P6679 罗图 泛名LA 位于南印度 又称罗罗 即经印度孟买辖区古加拉特 Gajarat 地方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载 玄奘西游时 此的分位南面之摩拉婆与北面之法拉皮两国 同属南印度 且相互通婚 又西域求法高森船卷上玄召法师条载 玄召曾往西印度罗图国 求取常年药 此的自古与波斯 阿拉伯等地交通频繁 后世回教徒入侵印度 急于此的的大优势 P6679 罗湖野路 凡二卷 宋代森小银传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二册 诗卫大会宗稿之法四 壮年利游丛林 晚年归弃江西林川之罗湖 劫湖影堂 后急路丛林建文 诸方遵速提倡之语 有蓬谈说议论之言 获得于残碑度简有观点摩之说等 而成本书 总计近百篇 书中降路当时缠门公案及疾风语句 资图固实 颇具历史之真实性 自古为丛林必读 被列为禅门七部书之一 成为禅途修道所不可或缺之指南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大明高僧传卷八 续传登陆卷三十二 P6679 罗云 一指罗罗 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参阅罗罗六千六百八十一 二五百四十二 六百一十六 随代僧 经周府松资县人 俗姓行 兄弟五人皆替度出家 长兄道于 师位幼帝 师自上东明寺出家后 随阳都心黄四支法朗 师传中悟作道朗 学大智度论 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等四论 法朗世纪后 转业扶原四支法师 为己印禅四至禅师之请 归乡红红法 创建环乡寺 后驻龙泉四达五十余年 冤奖心 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等 画道四方 长称并晚慈阳帝之赵请 大叶十二年世纪 世寿七十五 弟子有会成 到圣等十人 逾高四 船卷有 批六千六百七十九 罗聘 一千七百三十三 一千七百九十九 清代画家 扬州人 一说设限 自顿夫 号两封 别号 阿之四僧 为扬州八怪之一 幼年丧父 读书日历 博文强记 通话学十三科 读其书五千卷 若冠之年 以为青年诗画家 长梦做老僧状 入花之寺 该四方丈网勘之 因悟其前身 碎明花之四僧 潜心参纠缠道 中的醒悟 是从京东兴学画 工人物 佛像 尖善花果 梅竹 一座山水 由善化鬼 所会 鬼去图 欲含讽是意味 建称于当时 所会鬼魅多小头锐面 如鬼去图 第六图中有一鬼 其头与生之比例 约十比一 较之现代漫画 由未夸张 此种极附想象之创作 乃我国画坛所罕见者 相传是之双目尘碧色 白昼能见鬼物 生平所度非一 故所会亦不止一本 此外 试着有香叶草堂诗 嘉庆四年试试 享年六十七 其七方晚宜 号称白莲居士 易善化梅竹兰石 青史卷五零三 青化家诗史丁夏 P6679 罗汉堂 只安置十六罗汉 或五百罗汉之堂语 中国自北宋史 即盛行于禅 天台诸宗 巨士士基古略卷四载 北宋西宁十年 一千零七十七 将安置于 向国寺山门五百罗汉中之 第十三尊 迎入宫中供养 日本亦设有此种罗汉堂 或别设堂语 至之山门 P6680 罗汉鞋 僧鞋之一种 即僧众所穿之鞋 以麻、草、布、化学皮等边节或缝坠而成 鞋面除脚尖部分外 皆缝坠位若干方孔 颜色有黑、灰、黄、鹤等色 亦有鞋面全部无孔 仅在前端缝一印两者 与一般之便鞋无异 在佛事时 以允许僧众者鞋 据央觉摩罗金卷四载 比丘可以受持死牛之皮所作之隔洗 据士门规境以卷下载 于印度 僧众参业上尊时 需脱鞋行礼 另据四分绿山凡捕鹊 形式超卷中四载 鞋、袜、袜等位 比丘百一物之一 僧众于僧鞋外 义者僧袜 一事是要揽卷上袜条所在 比丘因天寒而得这袜 袜亦属于一 我国之僧袜 及长筒形之古装布袜 一般多称罗汉袜 以灰色为主 五分绿卷十六 四分绿卷十六 赤修百丈清规卷五装包条 卷六日用鬼饭条 蝉铃像器肩幅张门 P6680 罗汉赖扎和罗金 请参阅赖扎罗金 罗汉奖 即赞叹罗汉之德 举行供养之法会 又做罗汉功 罗汉会 罗汉拜 为四座奖之一 供养罗汉之缘起 依佛祖统计卷三十三载 佛陀入灭时 曾父主十六 阿罗汉 与诸师主做真福田 阿罗汉成佛旨意 以神通力自言受量 若施主迎请四方僧 广涉无遮失 或于住处 或亦四中 此诸尊者及诸眷属 即分散网复 必饮圣仪 密寿工具 使诸师主得圣果报 中国自古多流行于禅家 如唐代翠维武学 供养罗汉及为其理 日本于连仓时代以后 诸四圣行之 如曹洞宗及于每月初一 十五两日举行此种供养法会 仅得传灯陆卷十四岁为五学条 密眼贤结禅师与陆卷上陵 安府进山兴圣万寿禅寺与陆建会上堂 禅陵相器兼济共门 P6680 罗四 位于山西五台山台淮正县 通四东渝 为喇玛庙 供奉文书菩萨 初建于唐朝明洪至五年 1492重建 清康熙 雍正 乾隆三帝君重奉佛法 由信仰喇玛教 曾多次朝礼五台山 修饰本寺 每年农历六月十四日 传为文书菩萨诞成 四僧奇装一服 戴鬼怪面具 随裸骨节拍满四凳 弄跳 自朝至木 由人真相观赏 四后有西方殿 内设木制圆形佛坛 中央至木制大莲花座 雕有方形佛刊 四方佛分座其中 并设有中轴 轮盘 绳索牵制 可以旋转 可以旋转 转石花朵 展开 即见阿弥陀佛 观世音 大势智等佛菩萨 称为花开见佛 P6681 P6681 罗罗 以泛名阿弗拉 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系佛陀出家前之子 又作罗护罗 罗护罗 罗吼罗 和罗护罗 罗云 罗云 意义作妇杖 杖月 执日 以其身于罗罗阿修罗王杖十月时 又因六年处于母胎中 为胎所父 故有杖月 父杖之名 关于罗罗之身母 诸经论中说法不依 或为渠仪 或为耶稣陀罗 据未曾有因缘经卷上载 佛陀到后六年时还加皮罗陈 令罗罗出家受戒 以设立福位和尚 目间连位阿蛇离 此籍佛教有杀弥之时 其为杀弥时 有种种不如法 受佛训诫 后颜守至戒 精进修道 的阿罗汉果 自古欲称 秘形第一 另据大阿罗汉南提密多罗所说法 著记载 施列位十六阿罗汉之地十一 与眷属一千一百阿罗汉 共驻碧利阳渠州 范皮亚姑 护持正法 饶意有情 杂阿含经卷一 卷八 佛本行及经卷五十五 十二由经四分绿卷十一 筑为摩羯经卷三 法华玄赞卷一 二复法藏第十六组 罗罗巴陀罗之略称 参阅 罗罗巴陀罗 六千六百八十二 批六千六百八十一 罗罗阿修罗 泛名阿瓦西拉 略称罗阿修罗 四种阿修罗王之一 罗罗义位帐月 以此阿修罗王与帝是作战时 首能执日月 帐必其光 故有此名 正法念处经卷十八至卷二十一 祥述四大阿修罗王之住处 宫殿 园林 侍者 采女 夜阴及寿命等 据载 此王住海底地下地一层 二万一千游巡 身量广大 如须弥山王 所住光明城 纵广八千游巡 园林房舍皆以保庄严 举首帐日光轮 即行尘日时 以首帐月 行尘月时 论其夜因 魏王过去魏婆罗门时 建火烧塔 遂灭火而令塔不坏 欲以救塔之福得魏英 愿得大身 燃虽作祠愿 由不信正法 不正思维 常爱斗战 不休正夜 故死后堕入阿修罗道 启示经卷无阿修罗品 批六千六百八十二 罗罗巴陀罗 泛名阿修罗巴陀罗 略称罗罗多 罗罗 魏父法藏第十六祖 印度加皮罗国人 姓范魔 与龙树为同时代人 早年入纳烂陀寺 从尊者黑者 藏纳克 Pio 受巨族界 学生文臣 又一无分别者 藏仁昂 PARMY RTAG PAD 广学大臣及秘密臣 并洪通中观之宗义 随是十五祖家纳提婆 正皆空之礼 于纳烂陀寺教化僧图 提婆世纪之计 受其心随之教说 藏SI POI JY IPSTON PAR 又据父法藏因缘传卷六载 师从提婆受婆罗门所造之鬼明书 后以种种方便教化众生 父法语森加难题 中观论书卷三本 景德传登陆卷二 宝林传卷三 印度哲学研究卷以P6682 罗网 连缀众宝珠所作之网 细仿浮土 天界等皆有众宝庄严之罗网 雇用以庄严佛殿或悬挂于佛像上 此名称建于诸经典如法华经卷二辟玉品大九一四下真诸罗网张师其上阿弥陀经一位极乐国土有七种蓝笋七种罗网七种行术皆是四宝周扎围绕 此外 此外 显密各宗之经 论 议轨等 多以罗网表示庄严物或供养物 常阿含卷二十世纪经 法华经卷四建宝塔平 陀罗尼吉经卷三 P6682 罗摩 罗摩 泛名阿摩 一系古印度大叙事师罗摩耶纳 泛阿阿阿阿阿之爵 为奥萨罗国 泛高阿拉 国王达萨拉塔 泛阿拉拉 之长子 为遵守父王之诺言 放岁南印度森林中十四年 随行之妃子斯多 泛提 为魔王所借 因而引起战争 后的侯神哈努曼 泛哈努曼 之帮助 夫妻团聚 返交萨罗国 卫王 此于杂宝藏经卷一之十世王猿 集六度集经卷五 均有技术 传罗摩 为皮诗无神之第七次化身 因受诸神之托 乃诞生地界以降伏恶鬼 其与埃菲斯多同展 开绚热 勇武之生涯 充分显现印度古代曼 伦理之理想 遂成为 广受膜拜之人格化神 罗摩 使人 罗摩尤成为王族 勇是 古夫之最高典型 而普遍受到印度民众热 尊敬 该印度人是罗摩为民族英雄,亦即视为皮施奴神之化身而加以崇拜,为常驻之最高,范,因而形成印度教中之一派,称为罗摩派。 此派教理之确立,约照始于西元十三、十四世纪请知阿底亚特马罗摩耶纳,范A.D.A.G.T.M.A.A.一书。 此书系为解决罗摩耶纳史诗中心谷两部分兼之矛盾而作,采取费谈多学派部二一元说,坚信利派,范A.D.A.所说,主张斯多为罗摩永远之配偶神,只要对罗摩有绝对皈依之热忱,必定能得解脱。 此书后来被意味各种方言,该派主要盛行于南印度,后由罗摩南陀将之刘布北方。 大臣入伦家经卷七,佛本行及经卷七,二印度教神明。 为婆罗门出身之勇士,史义炳大斧,称为持斧罗摩,范巴拉尔摩,传为皮尸奴之第六次化身。 三位吉利瑟拿,黑天,之凶,以根田之力作武器,称为大力罗摩,范巴拉尔摩。 P6682 罗摩公行录,请参阅罗摩别传。 罗摩加,意义入法界。 吉华严经入法界品之范语音译。 罗,远离购染之意,摩,转变之意,加,意合之意。 为远离购染,转向进法界,意合即入。 另有罗摩加经,凡三卷,西境圣兼译,为华严经入法界品之别译。 华严玄坛卷八,P6683 罗摩克利虚纳,Romakrishna Paramahansa,1834,1886,又做拉摩克利虚纳。 本名Gadhar strategy,Gadhar strategy,Gadhar dha ea。 近代印度宗教改革家。 生于孟加拉贫穷之婆罗门家庭。 是对家里女神,范KL,有热烈之信仰,将之奉为宇宙与母亲,而融入生活中。 曾于森林中修行,凡十二年,体振与神明和之三昧,又修习于家,遂脱离现世,更名为罗摩克利虚纳,亦只学时渊博而超俗者。 世常取回教,基督教思想与近代西欧思想相较,结论是殊途同归。 并认为所有宗教之最高只去均为真理,均真达同一神,景形式,名称及选择之道路不同。 故若能立于包容,又何之立场,自无我无差别之人格发出爱与光,将能获得更多民众信仰。 在印度教基础上提出,人类宗教,知主张,其教说主要有如下六点,一,一切宗教均为真与善。 二,神位非人格,不可知,非理论者,便于宇宙一切,人类之灵魂即为真正神圣者。 三,偶像崇拜为一种健全精神形式之崇拜。 四,印度教之各要素均有其价值,不可经率畅严格。 五,印度国民继承最古老之精神文化遗产,超越现今西欧之无理性,不久将可领导全世界之精神文明。 六,欧美物欲,利己之文明使人堕落,印度人民应维护自己之宗教与文明,同时广泛吸收西欧之教育与文物制度,共基于现代世界之灵。 视镜必身经历于印度教之确立与实践运动,后使由其门帝记录录其身平言行,作《罗摩克利虚纳语录》四篇。 其高徒为威卡南达,Viviknanda,陈济师制,于1897年创设《罗摩克利虚纳传道会》,The Romakrishna Mission,又称《罗摩克利虚纳教会》,总部设于加尔各达。 该会旨在宣扬《罗摩克利虚纳之遗训》,与印度其他教派建立亲密之情义,以实现世界宗教之崇高理想。 P6683 罗摩克利虚纳福音,请参阅罗摩克利虚纳语录。 罗摩克利虚纳语录,Sayings of Saita Tati Omakrishna,又称罗摩克利虚纳福音。 细近代印度宗教改革家罗摩克利虚纳,1834、1886,之言行录。 由罗摩克利虚纳传道会,The Romakrishna Mission,编辑刊行,为研究克利虚纳根本思想之唯一文献。 分为四篇,人类与世界,人类之相障,人类与神格,真言与辟喻,共计一一二零项,阐述其宗教体验与教理性条。 其思想颇受费谈多哲学,皮诗奴派诸盛典之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者有二,一,反对现实世界几是摩耶,泛梅,幻象,之说法,而认为透过个人心灵之自我修炼亦可导致普遍之精神完善。 二,以信仰,犯Bakta,即对神之绝对皈依,为契机,导引印度教区于一神教之发展,而归于一神之途径则为知识,犯JNA,信仰,行为,犯Karma,等三种实践方式。 Mahandranath Gopta, The Gospel of Sri Ramakrishna, in Bengali, 1912, Maximillia Ramakrishna, His Life and Sayings, P6684。 罗摩别传,Arm Karitman AS,又坐罗摩宫行路,罗摩王子英雄传之湖。 细印度近代宗教改革加度西达斯,Taus DS,于1584年请以新地狱所作之序试诗。 取材自西元前五至三世纪请,瓦勒米奇,范VLMP,所编织大叙事师罗摩耶娜,范RMA。 内分期篇,叙述皮尸奴神之化身罗摩,范RMA,在人间之种种善行,肯定罗摩与皮尸奴之一体观,而奉之为救世主,并颂养对罗摩之绝对皈依, 为此种皈依能令人成就至上之幸福,乃至解脱。 本书普受民间喜爱,被称为北印度之圣书,杜西达斯被称为近代之瓦勒米奇。 Sir George Grierson Notes on Taos DS,绝对者神格观变迁问题,大类纯,P6684。 罗摩拿者,1055,1137,泛名RM.Mudra。 印度废坛多学派之哲学家,印度教前臣派之先驱者。 身于南印度马德拉斯,先受废坛多学派不依不依说,犯B.H.I.B.A.,后因受使利法伊斯纳法派,犯R.V.A.之影响, 岁荣和奥义书主张,犯我一如,知哲学思想,与印度教绝对归伊皮施奴神之宗教思想,发展为罗摩拿者派。 该教派提倡至宪布尔说,犯B.I.I.B.A.,认为神,世界即我,个体灵魂,皆为真实,世界即我皆依存于神,并为神之身体,神即是永恒且完善之,犯。 神之人格化表现或化身为皮施奴。 宗教之解脱并非语、犯、合一,而系对皮施奴之重性,神之化身显示神之仁爱。 其理论为皮施奴教提供哲学基础,对近代印度教诸派均有相当之影响。 代表作为注释范书之SR,B.H.A.,令者有费妥盛点纲药,范V.I.D.R.T.S.A.G.R.H. P.6685 罗摩耶纳,范名R.M.A. 又做罗摩耶纳。 意义罗摩游记,罗摩船,罗摩平身,罗摩索型船。 为印度古代之梵文大叙世诗, 与摩赫婆罗多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为印度教经验之一。 原为民间口头创作,在长期流传中屡经增山。 西元前五至三世纪请,由诗人瓦勒米奇,范V.L.N.P.,利用传奇题材编程,被称为,最初之诗,瓦勒米奇则有,诗祖,之语。 全书共七篇,二万四千诵,经效本一万九千多诵。 每诵两行,每行十六个音节。 其中第一,第七两篇可能为二世纪请所附加之伪作。 内容叫摩赫婆罗多集中,主要叙述交萨罗国,范Kaola,王子罗摩,范Arma,受王后之吉而被放逐十四年,因而展开其冒险英勇之生涯,以罗摩与其菲斯多,范Estee,之爱情为中心, 趁以其异罗什曼娜,范Lakmae,之情义,凌云哈努曼,范Hungamot,之中顺,魔王罗法拿,范Rvaa,之暴行等,充满神话与传奇色彩。 其文体华丽典雅,文字喜恋,成为后世古典奇美文体,范Kaola,作品之烂伤。 由于此诗,罗摩遂成为印度国民崇拜之英雄,游受皮施奴教之特别尊崇,被视为护持神皮施奴之化身。 此诗流传于恒河乃至南印度,更远及西兰岛,对文学、艺术均有很大影响。 又近代印度方言文学,东南亚各地之民族文学兴起,均为同类故事与叙事诗,形成所谓,罗摩文学,足振其影响之举。 H Jacoby Das R.M.A.1893, Baumgartner Das R.M.A.U.N.D.D.A.R. Melliter Adderinger 1,894, 3,000 L.Indian Mythology, 1902, E.W. Hopkins Epic Mythology, 1915, P6685 罗摩南陀,泛名R.M.Nanda 竟是印度教前臣派领袖 为罗摩拿遮之继承人 相传生于阿拉哈巴,流浪于印度各地 约于1430年后定居北印贝纳拉斯 Bernaris,及金瓦拉纳西 当十三、四世纪请崇拜罗摩 范R.M.A.之罗摩派于南印盛行时 是于北印鼓吹罗摩与其菲斯多 范S.T.为至上神,印绝对归一 树立罗摩派在北印之发展 形成罗摩南陀派 是反对传统保守之陋习 否定种姓制度,推行以方言 俗语布教,影响范围致广 其合理化,近代化之思想 背后是改革印度教者奉为归涅 于近代印度教之发展 扮演极重要之角色 罗摩南陀派属印度教皮施奴派 信奉罗摩斯多及其眷属 主张归依此最高神级的解脱 然并不排斥偶像崇拜 亦不背离印度教之神界 而于其中取得圆满之妥协 一六千六百八十六 罗胡,一指丝之之罗布宇宙沙 为天人作医之材料 转育为细烦恼 二位菩萨之见佛性 犹如隔罗胡见物 虽极细薄 然犹犹所隔 祖庭誓愿卷一万序一一三 三下,华言书云 菩萨至语如来至 如明眼人格清胡堵众色相 此言菩萨与佛见性不同 临间路卷上 万序一四八 二九八上 指如实的圣人说法 如云如雨 由备佛喝见性如隔罗胡 P6686 罗斋,禅灵用雨 又作罗斋,罗斋 即循由四方行起 接受施主斋时之供养 为托,行起,起时之意称 罗同罗,循罗之意 即次第行起 又有网罗之意 即起时于四方而无疑于 月将正应禅师与陆卷下罗汉赞 万序一二三 一四一下 不为自己罗斋攻 只要众身破令千 禅灵向器尖引弹门 P6686 辣,右左 亦指借辣,法辣 为比丘受巨族借后之年数 比丘出家之年岁与世俗不同 系以受借以后之下 安入为年次 故有借辣,下辣,法辣,年辣的称 禅怨清归卷十百丈归神颂,万序一一一,四六五下,凡巨道眼,有可尊之得者,浩曰长老,如希玉道辣肠,呼须菩提等之位 玄印英译卷十四,参月,法辣,三千四百三十一,二指辣月 岁终之意 辣,为我国古代祭祀之名 我国素以农历十二月外祭之 月,十二月习称辣月 元通大印国诗语录卷上,大八陵,一零六中,逗到腊月三十日,也只是嫩,辣净春回,依旧如前,且到四十年地,P6687 腊八,解年农历十二月八日 依北传佛教说法,该日为世尊于菩提树下臣道之纪念日 辣,原为我国年末之纪四明 我国素以农历十二月为辣祭之月 习称十二月为辣月 称十二月八日为辣八 世尊臣道之前 曾修苦行多年 行销古力 后决定放弃苦行 此时遇见一幕女呈现乳迷 时后体力恢复 遂端坐菩提树下审思 而于十二月八日 臣道 为纪念此事 于此日举行之法会 称为臣道会 臣道节 佛臣道日 喇叭会 赤修百丈清规卷二 佛臣道涅盘条 大四八1116上 腊月八日 恭欲本师世家如来大和尚 臣道之臣 绿比丘重 盐备香 花 灯 竹 茶 果 珍修 以生供养 又我国佛教徒访 墓女公辱迷之典故 于该日以米及果物主周贡佛 称为腊八周 后岁演变成为民间习俗 日本禅灵为纪念佛陀成道 则于腊月初一至八日成小间 终止一切行事 昼夜为坐禅修行 此系以世尊在菩提树下坐定位学习对象 除如策 饮食外 稀宜不起坐 不恒卧睡眠为原则 至八日黎明 在世家向前送大悲咒后 乃结束法会 此称腊八街 社 兴 腊八大街兴 而与贯佛会 涅槃会合称为三大会 长阿含经卷四 贯洗佛形象经 大宋僧史略卷上 翻译名义集卷三 P6687 腊八周 指每年农历12月8日 寺院所致之五位周 又坐五位周 洪糟七宝周 佛周 依据大宋僧史略卷上 禅陵象器兼淫淡门等之记载 宋代时以农历12月8日为佛诞日 都成诸大寺座遇佛会 以诸国品五谷等至七宝五位周 称为腊八周 是日 寺院以此周供佛后多享之信徒 其后此风气见广传至民间 一般仁义于此日至腊八周 而成为我国民间风俗之一 盖佛教界一般多以12月8日为佛陀成道日 然亦有根据达之四位 于是日举行御佛会 宋代之寺院即属此例 为后世多以此日为成道日 故腊八之法会亦称成道会 腊八周所用之材料 佛典并未详举 赤修百丈 轻规卷七月分须之条 与禅陵象器兼营淡门 一锦位 以红色小豆等五谷众位 混合熬制而成五位周 故又称为红糟 若据燕金碎十计腊八周条之记载 则为腊八周系以黄米 白米 姜米 小米 菱角米 栗子 红姜豆 去皮枣泥等 河水煮熟 外用染红桃仁 杏仁 瓜子 花生 蒸囊 松子 及白糖 红糖 琐琐葡萄 以作点染 切不可用莲子 扁豆 一米 桂圆 用则伤味 美至腊七日 则包裹嫡气 中叶金银 至天明时 周易熬熟 除供佛祭族外 亦可分溃亲友 然不得过五 诸金药集卷八 宗门五库 P6687 辣刺 又作刺 执法辣之刺地 即依寿巨族借年数多寡而定之席刺 此外 一介辣指示众森席刺之木牌 称为辣刺牌 禅院青龟卷三维纳条 银山青龟卷上月中行事 P6688 辣佛 于农历7月15日 下安居最后之日 设百味饮食献贡于佛者 称为辣佛 当日供养佛 菩萨之高饼 即称辣饼 参月 于蓝盆 3454 P6688 辣满 指年事较长 法辣最盛之僧侣 与 长老 亦与同位比丘之敬称 此外 指学道之年龄最长者 称为辣高 及法辣 借辣之最高者 P6688 藤田宏达 1928 日本北海道人 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 专修印度哲学 并获得文学博士 现任北海道大学文学部教授 著作有原始净土思想之研究 生活之创造 佛教之伦理观 梵文无量寿经事义等 P6688 藤堂公俊 1918 日本佛教学者 毕业于大政大学 任佛教大学教授 著作有净土三部经解说 及时著皮婆沙论汉译考 是清净土观 无量寿经论瑜伽派的理解 无量寿经论序观等论文 P6688 藤堂公 指连藤中之管状恐 巨杂阿含经卷十六载 阿修罗与天地征战 阿修罗大败 四军 向车 马军 车军 不军 净退入一藕孔中 P6688 藕丝 指连之花梗 与地下经 折断后 牵连之丝状物 如以断除迷离 与迷失之祸而言 则以偶思比喻 迷失之祸 盖于剑道可断之迷离或 其性虽猛利 却亦断除 譬如破石 于修道可断之迷失或其性虽顿弱 然断之反难 故以偶思为辟语 古德颂 见道如破石 修道如偶思 朝野群载卷二人王会 咒愿文 P6688 要插池明 泛明 Yakke Fidi Dhara 池明仙之一 位于密教胎藏县图曼陀罗外 金刚步越南门之东方 未增长天之卷属 其形象未生成赤肉色 头戴宝冠 平眉怒目 右手当胸持剑 左手握拳 而伸拇指 小指置于腰前 交脚坐于原座上 右要插池明 有二使者势力 名为要插池明女 其形象 皆成肉色 头戴宝冠 左方之使者两手持己 右方之使者跪坐于原座 左手握拳置于胸前 右手屈掌 掌上力有毒骨处 大日经书卷六 卷十一 两部曼图罗一记卷三 批六千六百八十九 药山身座 禅宗公案名 为唐代药山为眼禅师 身座 说法是众之公案 从荣禄第七则 大四八 二三一中 药山九部身座 愿主白云 大众九思事会 请和尚为众说法 山令打钟 众方即 山身座两九 便下座归方丈 主随后问 和尚是来许为众说法 云和不垂一言 山云 经有经师 论有论师 真怪的老僧 此公案说明药山身座说法 虽未垂是一言半语 然当下即是现全身说法之活三昧 故药山随后所说 经有经师 论有论师 之语 亦不外表示经师所说之经 论师所说之论 皆仅为佛法真理之一部分 远不如丝毫不落言与隔腾之 全身说法 此即为本公案之主旨 景德传登陆卷十四 批6689 耀山尾眼 七百五十一 八百三十四 唐代森 属清原刑司之法系 山西匠州人 俗姓韩 十七岁一朝阳 广东西山会照禅师出家 大历八年 七百七十三 旧横山西早受巨族解 博通经论 延迟戒律 后参业石头西迁 密领玄旨 四参业马祖道一 延下契物 奉侍三年 后赴海石头 为其法寺 不久 至里周耀山 广开法延 四众云集 大镇宗峰 一夜 登山惊行 呼云开剑月 大笑一声 便于里阳东九十余里 居民均闻其身 朗周刺史 李敖赠诗云 大武陵 八一六中 选得幽居妾也情 中年无送亦无盈 有时直上孤峰顶 月下披云笑一声 唐太和八年 八百三十四 世纪 世寿八十四 一说太和二年十二月世纪 世寿七十 赤士 宏道大师 宋高僧传卷十七 祖堂级卷四 景德传登陆卷十四 传法正宗纪卷七 佛祖统纪卷四十二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五灯会员卷五 P6689 药王菩萨 药王 泛名Biochia RGA 因义秉士舍罗热 为师与良药 旧治众生生 心两种病苦之菩萨 为阿弥陀佛二十五菩萨之一 据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载 过去无量无边阿森指节 有佛号流离光照如来 其国名玄甚番 彼佛涅槃后 余相法中 有日葬比丘 聪明多志 为大众广说大臣如来之无上清净平等大会 时众中有新秀光长者 文说大臣平等大会 心生欢喜 以雪山之良药 供养日葬比丘及众僧 并发愿以此功德为相无上无提 若有众生闻己明者 愿其的灭除三种病苦 时长者之地 电光明 亦随旭持朱皮 狐阳要供养日葬及朱恩仲 亦发大菩提心 愿得成佛 其实 大众赞叹新秀光长者为要亡 电光明为要上 后一为要亡 要上二位菩萨 经病 在此二菩萨久修犯行 诸愿已满 要亡菩萨于未来世成佛 好净眼如来 犯菲姆拉 那珍 要上菩萨一成佛 好净葬如来 犯菲姆拉 嘎巴 又法华经卷六 要亡菩萨本食品在 过去无量恒和沙节 有日月静明得如来 其佛受命为四万二千节 使有一菩萨 明一切众生见菩萨 修习苦行 精进精行 一心求佛 经一万二千岁 正的 献一切身色三昧 乃福诸香 饮香油 然自身供养佛一千二百年 命中后父化生于静得王之家 受日月静明得如来之父主 于彼佛灭度后造八万四千塔 其自身亦于七万二千年间 然必供养其塔 或未彼 一切众生见菩萨 即经之要王菩萨 另据法华经卷七妙庄严王本史品载 于过去无数节 有云雷因素王华智佛 说法华经 时有国王明妙庄严 范奥哈 VYHA 夫人明静德 范菲姆拉 Data 二子明静葬 静眼 其王携剑赤圣 性外道之法 夫人与二子乃共设种种方便 使王智素王华智佛索 听闻法华经 共得利益 静葬 静眼二人即经要王 要上二菩萨 要王菩萨之形象 一般为顶带宝观 左手握拳 置于腰部 右手躯臂 置放胸前 而以拇指 中指 无名指 指持药术 三昧耶 行为阿加陀药 或为莲花 真颜味 安 欧 禀 是舍罗热 耶 Biachia RJ 药王 沙赫 SVH 或 朗莫三万多 美陀南气 插拿多 罗岩沙赫 灌顶经 卷十二 法华 曼图罗 微移形色 法经 法华经文 句卷十下 图像 超卷五 批六千六百九十一 药石 亦止疗病之药 耳语编石 及医药与医疗器具 祖庭寺院卷一 罗汉药 十条 万序一一三 八上 十当作十 取疗病疫 故约药石 夫公并约药 结并约石 古乙边石 未真也 玄印应一卷十八 二又作药石 至禅灵之晚餐 佛智比丘过五不时 故禅宗寺院称五后之饮食 未药石 亦及碗食之淫雨 亦为福之以辽即可 赤修百丈 清规卷五油方餐请条 大四八 一一四零中 当碗特胃汤 披衣服 助持接入 中略 汤霸起 就如前泄汤 需两盏三里 抽一就作药石 此外 据传古代之僧人 每日仅两度用时 至冬日晚间 未遇寒雨消机 长将一块 轰暖之石 快置于腹部 作为疗治一切 未肠疾病之万灵丹 后世岁将 每日之第三餐 称为药石 赤修百丈 清规卷二达摩祭条 入众日用条 行持鬼犯卷 一日分行持 黄泊清规 禅灵象器 尖引弹门 P6691 药师十二大院 只药师佛于过去 世修菩萨行持 所发力导众身之 十二大院 又坐十二大院 十二上院 即 一 愿我来世的菩提时 自身光明赤然 照耀无量世界 以三十二相 八十众好庄严 令一切有情如我无意 二 愿身如流离 内外清净无垢 光明过日月 幽民众身 西蒙开晓 三 愿以智慧方便 令诸有情皆的 受用无尽 四 令行邪道者 皆安住菩提道中 行二 圣之道者 亦皆以大臣之道 安立之 五 于我法中修行犯行者 一切戒不缺减 六 诸根不拒 白赖癫狂 乃至种种病苦者 闻我名皆诸根拒足 无诸己苦 七 重病逼切 无护无医者 闻我名 众唤西除 八 若有女人愿舍女行者 闻我名 成丈夫相 九 令众生皆脱魔网 至于震见 宿震无上震等菩提 十 若为王法所负 身心受无量灾难 坚迫之苦 此等众生若闻我名 以我福利 皆得解脱一切忧苦 十一 为饥渴所脑而造诸恶业者 若闻我名 我先以妙色香味时 饱足其身 后以法味必尽安乐 十二 平无衣服者 闻我名 我当师笔随用衣服 乃至庄严之巨 皆令满足 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 批六千六百九十一 药师十二神将 又做十二神王 十二神将 十二要插大将 为药师佛之眷属 即守护送持药师经 者之十二叶插神将 或以其为药师佛之分身 每一神将各拥有七千药插 即为八万四千护法神 即一 公皮罗 又做金皮罗 意意味即位 身成黄色 手持宝处 以弥勒菩萨为本地 二 法折罗 又做拔折罗 和其罗 意意味金刚 身成白色 手持宝剑 以大势至菩萨为本地 三 弥气罗 又做弥区罗 意意味直言 身成黄色 手持宝棒或独骨 以阿弥陀佛为本地 四 安底罗 又做恶罗 安纳罗 安陀罗 意意味直心 身成绿色 手持宝堆或宝珠 以观音菩萨为本地 五 二耳罗 又做墨尔罗 摩尼罗 意意味直风 身成红色 手持宝叉或使 以魔力之菩萨为本地 六 山底罗 又做梭罗 素兰罗 意意味直辱 身成黄色 手持宝剑或罗背 以虚空葬菩萨为本地 七 阴达罗 又做阴陀罗 意意味直立 身成红色 手持宝棍或谋 以地葬菩萨为本地 八 波仪罗 又做婆耶罗 意意味直影 身成红色 手持宝堆或宫使 以文殊菩萨为本地 九 磨虎罗 又做薄乎罗 磨修罗 意意味直言 身成白色 手持宝符 以药师佛为本地 十 真达罗 又做真持罗 意意味直想 身成黄色 手持所或宝棒 以普贤菩萨为本地 十一 招杜罗 又做诸杜罗 照头罗 意意味直动 身成青色 手持宝堆 以金刚手菩萨为本地 十二 皮杰罗 又做皮加罗 意意味原作 身成红色 手持宝轮或三谷 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地 或为十二神将于昼夜十二时 四季十二个月轮流守护众生 若以第十二之逆配十二神将 则公皮罗属害 罚者罗属须 昭渡罗属丑 皮杰罗属子等 其配属关系及本地 持物等 表解如下 盖于药诗经并未举出十二神将配于十二之之说 又一行阿蛇全集 妙见菩萨神咒经等意未见记载 故此说为何人所传不详 一系十二之术与十二之之术相合 且大方等大集经卷二十三举有十二寿之说 故后世附会之 遂产生种种说法 药师七佛供养以鬼如意王经 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 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念诵以鬼供养法 冠顶经卷十二 陀罗尼经卷二 净琉璃净土标 P6692 药师三昧行法 权益卷 明代森寿登转集 收于万序葬第一二九册 本书系根据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而作之颤法书 旨在说明依药师如来之事愿而离苦得乐之刑法 内容包括 一 定名 叙述药师三昧名称之缘由 二 劝修 劝借修喜本三昧 则所求长寿 富饶 官位 男女等 皆得顺遂 三 方法 皆是供养药师如来之方法 四 事宜 应当时西方往生之思想极为盛行 故作事宜 以肯定本书为制服消灾之药法及明星作佛之秘典 后事凡消灾严寿之法事 多礼拜此颤 即经所谓之药师颤 批6693 药师三尊 又称东方三圣 即中尊药师如来 左斜是日光辨照菩萨 右斜是月光辨照菩萨 药师如来本愿经 大一四四零二上 于其国中有二菩萨摩赫萨 一明日光 二明月光 于彼无量无数诸菩萨重罪为上手 持彼世尊药师离光 如来正法之葬 参阅药师佛 6694 P6693 药师印香 药师如来之印象 极致左掌于极下 以右手叠指于左手上 二拇指指头相接 为药师如来之根本印 其中 左手四指表示众生之四大 右手四指表示佛界之四大 众生一界之疾病 乃由四大不倒而起 故以佛界之四大调和众生界之四大 作为药物 而以二空 及母指 表示照入众生疾病之意 故此印又称药胡印 又以此印为法界定印 与掌中观想要胡 P6693 药师本院功德经 请参阅药师流离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 药师本院经 请参阅药师流离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 药师四 一位于日本奈良士西京 又称西京四 为日本法乡宗大本山之一 南兜七大四之一 天武天皇 673 686在位 为其愿皇后 后即位为持统天皇 即欲 于藤原功创建本寺 圆镇天皇养老二年 七百一十八 阴影剑平成经 奈良 与诸大四一剑至献止 唐塔完备 畏畏大家兰 自天长七年 八百三十 起 晴修最盛会 南京三会之一 天延元年 天延元年 九百七十三 遭火灾 除佛殿 东西二塔外 于皆焚毁 后经数度重建 经除东塔外 它如佛殿 蒋堂 东院堂等 皆江户时代之建筑 东塔为三重塔 每层各附有长层 壮四六重塔 为奈良前其之一构 以九轮上部附加水焉之天人图案为最美 佛殿所供奉之三尊药师佛像 亦为奈良前其精同佛像 铸造中之杰作 虽欲灾变 其表面有显黑亮之光则 东院堂之观音立相亦为同其所作 吉祥天化则为硕果仅存之天平绘画 此外上藏有慈恩大师图像 集数尊平安初其之佛像 日本书记卷二十九卷三十 药师四元起 二位于日本木县河内郡南河内挺 为日本古时三界坛之一 创建于天至天皇九年六百七十 亦说天武天皇二年六百七十四 或大宝三年七百零三 后一度衰费 连仓时代密言复兴之 金属心意真言宗志山派 四支北方山林中 有中国唐代僧建真和尚之碑 续日本祭卷十九卷三十 东大四药路卷一 P6693 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 请参阅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药师佛 药师 泛名Biochia Gur 因一座丙沙社巨撸 又座药师如来 药师流离光如来 大一王佛一王善事十二愿王 为东方尽流离世界之教主 此佛于过去世行菩萨道时 曾发十二大愿 愿为众生解除极苦 使具足诸根 导入解脱 故依此愿而成佛 住尽流离世界 其国土庄严如极乐国 此佛誓愿不可思议 若有人身患重病 死衰相限 眷属于此人灵命中时 昼夜静心供养礼拜药师佛 读诵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四十九遍 然四十九灯 造四十九天之五色彩斑 其人得以苏生续命 此种药师佛之信仰自古及盛行 药师佛之形象 据药师流离光王七佛本愿功德念诵 以鬼公养法载 左手指持药器 右座无架珠 右手截三戒印 这家沙 截家夫座于莲花台 台下有十二神将 此十二神将是愿护持药师法门 各律七千药插眷属 在各地护右手持药师佛名号之众生 右一般流传之相为裸法行 左手持药弧 右手截施无畏印 或与愿印 日光月光二菩萨斜士左右 并称为药师三尊 此二斜士在药师佛之净土 为无量众中之上手 是一身补除之菩萨 亦有以观音 试至二菩萨为其邪士者 此外 或以文书施力 观音 试至 宝谈华 无敬意 药王 药上 弥勒等八菩萨为其事者 一堂代意 药师流离光 七佛本愿功德精彩 药师佛又做七佛药师 吉善称名吉祥王如来 宝月至炎光阴自在王如来 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 无忧最圣吉祥如来 法海雷音如来 法海会游戏神通如来 药师流离光如来 其中前六如来 为药师如来之恩生 七佛药师法 则为日本台密四大法之一 如以药师如来 为本尊 修习灾等法 则称为药师法 其以鬼与七佛药师法相同 其三昧耶行为药胡 真言有大咒与 小咒之分 小咒为 暗呼噜呼噜 占佗力磨成止沙喝 又此如来与阿 大日或世家同体 药师如来 本愿经 随代达摩及多亿 药师流离光如来 消灾除难念 诵以鬼 药师如来 观行以鬼法 续高僧传卷三十随 真观传 送高僧传卷二十四唐元 脚传 出三藏记及卷五星 及一经尾传杂录 古经图书及成神 一点地九十亿佛相簿 P6694 药师悔过 又做药师禅 以药师如来 为本尊而行 忏悔罪障之修法 悔过 亦为忏悔罪过 及于佛前 忏悔自己身 口 亦所造之罪过 以求得福利之行事 悔过法 亦所修之本尊 不同而有多种 其中以药师如来 为本尊而修法者 称为药师悔过 明代森授登所转集之 药师三昧刑法 一书 及依据此 医悔过法 而作者 参阅 药师三昧刑法 6693 P6695 药师流离光如来 本院功德经 泛名包高分 全译卷 唐代玄藏译 略称药师如来 本院功德经 药师本院功德经 药师本院经 药师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四册 本经汉译有五种 译说四种 依其译出时间之先后 为 一 东晋博师 黎密多罗义 三百一十七 三百二十二 本 二 留宋慧简易 四百五十七 本 三 随代达摩吉多易 六百一十五 本 四 唐代玄藏易 六百五十 本 五 唐代易静易 七百零七 本 其中前三议系强调药师佛之功德 称为药师随愿经 意境所译者 称为药师流离光七佛本院功德经 或七佛药师经 详述七佛药师之本院及其陀罗尼 一般最通行者为选转一本 具有密教性质 以说明现实利益与净土往生之思想为其特质 积葬一支药师经有二种 其中一亿相当于本经 题为BCOM DAM DASMAN JYI BLAVERIA IHOT KYISON JYI SMONG LAM JYI CUT PARGS PAR 另一亿相当于意境之一本 题为D Shang GX PAR DAN J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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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经之著书有十观之药师本院经义书三卷 即盔基、静脉、神太、顿轮、景兴等之药师本院经书各一卷 太贤之药师本院经书各一卷、太贤之药师本院经骨二卷等 开源是教路卷三、卷七、法经路卷一、卷四、 初三、初三藏祭集集卷五星集一经尾转杂路、至原法宝刊通总路卷二、P6695 药师经、请参阅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药师护魔、幼座七谈玉修法、七佛药师法、即日本台密以七佛药师为本尊、为习斋、增益所修之密法 参阅、七佛药师法、九十八、P6696 药珠二卷六 药珠二卷、指佛陀所化现之药术王身与如义珠王身 药、即药术、能治愈疾病、珠、即如义珠、能出重宝 佛陀佛陀未拔除众生之苦、而化现药术王身、为给予众生安乐、而化现如义珠王身 法华玄义卷六、法华义书卷二、加祥、观音玄义卷上、P6696 药草玉、为法华七玉之一 又作云与玉 法华经卷三药草玉品以与比喻佛陀之教法、以草木比喻众生之积累、而以药草比喻为三圣人之根性 药草有三种,即小草、中草、大草 小草比喻人、天、中草词喻文、圆诀、大草比喻菩萨 药草虽有大小不同,若蒙云与滋润,皆得芙蓉玉茂,能致重病 故以之比喻三圣人之根气虽高下不同,若蒙如来此云法与润则,则能成大一王,普就群生 据法华经药草玉品所在,系以三草二目比喻五圣之积累、然菩萨成中之大草、二目、诸宗之解释各自不同 在天台宗,依法华文句卷七所说,则以大草比喻藏教菩萨,以小数比喻通教菩萨,大数比喻别教菩萨,即以三草二目比喻为五圣七方辩人 参阳,三草二目,六百零三,批六千六百九十六 要测你,范明雅卡,亦亦勇见神 为女要插,俱费罗之妻,又为不动明王之使者 其身沉青色,有四手,三眼,顶带独楼,颈部缠大蛇 左第一手持三骨叉,第二手直棒,右第一手掌上至有一轮,第二手持锁 不动力硬鬼,圣无动尊绝密要义,批六千六百九十六 要童子,以要草作成之童子 据大宝基金卷八载,其欲,范J.Valka,为佛陀弟子之一,以医术著称,取药草作童子行 其行冒端正书好,能行住坐卧,往来周旋等,没有病苦之人求诊 其欲则以药童子令患者视之,与共割系,则能医治种种疾病 批六千六百九十六 要监督,又做医药法 为二十监督之第七 监督,范与Scantha,巴黎与Kongdaka,异议作剧,运,及分类编辑 而将同类之法聚集一处,相当于品,节 有关森尼受戒,安居等行持之法,统设为二十种,称为二十监督,药监督即为其医 此监督之内容系有关比丘之饮食,生病比丘之医药等 即规定比丘饮食之种类,生病比丘服用医药之种类及其处方,乃至风邪,眼病,呕吐,热病,舌毒,头痛等株病之药剂 四分率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八宗钢药,P6697 药树王,又作药王树 草木有可以治病者,称为药草,药树,其中最盛者,称为药王 若人立于树前,其五脏六腑等,西间分明 圣天王班若波罗蜜金卷三,大八,七零五上,为诸众生而作医治,治诸疾病如药树王 女英元经,P6697 药葬,纸药局 其典故出自印度阿育王时,有义比丘因病求药而不得,王乃于国中四城门边见藏药之库,施药与一切生病比丘 我国则始建于东晋时代 善见绿皮婆沙卷二,P6697 十,范与FHNA,八粒与六A 因一座皮蛇那,皮若男 FHNA为六,分析,分割,与JNA,之,之和成语,乃为分析,分类对象而后认知之作用 虽至后事实,心,范SATA,八童,亦,范Meno,八童,十三语会分别使用,然于初期时接混合使用 一为时宗之解释,无人能识别,了别外境,乃因时对外境之作用所显现 故于此状态之时称为表示,即时,范FHAPTI,因一座皮若底 于大小城佛教皆历有六时说 六时各以眼,耳,鼻,舌,身,义等六根位所依,对色,身,香,味,触,法等六镜 产生见,闻,嗅,味,触,支支了别作用,此即眼时,耳时,鼻时,舌时,身时,意识等六种心时 欲如,六窗意语,六时之体为一,而其作用之门护则六,改系六时说最初之意义 六时中,第六之意识称为第六时,后世更富于六时,意识,分别是时,四柱时,攀缘时,寻旧时,波浪时,人我时,烦恼杖时,分段死时等时名,称为六时时 除以上六时外,为时宗令举莫那时与阿赖耶时,及阿里耶时,成立八时说 其中从眼时至身时之五时,与六时说相同,总称为前五时 至第六意识,称为前六时 至第七莫那时,即第七时,或单称七时,称为前七时,或单称七时 前七时以阿赖耶时为所依,而圆各净百起,故称为七转时或转时 而前六时清晰,识别对象,故称为了别净时 第七莫那时,第八阿赖耶时,称一首识 据护法之为说 八时中第六与第七时,具有执着虚妄之对象 为我或为法之辨迹性,故称六七能辨迹 而前五时与第八阿赖耶时因无我,法之执着,故称此为五八无直 副字,印度之无相时派 而认为八时之体性皆同,故主张八时体一之说 但有相为十派即为十宗则为其体性个别,而主张八时体别说 且二时乃至八时同时并且,同时转,俱转,称为八时俱转 然而,小恩有不宗等不主张二时并且,异于前说 社设论宗,真帝所创,于八时万令令第九阿摩罗时,眼摩罗时,成立九时说 阿摩罗时别名无构时,真如时,真时,即所谓净时,依此而言,第八阿里耶时被解作妄时或真妄和何时 的论宗,天台宗亦有人主张此说 真言宗历时时,即于八时之外别例二种 一,多一时星,为生灭门之所依,相当于了之差别现象界之后的智 二,一一时星,为真如门之所依,相当于体物平等亦如真理之根本智 据真地义之士清锁者社论室卷五位,因阿里耶时便义所生之时,共有,生时,生者时,受者时,应受时,正受时,事时,数时,处时,言说时,自他差别时与善恶两道生死时等时一种差别 与此,显时论,与此,显时论,与此显时,其中因阿里耶时所显现之显时复分为,生时,成时,用时,世时,气时,数时,四种言说时,自他意时与善恶生死时等九时,而分别时为虚妄分别之主体,又可分成有生者时与受者时二种,其看法大致与真相当于 所说相符 又人家经卷一说三时,即 一,真时,相当于阿摩洛时,或相当于阿里耶时 二,现时,相当于显现万法之阿赖耶时,或阿陀纳时,即莫纳时 三,分别是时,即七转时,或前六时 然真时之说仅鉴于人家经,而不鉴于梵本及其他译本 按至吉祥贤之人家经诸位,现时位前五时,分别是时则位第六意识 据大臣其信论所说,由于阿里耶时中之根本无名在阿里耶时上启动妄念,以致认识对象而争起执着心,其相状可分为 一,业时,启动业座之时相 二,转时,因业时作用,所身建造的主观作用之相 三,现时,转时成为客观之境所现之相 四,智时,执着现时为实在之相 五,相叙时,对现时执着不断之相 上纪五种时总称为五意,或五时,相当于三系六粗中之前五者 此外,依无名能启动阿里耶时,而展开迷戒之相状,如风吹大海沉浪,故欲称为时浪 杂阿含经卷三十六,大皮婆沙论卷九,卷二十三,巨舍论卷二,卷九,世摩赫眼论卷二,大臣一张卷三,成为时论数计卷五末 巨舍论光计卷四,宗静禄卷五十,石柱心论卷十,参阅,莫纳十,一千九百四十一,阿摩罗十,三千六百七十一 阿赖耶时,三千六百七十六,批六千六百九十七 石心,对,心所法,而言,指六十或八十之心王 人言经卷一大一九,一零七上,一切世间十种一身,痛将石心居在身内,批六千六百九十九 石牛,即以身比喻车,以时比喻牛 为众生受业时之牵引,轮回于六道,不得解脱,如牛之托车,往返不已 大智度论卷十九,大二五,二零三中,如车有两轮,牛力千固,能有所致 二是因缘,以成生车,石牛所牵,周旋往返 批六千六百九十九 石主,指十心之主,即第八十 宗静鹿卷四十七,大四八,六九六下,故知第八真实常如舍香,以任运之源和恒常之道,中略,非生死之所积,其涅槃之能计,是已称为石主 参阅,阿赖耶十,三千六百七十六,批六千六百九十九 十字宗,为宋代福山法远禅师,九百九十一,一千零六十七,提示修行者悟道要新十六条之一 皆是部落严全思量,当下看取本来面目之指去,称为石字宗 五家宗旨转要卷宗,万序一一四,二七四下,十字宗者,须时本来宗去,部落严全,才拟论量,千山万水,批六千六百九十九 石寒宗,为东晋时期班若学派六加七宗之一 即葬于中论书中为此宗细于法开所立 此宗以三界为梦幻,昔由新时所显现 中论书记卷三末,大六五,九四下,于法开者或十二帝论云,三界为长夜之宅,新时为大梦之主 若觉三界本空,或十四境,为登实地 经为其以祸所独为俗,觉时都空为真 又于法开以神,时为二,神为主宰,时为神所发之功用 据宗绍绍绍、所者明佛论,时含者,为时含于神 汉卫两进南北朝佛教史,唐熙语,P6699 食声,依,具有精神作用之身体,即身于心 本是经卷五,大一七,六八六上,由此定固,于有时生,即外一切所愿相忠,忠略,善服善断。 杂阿含经卷三十五,二,指认是作用之种类,生,即,种类之义。 杂阿含经卷十二,大二,八五上,云和位时,位六时生。 眼时生,耳时生,中略,意试生。 P6699。 时生族论,请参阅阿皮达摩时生族论。 十介,梵语FetchNA,DH2Stay,八粒语6A,DH2Stay,未构成宇宙万有要素之一。 乃六戒之一,十八戒之一,为六十之总称。 长阿含卷八众集经,大一,五二上,附有六法,位六戒,地戒,火戒,水戒,风戒,空戒,十戒。 即一门族论卷二,聚舍论卷一,参阅,六十,一千三百一十二,P6699。 十十,梵语FetchNA,HRA,八粒语6A,HRA。 四十之一,指认识作用。 以精神为主体而保持生存状态者,称为十十。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亿苦乐品,大二,六五六下,彼云何为十十。 所念使者,一知所知,犯天为首,乃至有享无享天,以十为十,是为名为十十。 杂阿含经卷十五,长阿含卷八重疾经,巨舍论卷十,黄博断记禅师传心法药,P6700。 十浪,以心体之真如,譬如海,诸石之原动,譬如波浪,故有十浪之譬喻。 人家经卷一大一六,四八四上,水流处,藏石转石浪身。 人家经卷二,大乘入人家经卷二,卷七,P6700。 十海,指藏石之海。 以真如未如来藏石,真如随缘而起诸法,如海之波涛,故称十海。 人家经卷一大一六,四八四中,譬如巨海浪,思有猛凤起,红波谷鸣鹤,无有断绝石,藏石海常驻,境界风所动,种种诸石浪,藤月而转身,P6700。 十神,一八利语六A。 为心时之主体,即止心。 杂阿含经卷三十九,大二,二八六中,尔石,波寻而说济言,上下及诸方,便求彼石神,都不见其处,取低何所知。 二八利语用2。 智有生命者,一族经卷上,大四,一七九上,西舍是,道何所。 十神去,但明在。 三于禅宗,专指精神作用,即能起意识作用者。 无门官,大四八,二九四中,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前认识神,无量劫来生死本,吃人换作本来人,P6700。 十无边处天,十无边处,泛名Vic and Nantiyatana,巴利明Viac Yatana,为四无色界之地儿。 六座时无边处,无边时处,时无边处地,无量时处天,时入处,略称时处。 只焰离空无边处天,由时无边之定所招感之果报。 即思维清静眼等六种时之相,观察照了无边之时相,以先思维无边之时相而修加行,辗转引起第二无色定,称为时无边处。 杂阿含经卷七,中阿含卷二十四大英经,启士经卷七,法运族论卷八,诚时论卷十三,大皮婆沙论卷八十四,巨舍论卷八,参阅,空无边处,三千四百八十一,无色界,五千零八十三,P6700。 实时性为时,就法相为时而言,宇宙万有可分为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形法,无畏法等五种,若以前四者观之,则一切,相,皆为,时,之所现,属于法之幻象。 若设此四者,而就第五之无畏法观之,则可显现其圆满,成就,真实之法性,即圆成实性,故以,时,为时性之为时。 成为时论卷七,P6700。 时经,众生之真心,时之精明,称为时经。 宗静禄卷三,大四八,四三灵中,无始菩提涅槃圆清静体,则辱经者,时经圆明能生诸圆。 圆绝经,P6701。 时藏,止如来藏。 真如之如来藏与无名和何而为阿赖耶时,能变现一切万法,故称如来藏为时藏。 伦家经卷四,大一六,五一灵中,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中略,为无始虚为恶习所勋,名为时藏。 参阅,如来藏,两千三百六十一,P6701。 时运,范语非坚A,斯坚特,八利语六A,坚特,至眼诗等诸诗之巨集,为五运之一。 又作诗音,诗寿音。 据舍论卷一大二九,四上,各个了别比比境界,总取静香,故名时运。 此副差别有六十生 未眼十生至一世生 盖眼等六十对近景取总相来分别 故类具此六十而立名为时韵 于十二处中和未一处 于十八界中分别六十未眼十界乃至一世界 且另立无间灭之一根 总计为七星界 又大成阿皮达摩杂级论卷二 大三一七零以上 云和建立时韵 卫星亦时差别 其中第八阿赖耶时卫星 第七莫纳时卫义 前六时卫时 是及总称此八时卫时韵 又于加诗的论卷五十四举时韵有五种差别 一、安住 为诸时于三界执着内外而安住 二、杂染 为诸凡夫于宪法中医受用境界 于后法中医生死等门而被染污 三、所依 为十一眼等六处 六十身而转 四、住 为十一四十住等而安住 五、异相 为时有贪心或离贪心 善或不善或无忌等异相 杂阿含经卷三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八 即异门族论卷十一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四 皮六千七百零一 十变 为十宗言 一切万法无非是 十 所变现 称为十变 称为十论卷二 大三一 七宗 然一十变 对浅旺直真实我法说 甲四言 皮六千七百零一 十变六五位 六五位乃为十宗 对五位法之分类 即虚空 则灭 非则灭 不动 灭静定 真如等无畏法 其中 由十所变而于心内变现 四六五位之相分 称为十变六五位 称为十论卷二 大三一 六下 依十变 甲施舍有 未曾闻说虚空等明 随分别有虚空等相 中略 此所现相 前后相似 无有变异 甲说未常 参阅 六五位 一千两百九十四 批六千七百零一 正 正 梵与阿辇高 八粒与同 修习正法 如实体验而误入真理 称为正 即以智慧契合于真理 依其所悟 能正的智慧之结果 称为正果 或四地履行修行阶段而正 称为分正 语 语 并称三法 语 教 行 性 并称四法 正 有气慧真理而误入之意 故有气正 正气 正慧 正悟 正入等语词 又正知敬的 乃为有自己体验之意 故有己正 内正 自内正之称 就能正而言 称为正智 正知 对修阴而言 称为正的 正果 对教法或教道而言 则称正法或正道 其他令有修正 教行正 教行性正等名称 据社论卷二十五 大臣其信论 圣满宝 窟卷中末 大臣一张卷九 批六千七百零一 正入 一范语 早别 又作误入 得入 正悟 即以正知如实 正的真理 此有分 满二种之别 二胜之极果 集出的以上乃至实地 等觉等皆为 分为庙 等觉为满 法华经卷五如来寿亮影 知法眼葬卷一变道化 二 一千一百九十五 一千两百四十四 日本净土宗僧 为西山派东山流之祖 俗性人帖 观境 从西山正空学净土宗义 深得其师一指 后于京都东山公子 开创阿弥陀院 弘扬师臣 其门流称为东山流 东山义 或称公子义 宽元二年世纪 世寿不祥 或未世寿武时 净土法门 宽元流章 净土传灯总系普卷下 批六千七百零二 正大菩提 为正的佛果 佛之正觉 称为大菩提 大法句陀罗尼经卷二 大二一 六六七上 如来正觉慈悲怜悯 中略 一切诸法明了通达 的一切智 正大菩提 为为安乐诸众生故 批六千七百零二 正果 指正入国位 即以正至器和真理 进入佛 菩萨 生文 圆诀等之国位 如三圣人断或正理 分别到达己果 又如大臣正的初的乃至等觉等菩萨之分果 及佛之满果 小臣正的阿罗汉 阿纳汉等之四果 皆称为正果 大唐西欲记卷七费舍离国条 有关于舍利子等证的阿罗汉国之记载 华言五教章卷三节是社论 梁义社大臣论是卷十七 由或至或静 正佛一切智 知语 为大四五四九三上 或静者 使所知障境 及由流烦恼障起盛行故 得致此为正佛果也 此为有关菩萨之断或正果 杂宝藏经卷七第八十七元 卷九第一一四元 菩提心论 批六千七百零二 正法 一巴利于Sakidama 指自身正物之理法 一族经卷下 大四 一八四下 自智慧不忘法 正法无数以见 二位据舍论所说教 正二法之一 指声文 原诀 读诀 等 各由四弟 十二因缘等种种差别 道法而证悟 据舍论光记卷二十九 大四一 四三八上 正法者 为声文 读诀 如来三圣菩提分法 批六千七百零二 正定书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正空 一千一百七十七 一千两百四十七 为日本净土宗西山派之组 通称西山上人 俗姓缘 好善会房 赤士 建制国师 公亲出身 十四岁出家 入法然门下学净土教义 复立访各宗朔学 究其教义 丙传原顿菩萨界 法然传述 选择本院念佛即时 师任教堪之职 后住西山善丰寺 常修不断念佛 六十里赞 问答论义等形式 法然世纪后 师致立于净土教之宣扬 这又选择集密要诀 当麻曼图罗著等书 保治元年世纪 世寿七十一 西山上人传 净土法门原流章 批六千七百零三 正姓序 又做通序 为发起序 之对称 于诸经之开端 常以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 等于说明 闻 信 时 主 处 众 等六事 称为六成就 以证明经中所说 未真却可信者 一级明确指出时间 地点及与会人物 使众生之所闻之法 确实无物 因而起信 故称正姓序 又此为诸经之序 分中所通有者 故又称通序 参阅 发起序 五千一百六十三 批六千七百零三 正的 范语 与阿嗨高玛或阿比萨 波特 八粒与同 又作献证 为证物体德之意 即由修道而证物真理 并体达果位 智慧 解脱及功德等 于家师的论卷六十四位 有四种正的 一 诸有情业果正的 二 深文成正的 三 独觉成正的 四 大成正的 其中 深文成正的又分位的正的 智正的 静正的 果正的 功德正的 等五种 独觉成正的分位 先以得顺觉则分善根正的 先以得正的正的 先未得正的正的三种 大成正的则有发心正的 大悲正的 波罗密多正的 摄氏正的 地正的 与五无量随至真如正的 不可思意微得性解正的 不共佛法正等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 于家师的论卷八十二 十的经论卷一成为 十论卷九 大成法院一灵章卷一末 批六千七百零三 正得法身 二众法身之一 为 言说法身 之对称 法身为众身本来具足者 因迷惑故而不显 然可依修行而正得之 故称正得法身 金刚般若经论 达摩及多意 卷上 参阅 言说法身 三千零七 批六千七百零三 正得圣义地 又作一门显十地 为四种圣义地之第三 即止声闻正的我 法二空真如之礼 一大成法院一灵章卷二末之意 此二空真如系一 甚至全空门官而显立 故称正得 又为凡于所不可测之 胜于四种世俗地之 第三正的世俗地 止苦 即 灭 到四地等法 故称圣义地 成为十论卷九 参阅 四种圣义地 一千八百一十四 批六千七百零三 正经 范语 阿佛泰阿 PASD 巴利与阿佛克 PARB 未以无漏制 如实觉之四圣地之礼 而生其对佛 法 僧三宝及界律 清净之信仰 据摄论卷二十五 大二九 一三三中 如实觉之四圣地礼 故名为正 所姓三宝及妙师罗 皆名为净 离不信构 破戒构固 由正的靖 立正靖明 参阅 四正靖 1850 P6703 正智 正物之无漏正智 指菩萨于初的正物中到真实之理之无漏正智 人亡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经卷下 大八 八四二中 正智自在 断无爱障 P6704 正发心 大臣起信论所在三重发心之第三 指从初的至第十的菩萨之发心 于此等皆为之菩萨 正的真如法身 发起真心 方便心 夜时心 以利益众生 十的经论卷二 大臣一张卷九 大臣起信论议计卷下末 参阅 三星 五百三十二 三重发心 六百五十九 批六千七七百零四 正义 又称正义者 义英明用语 舆论议会上 担任判决者 其判定之标准 主要依据利 利论者 敌 问难者 双方所申诉问答之 可否成立为准则 二位议场上担任正名 梵梵文文艺之职称 据佛祖统计卷四十三载 天席哉 一千 主持议场时 除一组之外 另设有八项职称 各司一项职事 正义 及其中之一 任此职者 坐于义主之佐 于义主宣读梵文之前 与义主共同评量 该梵文文句之义 又于汉义之后 核对原梵文之义 而判定该义语是否得当 批六千七百零四 正道 其义有二 一 只觉悟正道 集体达真理之义 二 教正二道之一 指诸佛所正之实理 天台四交一柱卷下 参阅 二道 两百一十八 批六千七百零四 正道同源 于天台宗 旧教道而言 别教 原教之菩萨 从十性以上至妙觉 虽各具五十二阶位 然就正道而言 别教之初的同于原教之初注 称为正道同源 即位别教之地前菩萨 仍需以次第三官分别断除剑 丝 尘沙等诸货 而不同于原教之以原容三官同时断除三货 然别教之菩萨入出地时 断一品之无名而正一分之中道 其断无名 正中道全然与原教之初注一致 由此之故 别教之菩萨制出地时 一转而为原教初注之菩萨 参阅 教正二道 四千六百零九 批六千七百零四 正道歌注 为永家正道歌之注释书 一 权益卷 宋代僧范天艳奇传 门人会光编 宁宗家定十二年 一千两百一十九 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一一册 书中将正道歌足具详家阐述 以指点出学者入于参禅悟道之门境 二 权益卷 宋代僧妙空之那传 门人得罪边 约堪行于高宗绍兴十六年 一千一百四十六 收于万续藏第一一四册 之那认为佛法虽非由涉猎文字语言而得 然顿根末学者仍须戒于文之诠释 以参佛法之之要 故传此书 三 权益卷 右座正道歌注诵 原代僧竹原永圣传 得红边 顺帝至正元年 一千三百四十一 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一四册 永圣于美俱下座短评 和数据而加以注释论述 其后附送 四 权益卷 日僧连山交易转 P6704 正臣 又座正臣 为正名所说确实无误 正 只正名 正焰 臣 只臣地 臣时 或臣力之意 如阿弥陀经中说东 南 西 北 下 上等六方诸佛 同正念佛往生之确实 往生理赞记 大四七 四四八上 若有众生 称念阿弥陀佛 若七日即一日 下至十身 乃至一身一念等 必得往生 正臣此事 忠略 若称佛往生者 常为六方横河沙等诸佛之所互念 凡此 皆为六方诸佛为除众生对念佛往生之疑或不幸 各生广长蛇乡 以证明世家所说之诚实 此即诸佛正成 又佛为说大品般若经 故书蛇正成 大智度论卷八对此家已解释 为书蛇负面至于法纪 细为小性之故 经为心此般若波罗蜜之大事 故献广长蛇乡 便赴三千大千世界 此外 正臣 二字之凡转位 臣正 仅作证据之矣 如成为十论卷七载 大三一 三九上 此等圣教 臣正非一 如来诗子后经 阿弥陀经书 窥姬 观经书定善意 观念法门 大唐溪玉记卷八 批六千七百零五 正臣书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书 正连 一千八百九十三 一千九百六十七 江苏镇江人 俗姓吴 法号密缘 九岁一果红和尚出家 宣统二年 一千九百一十 于京陵宝华山龙昌寺 寿巨族戒 并于此安居寺下 专研戒律 为九 参学于 镇江交山定会寺 后于 长州天宁寺 清智当代 禅宗大德也 开和尚 并于民国十四年 一千九百二十五 受法 为南岳怀让系统下之 第四十七世 随即任该寺监院 并就该寺之愿王祥妙 创办私立天宁高级小学 二十一年 出任天宁寺主持 以禅学会众 并将 天宁学界堂 以名为 天宁佛学院 礼聘明师讲学论道 以培植森才 二十六年 中日战争起 师维护天宁寺 客经触经版胜利 后于上海建庄严寺 并创办天宁佛教医院 炫寿聘明院联社助持 并任导师 集中念佛 成为净土宗道场 三十八年 大陆沦陷 避乱香港 两年后迁居台湾 曾住进暖暖山院 后住独林经社 并与子 居指 师生前应台省各道场敦请 受在家五戒 菩萨戒 千佛大戒多次 戒子遍及海内外 曾任中国佛教会 李坚士等 B6705 谭婆 指食狗肉之人 翻译名义集卷二 大五四 1083中 谭婆 图干 此云食狗肉人 又同数列举 结识那 之恩 亦为主狗肉者 血应应义卷七 B6706 谭云山 1983 湘南查林人 法名人 如 为我国旅居度之学 学者 民国24年 1935 在南京与戴季陶 泰戈尔 共同发起 中印学会 沟通中印文化 后赴印度 出任印度国际大学 中国学院院长多年 毕生致力于中印文化之交流 曾赠送中华大藏经 与印度十个大学及研究所 并促成中印学者 学生之交换 对我国留学印度之僧 众有多造福 晚年与西兰 斯里兰卡 泰国 缅甸等十国佛教界人士 创建世界佛学院 世界大讲堂 并成立中华佛学研究所 适于讲学之余 并从事著述及梵文佛典之翻译 民国72年2月末 以印度加耶中华佛寺 这有世界立法与立法革命 圣哲甘地 印度从坦等 P6706 坦四同 1865 1898 清末湖南流洋人 自复生 自号壮飞 物须六君子之一 初入王传山之学 与梁启超 夏曾又等诸明氏相交 并从洋人山学华炎 为时等 曾游历西北 东南各省 甲午战争后 提倡新学 光绪24年 1898 德宗变法 任军姬章金 后变法失败 为慈禧太后所杀 这有人学 聊天一格文集等 尤其人学一书 旨在融合如是道极西洋哲学 P6706 赠五重 日本佛教用语 为日本净土宗赠于死者五重血脉之一事 五重相传 分为学匠相成与结缘相成 学匠相成乃对僧众举行 结缘相成则对在家人举行 然在家人与生前未得结缘相成 则由死者之父母 妻子等近亲 待死者受五重相传 使死者成为佛祖立代血脉相成之人 并于法名上家赠裕号 其以此功德 令死者得益而增进佛道 称为赠五重 P6706 赠别业 又做歹业 素业 待业 大业 半业 指送葬日之前业 赤修百丈 清规卷二千化一勘条 禅灵备用清规卷九对零小餐 念送殿茶汤条 参月 歹业 五千两百八十九 P6706 赠别经 王森图皮或埋葬之前系 称为赠别业 是业为是赠别之义所诵之经 即称赠别经 大剑小清规末后世仪 P6706 赞缘 一千零八十六 宋代灵纪宗森 浙江一乌人 为赴大事之后裔 自万宗 三岁出家 七岁受菩萨界 便立诸方 参业时双楚元会下 并四其法 后住持苏台 天丰 龙华 白云等寺 又应辅帅之请 住持蒋山宝制道场 及太平心国寺 王安石奏齐德 受赐张福吉 绝海禅师 好 元又元年世纪 世寿不详 禅陵森宝传卷二十七 五灯会员卷十二 续传灯陆卷七 P6706 赞灵济丧 为西藏佛教济神节 俗称林卡节 于每年葬礼五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在拉萨市交流林内举行 原为土藩王朝 穆尼赞普 七百九十七 七百九十八 在位 十所创立之四大公养之一 即大昭四公养绿藏 昌珠四公养论藏 桑耶四公养金藏 及菩提 据传 葬礼五月十五日 世间诸神聚会 民众普遍烧香树枝 以示供养 赞灵济丧及由该日起始 P6707 赞宁 九百一十九 一千零一 宋代学森 浙江德清人 俗性高 出家于杭州祥福寺 受巨族界后博社三藏 由金南山律 谈论之间 词遍洪放 错他论风 识人以 律虎 欲称之 傅旁通如道二家之典籍 文词颇善 身欲日高 备受当世王侯名士养尽 五月前洪替清目其得 人之为两者僧统 傅次以 名义宗文大师 知好 其后宋太宗义李玉有家 太平新国三年 九百七十八 四以 通会大师 知好 并先后任以汉林使馆编修 左接蒋经首作 西经教室 右接僧禄等职 贤平四年入祭 是寿八十三 申平著作婆父 如宋高僧传 旧领圣贤禄 大宋僧十略 内典籍 是超音义纸规 外学籍等 佛祖统计卷四十四 是士基古略卷四 律院僧宝传卷八 批六千七百零七 教翻 指台教之仆人 又作教从 教者 兼于 班者 更帝之义 即位轮流台教 赤修百丈 轻规卷二 营士尊宿条 大四八 一一二二中 方丈直局 及参头领 众行者 仁仆 教翻 以次参拜 批六千七百零七 慈世文 祖师大德于世纪时 叙述当时新晋之祭诵 诗文 称为慈世文 又作慈世 慈祭 遗祭 此封使自唐代以后之禅宗或净土教 日本则于连仓时代 后特别盛行 景德传登陆卷八米岭和上章 大五一 二六零中 诗将是灭 乃一一记云 祖祖不思议 不许常注视 大众审思维 毕竟指这事 乐邦文类卷五 批六千七百零七 编五的 指于边地有五人传授之作法的戒 为十众的戒缘之一 又作五人得 以边国僧众数少 授戒者不能从正式以归行三师七正等十人授戒时 即以四僧众与一节摩师作法授戒 依之而得据足解 十送绿卷五十六 杂心论卷三 据舍论卷十四 参阅 编国 六千七百零九 批六千七百零七 编地 一范语 Nleka 因一迷离车 又作编一魔所知者 悲剑 只不能见闻佛法之编于下剑之种族 参阅 迷离车 六千四百一十七 二指极乐净土之编地 又称宜臣 胎公 即以疑惑新修诸功德之人 应其激感 死后于净土受生之处 生于编地 五百岁中不得见闻三宝 参阅 编地胎生 六千七百零八 编地谢曼 六千七百零八 批六千七百零七 编地胎生 只以疑惑新修诸功德之人 死后将受生于极乐净土之编地 略称编胎 无量受精卷下载 若人以疑惑新修诸功德 愿生彼国 但以不了佛制 不思义智等 于此诸智疑或不幸 然由性罪服 修习善本 愿生其国 此等众生生于编地之宫殿中 五百岁中不能见佛 不闻经法 亦不见菩萨 身闻慎重 又巨大阿弥陀经卷下载 其人奉行诗语 父后悔而生怀疑 暂性暂不幸 义智犹豫 其人灵命忠实 不能至阿弥陀佛处 只见弥陀边界之七宝宫殿 遂以欢喜心止住城内 于水池中化身 其城纵广二千里 中有七宝舍宅 又有七宝玉池 池中自然滑香 七宝行术皆出五音之声 于饭食时 应益自然的百味饮食 凡尘中快乐皆如第二刀利天 但不能出城 不得见佛 闻经及见诸比丘僧 亦不得知阿弥陀佛国之诸菩萨 阿罗汉相貌 逮留此鞭胎五百岁后 使得至阿弥陀佛所 而见得智慧开明 有关鞭地胎生之解释 净土诸家间有译说 据坛乱之略论 安乐净土一载 生此鞭地者 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 亦同于八南中鞭地之南 又在极乐净土之鞭鱼 故为边地 又如人出身之时 人法未成 比喻其暗昧 故称胎生 观经书定善意 散善意 无量寿经连艺术文赞卷下 是净土群一论探药剂卷八 菩提心极卷上 P6708 编地谢曼 日本净土真宗位 阿弥陀佛之化土分 编地与谢曼二种 编地乃怀疑佛智者 所往生之国土 谢曼为谢曼界之略称 乃修行 要门 者所往生之处 父次 编地乃无量寿经 卷下所谓之遗臣 胎宫系第二十愿之自立念 佛者所往生之处 至于菩萨处胎经卷三 所说之谢曼界 则为第十九愿之诸善万行者 所往生之处 显境土教行政文类卷六 P6708 编州 于佛教 以印度魏严福提大州之中的 而称印度以外之地为编州 P6708 编及无编 为阿弥陀佛之净土似有编界 而实无编计 一般虽言极乐净土在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然比土相及无相 身及无身 故方及无方 编及无编 无量寿金卷上为其国土 大一二 二六九下 辉阔广大 超圣独庙 又比土与梭婆世界之境次相接 故便于往生 此乃随众生分别之见 而说其国土在西方过十万亿佛土 但以显现佛制之自正 则周便法界 以是不离西方而周便法界 该设十方而不坏西方之别乡 故方及无方 边及无边 净土论 往生论柱卷上 安乐及卷上 P6708 边国及必身处 为中国之对称 至佛法盛行区域之外的边躲偏远之国 或城镇 聚落 佛法洪传之初期 于智界上 未浮于洪法情形轻重缓及之差别 乃以中国 边国之分 而规定授界时 至少需有实施或武施之差异 边国本无教团组织 能服于授界资格之人选及有限 故降低其限制 比使清目内法真谛者得以顺利出家 于诸经论中所举边国之名 既有奔徒拔达纳 苏土奴 乌波苏土奴 苏纳 大秦 安息 安陀罗 舍婆罗 罗国 都去罗等数十处 食送绿卷25 百一节膜卷5 大制度论卷25 参阅 中国 1023 P6709 编织剑 泛语 Anti Gross H Di 巴黎语 Anti GG 执着片面极端之见解 略称边剑 为时随眠之一 五剑之一 有二种 一 常见 认为 我 死后常住不变 二 断剑 认为 我 死后断绝 一及五取运之取断 长一边之谬剑 死边之源于 阿家一 有身剑 所知之我 我所知是法 而其断 长二剑 障碍处中之道地 与出离之灭地 又此剑随有身而转 成为十论卷6 总言此剑四十 七剑 其中七断灭论属于断剑 与四十剑属于常剑 又此剑设于变形之祸 与有身 同位自剑 以大义法中之会 未体 未见苦所断之烦恼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六 卷四十九 巨舍论卷十九 杂阿皮 韩星论卷四 批六千七百零九 编无编等宗 请参阅有编无编论 编无编论 只剑植于世间之有编计 无编计者 为古代印度外道 所值六十二剑中 依前纪 过去 而起之邪剑 共有四种 故又称四种编无编论 四编无编论 即 一 入定观察世间而既有编计 二 入定观察世间而既无编计 三 入定观察世间而既有编计 亦无编计 四 以节极致观察世间而既非有编非无编 此编无编论相当于外道十六宗之无编等论宗之主张 长阿含卷十四犯动经 大皮婆沙论卷一九九 大臣一张卷六 六十二剑意 参阅 六十二剑 一千两百四十一 皮六千七百零九 编罪 及森尼违犯杀身 偷盗 邪淫 妄语等四种根本重罪 此四种根本重罪又称似波罗仪 盖森尼迹已受戒 复犯此四重罪 则犹如佛法边外之人 不堪再重入境界之海 故称边罪 四分律山凡捕阙行事超卷上三 参阅 波罗仪 三千四百四十二 皮六千七百零九 编纪定 紫色界第四净律之最上品 编 无阅之义 为此定殊胜而无有能超阅者 即 类 即之义 为此定为多种净律中之最集者 据社论卷二十七 大二九 一四二中 此一切的 便所随顺故 增至旧禁故 的编辑名其中 所谓便所随顺 即一切的已随顺此第四净律 为因而引起 所谓增至旧禁 即专入于第四净律修习 依次由下品 中品至上品 此三品 副各分位三 由下品次第而修习 深究竟上上品 依此二因 故第四净律上上品 称为编辑定 批六千七百一十 编辑制 为等觉菩萨之智慧 已居于妙觉位之编辑 称为编辑制 大臣一章卷十二 大四四七零零中 编辑制者 从尽未明 身报穷处 名为编辑 圣人修的自在制 故于此编辑修促随心 明编辑制 批六千七百一十 静 泛语 未见照面容之巨 巨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三载 比丘不得随意以静照面 燃鱼并欲 心剃头或头面身窗时 则允许使用 后裔用作佛堂或光备之装研具 于密教中 又称玄境 弹境 宝境 如陀罗尼及金卷三所列二十亿种 供养具之中 即载有宝境遗像 同金卷十二亿载其为 严世道场之具 或以镜面捐刻佛像 悬挂于佛前供养之 经典中常以明镜表示 清镜法身之德 于武至中 相当于大元镜制 禅宗一常以 镜或明镜 比喻人人本具之佛性 盖因人之本心清镜明白 犹如镜之玲珑明熙 禅灵象器兼器物门影四分率形式 超资持记卷下二之文 为座禅处多玄明镜 以注心形 P6710 静谷 静 静象之意 为影象之印现于静中 谷 谷想之意 为身想之回印于山谷中 静中所现之象 实不可得 谷中之身想亦非实有 故静谷乃辟欲万法 假有而无实体之意 P6710 静唐绝缘 1244 1306 宋墨缘初灵纪宗森 西数 四川重庆 人 浩静唐 元氏祖治元16年 1279 日本洪安二年 与吴雪祖元同赴日本 印北条石宗之寝 驻连仓珠寺 后赴宜驻京都建仁寺 得志元年九月世纪 世寿寿六十三 赤氏 大元禅师之号 其法系称静唐派 又称灵光门徒 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 这有四会语录三卷 P6710 静相 泛语DARA PROTI BIMBA 静中之影像 班若经时欲之一 以诸法之见有而时无 辟欲静中之影像 大智度论卷六 大二五 一零四下 诸法如静中相 父次如静中相 时空不生不灭 狂惑凡人眼 一切诸法亦附如是 空无时不生不灭 狂惑凡夫人眼 忠略 诸法从因缘生 无自信 如静中相 参阅 时欲 四百七十 P6710 静相圆容 天台宗以静相位 辟欲 显示空 甲 之意 磨合纸观卷一下 大四六 九上 譬如明镜 明欲 即空 相欲 即甲 禁欲 即忠 不合不散 何散婉然 不一二三 二三无妨 此一念心 不纵不衡 不可思议 非但几耳 佛即众生 亦附如是 日本天台宗之祖最诚意一准词说 而以之欲显三生三德之圆容无碍 即以明比喻 法生 以向比喻 应生 以体比喻 报生 其后 此类以静相来欲显圆容无碍之辟欲 成为日本天台宗所重视之口传法门 即以静比喻凡圣本具一时之理性 以向比喻此理性中所缘具之三千诸法 而为一念及具三千三地 犹如静之映照万象而圆容无碍 驻金刚批论 指官为指掌中谱 批六千七百一十一 静安 一千九百 福建人 俗姓李 法明日出 民国四年 一千九百一十五 于福州庆城四一常物法师出家 七年 于古山寿聚足界 并入古山佛学院就读 曾任中国佛教会福建省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佛教会福建省分会代理事常 为福建法海中学 福建佛教医院 及龙坡佛教大厦创办人之一 现任及龙坡观音亭住持 观音亭福利基金会主席 批六千七百一十一 莫建 禅林用语 又作莫爷剑 原为古代之名剑 盖 莫爷 乃吾 亦说储 或未寒 知者名著剑将干将之妻子 夫妻二人为协助吾王和驴 遂助阴阳二剑 阳剑称干将 阴剑称莫爷 于禅林中 莫建转指自身本来具有之智慧 或诗家自由自在皆化学人之般若致见 闭言录第九则 大四八 一四九上 明镜当台 言丑自辩 莫在首 杀活灵石 批六千七百一十一 关口真大 一千九百零七 一千九百八十六 日本佛教学学者 毕业于大正大学文学部佛教学科 后任大正大学教授 这有天台小指观研究 招和教定天台四交仪等书 及敦煌出土最妙圣定金考 双风道性与天台指观法门 振兴论等诸论文 批六千七百一十一 官山慧玄 一千两百七十七 一千三百六十 日本灵纪宗僧 庙星寺之开山 信农 长野县 人 早年于建长寺参禅三十余年 后头大德寺宗风庙超 为其法寺 隐于美农衣吹山之草庵 花园天皇以其洛西花园 离宫之地创建庙星寺 迎请未开山 慕其高峰而至之森众云集 九之未成日本灵纪宗 最大宗派之庙星寺派 正平十五年世纪 世寿八十四 赤世无相大师 光德圣庙国师 自信天真国师等 批六千七百一十一 观中抄 请参阅静明经及观中书 观中及解 请参阅静明经及观中书 观内四圣 又称观中四节 后勤时 一经大家纠摩罗时 三百四十四 四百一十三 门下约有三千弟子 其中道荣 僧瑞 僧照 道申 谈颖 惠官 道衡 惠炎等八人 学行俱佳 是称十门八郡 或十门八宿 其中道荣 僧瑞 僧照 道申等四人 由寿推崇 特称观内四圣 批六千七百一十一 观世迁 一千九百三十 辽宁安东人 法明能尽 归一谈虚法师 并于外双膝报恩小柱一应顺导师受菩萨界 亲至导师受学中观多年 先后任教于莲华学佛园 菩提佛学院 福岩佛学院 华泛佛学研究所等 亦有中国佛教与社会福利事业 佛教圣典 中国佛教史等书 批六千七百一十二 观门节 为我国云南蓝仓江下游及德宏等地 歹足地区小城佛教最大之禁居持斋节日 待遇原称 奥瓦萨 观门节史自奉利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结束 于此期间 寺院僧众亭之外出 禁居念经 一般信徒则以食物 鲜花 银币等献佛 信仰教前赌之老年信众 则多住于寺院 听僧众诵经 节日期间各项社会活动 皆带有浓厚之宗教色彩 观门节结束 则称开门 参阅 开门节 五千三百零七 批六千七百一十二 官帝 原名语 自云长 三国始属汉和东郡解线人 勇猛过人 为一代虎将 英素秦义 秉信忠直 顾名垂青史 名神宗时赤丰位 三界浮摩 大地神威 远振天 尊 官圣 帝君 因此 后代民间多尊 为 官圣帝君 入定 定中 建官帝显灵 化运山 其驱之一位品质 以供大师建四弘法 之后 又向大师求受五戒 而成为正式之佛弟子 后世佛教义有将官帝列为迦兰神者 依道教所传 官帝经常非乱将比 屡显灵异 其神力在民间信仰上 极受推崇 我国各地立妙奉似者亦多 后世有假托其名之通俗 劝善文多种 如官帝绝世真经 官帝明圣经 戒世子文等 批六千七百一十二 官子 禅灵用语 右座官子 官 官要 官卡 剑 纽 原为门锁 门栓 鸡轴等意 隐身为官剑 在禅宗 转至参悟奥秘玄机之要诀 景德传登陆卷九 大五一 二六六下 且如四祖下牛头戎 大师横说间 一座树 说 由未知向上官子 忠略 且当人事实 能体会的 但知学言语 念象皮带里安着 到处称我会禅 大会书卷下 云门匡 真禅师广路卷上 五灯会员卷四 卷十五 祖庭试院卷上 批六千七百一十二 离二边分别指 又坐席二边分别指 席二边指 天台宗 针对空 甲 中三官所立三种指形之一 离二边分别指 乃对中官而立 未不分别有无 迷雾等二边之相 参阅三指 五百三十五 批六千七百一十三 离中之 未 和中之 之对称 眼 耳 一三根围取 不知之境 不直接与对象接触 能与远离之某种对象 发生作用 未知离中之 眼能见远处之色 而对于眼中之要等则 不能笃 耳能闻远处阴生 逼近耳根者则不能闻 反之 耳与禁须直接接触 才能产生知觉 称为和中之 如鼻根之与相近 呆相为皆于鼻根 使能知觉 蛇 生耳根亦然 参阅 和中之 两千两百六十五 批六千七百一十三 离生 即永离三界之身 三圣之人 入于见到 了见地里 断境见或 永离三界之身 称为正性离生 而此类圣者出离生死之正性 称为正性离生性 略称离生性 据舍论卷二十三 大二九 一二零下 得是第一法 虽注意身位 而能去入正性离生 万善同归即卷六 参阅 正性离生 一千九百九十一 批六千七百一十三 离生喜乐的 为三界九的之一 即色界之初禅天 盖三界共分九的 即欲界一的 色界与无色界各四的 故色界之初禅天 即为九地中之第二地 于初禅天 已远离欲界之欲 恶不善法 而生喜乐 故称离生喜乐地 杂阿含经卷十七 大二 一二三上 为比丘离欲 离恶不善法 有绝有关 离生喜乐 出禅俱足足 即一门论卷五 巨舍论卷十二 巨舍诵书卷十 参阅 九的 一百三十二 批六千七百一十三 离作法 泛语 法 英明用语 和作法 之对称 又作离 遮浅 即于英明论事中 就亦遇所为离意简烂之作法 其规则为 先宗后因 即先说与宗 命题 之禀词相反之属性 后说语音 理由 相反之属性 表示一品忠权无因之属性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下末 大四四 一三七上 离者 不相属者 以 言诸无常者 即离常宗 见彼之爱 离无爱因 将彼之爱 数者无常 反显无爱 数者常宗 其意盖位 举异玉时 使宗异品及因异品 从宗与因隔离 令部属者 概用异玉作离作法时的 先宗后因 之规定 即是以因属者宗之作法 令之无宗处定无因 无因处定有宗 例如申论师对 圣论师立 申是常 宗 无直爱故 因 之论是 其离作法位 见诸无常者 皆是直爱性 譬如平等 异玉 即以 直爱 之因 令属者 无常 之宗 而反显 无直爱 所属者之 常 宗 如是则得以成立 申无直爱 必未常住之理 然若不用此作法 而说 如平无常性 直爱性 则无 欲体之属者 因此不能成立 申常 之宗 如是即犯 不离之过 或违反先宗 后因之法则 而说 见非所作者 是常 如平等 则以 非所作 之因成立 常 之宗 不能反显 所作 之因 故不懒于 常 之宗 亦不能成立 无常 之宗 如是即犯 道离之过 诗 英明论书 明灯 超卷六本 英明论书 瑞元纪卷七 P67113 离作业灌顶 指离事业 作法之灌顶 即三种灌顶中之应法 以心等二灌顶 与之相对之修法 则称作业灌顶 或事业灌顶 聚之灌顶 大日经卷五秘密 曼图罗品 共举出 聚之 应法 以心等三灌顶 其中 聚之灌顶系 则土地行七日 灌顶之作法 一级行灌顶 画曼图罗 投花的佛等之事业 作法 应法灌顶系 对诚心 因重而资历 不足承办 各种事业 作法之弟子 受以首应 真言之灌顶 以心灌顶 乃对通达之行者 以心传心 不需一切形式之作法 后二者均属无形式 无作法之修法 或未行应法灌顶时 弟子仍需备办少量公物 以供养三宝 又应法灌顶 虽属离作业灌顶 然依经典 接载有阿蛇 引导弟子 入坛头花 寿秘密道具等之事 故知所谓离作业灌顶 未必止无作法 而以解位不举行 如巨之灌顶之 完全一事 大日经书卷十五 批六千七百一十四 离炎记 又作小炼记 小饭记 戏对王者死后第五个七日之追善供养 清倦于此日为王者行追善供养 以其求名符 灭除其罪业 此季之名 鉴于日本之诸回向清规卷四 追忌明术之次第 批六千七百一十四 离炎中道 为炎权中道 之对称 法相宗立二重中道之说 其中 就炎权而论中道之指者 称为炎权中道 亦即于世俗门中论法之或有或无 反之 于圣异地中已断绝思虑炎权 为非有非无之中道者 则称为离炎中道 参阅 二重中道 两百零五 批六千七百一十四 离炎真如 又作绝炎真如 二真如之一 为一炎真如之对称 指真如之法体 即自自知灵 reference 一切法从本以来 离炎说相 离明子相 离心元相 必定平等 无有便义 不可破坏 为是一心 顾名真如 盖言说,名字等,皆依妄念而成差别,若离妄念则无名字,言说等,亦无一切差别之境界相,如此使得助于毕竟不可得之境界,故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即是真如,亦即离言真如。 大臣启信论一纪卷中,P6714 离身形,为断除欲戒烦恼,的色戒之四禅果而远离色身。 诚实论卷二,大三二,二五三中,离身形者,除欲戒结,的四禅,故名离身形,P6715 离车皮,泛名Lekavi,Lekavi,巴黎明瞳。 为中印度皮舍离城,泛File,之沙地利种族,乃把纸族,泛Fiji,之一部。 又坐离车,立铁婆,离车子,立车,离昌,随设立,绿车,立车,离家,搓。 亦亦为薄皮,铜皮,仙族王,边地主。 据善见绿皮婆沙卷十载,往昔婆罗那国之夫人产一肉包,因其异常而以为耻,乃投入江中。 为一道是邪规,置之一处,过半月,一肉分为二片,又今半月,一片为男,一片为女,道是因此力之骨,手指指自然出乳,入于子父,父籍内外明彻,道是岁称儿为离车子,亦为薄皮。 二子长至十六岁,以牧牛为生,共立爱舍,以女男,拜男为王,女为夫人。 后多生王子,以三次开广舍宅之故,称为皮舍离,亦为广言。 巨长阿寒经卷四载,佛涅蓬后,遗车民众一分得佛设立八分之以其他供养。 或为该族缘为西藏之统种,与佛逝时,行共和之治,国父明荣,与男之魔。 佛阶陀相对抗,其势力见衰。 直至统阙文朝之沾陀。 佛罗吉多,范康拉,嘎普特,与该族族女递婚,其是妇见起。 中阿寒卷四诗子经,大法古经卷下,班尼环经卷下,说无构称经卷一续品,四分绿卷四十二,大智度论卷十八,大唐西玉记卷七,惠灵因一卷五,卷二十九,P6715。 离部位如来,泛名阿佩阿卡拉,托斯卡塔。 诗恶鬼会时,所供奉五本尊之一。 一诗诸恶鬼饮食集水法载,行者若称念离部位等五如来之名,能令一切恶鬼灭除无量罪,而生无量福,所得饮食皆成甘露美妙之时。 密藏记以五如来配五佛,离部位如来及北方释迦牟尼佛。 离部位如来为尘所作至至用,故为变化身,历经六道四身界,为一切众身作诸事业而令无部位,以其既得广博之身,身心安乐,摩索部位,故称离部位如来。 瑜伽集药艳口诗十语,批六千七百一十五。 离性无别佛,未性即是佛。 性、有体、因、不便等诸语。 大制度论卷三十亿载,性为法而自由者。 黄博断记禅师晚灵录,大四八、三八七上,天真自信本无迷雾,尽十方虚空界,原来是我一心体,故顿误入道要门论卷下说,离心之外,即无有佛。 达摩大师写卷论,万序一一零,四零五下,一切时钟,一切处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 六祖谈经,批六千七百一十五。 离构,泛语非提阿,麦拉,八粒语童。 为远离烦恼之构慧。 一般贯称,远成离构,细法眼,泛达玛,CAKU,八达玛,可可,之形容词。 四地,缘起之理乃佛教正确之人生观,世界观,若能在理论上真实理解,即得照见真理之智慧眼,即法眼,而达出不胜者之需陀环道,欲流向。 以此法眼能远离理论上之见或,故称远成离构,泛达玛达玛达玛,八童。 在原始佛教之经典中,闻佛陀与佛弟子说法而得远成离构之法眼者慎重,如杂阿含经卷五之叉摩比丘,长阿含经卷二之眼婆婆离女等。 其后大致经典一臣词说,如维摩羁所说经卷一佛国品及有,大一四,五三九上,远成离构,得法眼镜,之语。 杂阿含经卷十五,有步律破森士卷七,驻维摩羁经卷一批六千七百一十六。 离构世界,只设立福当来成佛之国民。 据法华经辟喻品载,设立福于未来世过无量无边不可思一劫,供养千万亿佛,奉持正法,据足菩萨所行之道,当得作佛,好华光如来,国民离构。 其土平正清净,安颖风乐,天人众多,其实,华光如来亦以三圣教化众生。 P6716 离构的,梵语非猫,BHmi,应译为摩罗普。 又做离构,无构地,境地,聚戒地。 菩萨修行五十二阶位中十地位之地二位。 入于此的得守清净戒行,远离烦恼够然。 又以此的聚足三聚净戒故,亦称聚戒地。 六十华严经卷二十三,成为十论卷九,P6716。 离构眼,只愿离烦恼够然,得见圣道之清净法眼。 法院朱灵卷八十六,大五三,九一八下,寄见彼佛乙,愿得离构眼,成无上菩提,普及于寒十,P6716。 离染,泛语非二之诶,又做离贪,离欲,远离贪染之意。 据大皮婆沙论卷二十八之解释,狭义言之,离染指远离贪欲,广义言之,则泛指远离烦恼,细以离染总摄一切有味之善法。 于童书卷一二九,据舍论卷十五,卷二十八等一座广义之说。 杂阿含经卷一至卷三,法华经浦门评,四十二章经,发至论卷一据舍论卷二十三,P6716。 离染福,为加沙之意称,亦为远离烦恼杂染之一。 据星帝观金卷五载,加沙间如甲咒,能令如利剑之烦恼无法穿透。 又据金刚斑若书卷二载,加沙亦称离臣服,以坏色所成,故者之不起贪心,亦称消受一,以者此一则烦恼折落之故。 世事要揽卷上,P6716。 离染的,为,受身的,加行的,之对称。 染,指烦恼。 为离烦恼时所得者,如出离下地烦恼时,即得上帝之定。 此乃显示禁定,无漏定,未定之出所起之差别。 又灭静定乃家行的,而非离染得。 据舍论卷二十八,大二九,一四八上,静由离染身,无漏由离染,染由身即退。 据舍论卷五,P6716。 离相戒,为,随相戒,之对称。 又作无相戒。 为持戒者心无执着,是诸戒犹如虚空,而远离持,犯之相。 大方广佛华言经书卷五,P6717。 离婆多,泛名Riveta。 以幼作离月多,离婆多,离帝,离婆,离约,离月,或邪离伐多,赫离伐多。 意义常作身,所供养,经,世心,世实。 佛弟子之一,未设立福之地。 常作禅入定,心无错乱。 因其父母其离婆多心而得,故取此名。 曾遭语而止诉神词,至深夜见有二鬼真师而识,乃思人身之虚幻。 复义佛所,闻人身由四大甲和和之礼,遂初加入道。 后游行托婆国,欲寒雪,因无这格玺,脚位之洞商,佛赞其少欲之族, 而后听许于含帝的者妇罗,短靴,或格玺等。 中阿含经卷八,增益阿含经卷三弟子品, 佛本行集经卷四十七,五分律卷二十一, 法华文句卷二,悬应应一卷六,卷二十二, 惠灵应一卷八,卷二十三,卷二十六, 二又作离婆多,离伯多。 为阿南之弟子,年寿甚高。 精通律法,曾居指森家舍,巴埃塞卡萨。 约当世尊入灭百年后, 皮舍离国把舍子比丘,巴埃塞普特, 主张时事合法,耶舍长老,巴埃塞, 及父森家舍,请离婆多长老共赴皮舍离国, 决意时事非法。 善剑律皮婆沙卷一四分律卷五十四, 五分律卷三十,大唐西玉记卷七, 参月,拔舍子,五千两百八十七, P六千七百一十七。 离狱的,泛语VTA,RGA,BHME, 为菩萨修行皆位之一, 及三圣共识的知地六位。 又称离滩地,灭淫怒吃地。 入于此的的断除狱界之私祸, 亦及远离狱界烦恼之位。 据摩赫般若波罗蜜经卷六发去品载, 菩萨注于第六地中, 据足六波罗蜜, 又有六种不应味之法, 一,不作身文辟之佛意, 二,不失不应身忧心, 三,见有所所心不眉, 四,所有物不失, 五,不失之后心不悔, 六,不宜身法。 P6717 离狱退,断淨欲界九品之修祸而得不海果之圣者, 在其欲界之烦恼而退堕者, 称为离狱退。 据摄论卷六,卷二十一, P6717 离贪心,为,有贪心,之对称。 只愿离贪欲烦恼之善心。 据摄论卷二十六, 大二九,一三五下, 离贪心者,为,致贪心, 若贪不相应,明离贪心者。 中略,巨心者为善心, 此于所愿不持散故。 P6717 离喜妙月的,三戒九的之一。 即色界第三禅天。 于此的,以离二禅天粗洞之喜寿, 而新月安静住于圣庙之乐寿。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一, 卷一四一, 巨舍论卷二十八, P6718 离贱语, 范语Pioneer, 巴利语Paisu, VC, 又坐两舌。 十二夜之一, 即离贱人与人之间清和之言语。 于家诗的论卷八, 大三零, 三一六上, 赴次离贱语者者, 此事总句, 若未破坏者, 未由破坏亦乐故, 闻笔语以向此宣说, 闻此语以向笔宣说者。 即义门论卷二, 巨舍论卷十六, 参阅, 两舍, 三千零七十, P6718 离为, 法性之体, 离诸相而寂灭无余, 为之离, 法性之用, 为妙不可思议, 为之为。 宝藏论离为体净品, 大四五, 一四七上, 无眼无耳为之离, 有见有闻为之为, 无我无造为之离, 有智有用为之为, 无心无意为之离, 有通有达为之为。 又离者涅槃, 为者般若, 般若故心待用, 涅槃故寂灭无余, 无余故烦恼永静, 待用故甚化无穷。 宗静禄卷九十二, 无门关, P6718。 离盖, 盖, 止贪欲等五盖, 犯怕CAvara ani, 即五种腹胀心性之烦恼, 或犯止诸烦恼。 离盖, 即未脱离烦恼而得清净。 无量寿精卷下, 大皮婆沙润卷四十八, P6718。 离辟章中论, 请参阅辩中编论。 离戏论菩萨, 离戏论, 泛名Ni Propasie, 因异色波罗伴佐, 又称住无戏论菩萨。 位于密教现图胎藏戒曼陀罗金刚首院最外列右侧第五位。 此菩萨能离一切妄想细论, 显意识真知。 密号真形金刚, 种子位, H, 三昧耶行为独骨处。 其形象深沉肉色, 右手竖拳当胸, 食指竖立, 掌心向外, 左手握拳下腹, 直独骨处上方, 处之下端底坐帘, 树右膝, 右足掌腹于左足掌上, 坐于赤莲花座上。 真言为大日经卷二普通真言葬品所举至一切持金刚真言。 大日经卷一柱新品, 卷五秘密曼陀罗品, 玄法四移轨卷二, 青龙四移轨卷中, P6718。 离戏, 范语六, SAYoga, 八粒语童, 右坐离灭。 指则灭无畏, 与解脱之一同。 未由断除烦恼而远离有漏法之细腹。 则灭无畏者, 乃断烦恼所显之寂灭无畏涅盘之理, 依此故称离戏。 据舍论卷一大二九, 以下, 则灭即以离戏未性, 诸有漏法远离戏腹, 正的解脱, 名为则灭。 大批婆沙论卷三十一, 顺正理论卷六, 参阅, 则灭, 六千两百二十五, P6718。 离戏子, 泛名Nirgranta Arfaka, 右座尼前子, 即裸行外道, 张离一切系父而修苦行。 本师称, 离戏, 子, 指其门徒, 因其裸行, 故被称为无残外道。 为时数记卷一本, 大词N43当法师传远四参阅, 尼安子外道, 1889, P6719。 离戏果, 泛语, Visa yoga, Fala, 右座解脱果。 五果之一, 游慧简则一而断诸烦恼, 远离有法之系父, 正的则灭无畏之灭盘果味, 称为离戏果。 据舍论卷六, 大二九, 三五中, 游慧禁法, 明离戏果, 灭顾明镜, 则顾明慧, 即说则灭明离戏果。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一, 入阿皮达摩卷下。 大顺正理论卷十八, P6719。 离戏的, 即得离戏果。 于有不宗旨则灭无畏, 以无漏会简则四地之理, 而得涅槃法, 称离戏得。 如据舍论卷六载, 离戏意义未断, 解脱等, 止涅槃法, 得, 未不相应心所知名。 幼则灭者, 则乃简则之因, 灭乃所得之离戏果。 其次, 依成为十论卷八载, 离戏未断除无漏道之障, 所正得之善无畏法, 此法乃远离或知戏父而正得者, 故称离戏果, 以离戏而正得之, 故称离戏得。 据舍论卷十, 显阳圣教论卷十八, 批六千七百一十九。 离基贤明愿,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第十六愿。 吉愿净土无基贤悟名, 故又称无诸不善愿。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八上, 设我得佛, 国中人天, 乃至文有不善名者, 不取正诀, 批六千七百一十九。 难, 一级障碍, 特指障碍佛道修行者。 长阿含经卷九举出障碍修清进行以向物之八种难处, 称为八难, 八难处, 八难解法, 八无瑕, 八不贤, 八非识, 八恶, 八不闻识节。 吉, 一, 在地狱难。 二, 在恶鬼难。 三, 在畜生难, 此三图众生, 难遇胜者, 受苦尖逼, 无法修行。 四, 在长寿天难。 五, 在边地难, 相对于, 中国, 而言, 只鞭笔的之众生不能听闻佛法, 或止色界, 无色界诸天与北聚如舟, 须弥山北侧之世界, 之人为丹于享乐, 不求佛法。 盲龙因难, 即盲者, 龙者, 雅者, 即使生于, 中国, 亦不得闻法。 七, 是智便聪难, 即虽有世俗之智, 然应堕于邪见, 智不求正教。 八, 身在佛前佛后, 二佛中间, 难, 以无佛出世说教, 难遇佛法。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三高贵德王品举出如下六难, 一, 难遇佛事, 二, 难闻正教, 三, 难生善心, 四, 难生中国, 五, 难生人间, 六, 难巨眼, 耳珠根。 此代与八难之内容相同。 据谈鸾网生论柱卷上, 修大成成佛之难有五, 即, 一, 外道之相善难, 直外相之有相善, 或似善而非善之相似善, 二, 身闻之自立难, 三, 无故, 不思反省者, 知恶人难, 四, 颠倒善果, 人, 天等果报, 难, 五, 自立难。 病术及难遇佛法, 难得佛果之各种条件。 初药经卷八, 五苦章巨经, 梵王经卷下, 陈时论卷二, 四法品, 惠灵因义卷二十八, 二级结则, 如畏论难, 非难, 难结, 异义, 异论等。 于诸经论中常载有教内对法义之论真, 或教内与教外彼此之问难。 中论卷二, 大三灵, 一四中, 若三是无, 即是无身寂灭, 不应有难, 若无本柱, 云和有眼等, 如是问答, 细论则灭, 又于家师的论卷十六, 大三灵, 三六五上, 颂中四句, 如其次第, 是此四难, 批六千七百一十九。 南中之难, 为极难之事, 比喻信寿无上妙法之至难。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九上, 若闻思经, 信乐寿持, 南中之难, 无过此难, 批六千七百二十。 南化, 化, 未教化。 南以教导根信列恶之众生正入佛道, 称为南化。 唯摩洁经卷下相机佛品载, 此土之人刚强难化, 故世尊未说刚强之语, 以调福之。 大智度论卷九十一亿载, 欲借诸天为上妙五欲所谜, 故难以教化, 称为欲天难化, 色借诸天则谜于世间禅定之乐, 亦难以教化, 称为色天难化。 二者合称二难化。 又具北本涅槃经卷十一线并品列举三种难化众生, 即, 一, 邦大臣, 毁邦大臣教者。 二, 忤逆, 犯忤逆罪者。 三, 一产题, 文正教义不起信者。 三者合称南化三基。 又其说可比喻为难治之病, 故意称难治三病, 难治基, 彼等不能自身文, 原觉, 菩萨等三圣教法得救, 唯一一臣教使可得救。 于日本净土真宗, 则为为弥陀本愿能救治此难化之三基。 南本涅槃经卷十, 批六千七百二十。 南福帝, 指佛的或觉悟之境地。 已无其他强力足以降伏佛者, 故有此称。 圣满宝窟卷上末, 大三七, 一六上, 如来生不能生, 老不能老, 病不能病, 死不能死, 故云南福帝。 圣满经如来真实义功德章, 批六千七百二十。 南行, 泛语都卡拉, 卡拉, 又做苦行, 为, 义行, 之对称。 于宗教修行上难以实践之行为, 泛称为南行, 反之, 义修之行为, 则称义行。 如法华经卷四体, 以菩达多品所在, 世家如来于无量节以来, 为求菩提道, 累积, 南行苦行, 之功德, 而未曾止习, 及大班若经卷四二四远离品所言, 菩萨为度诸有情, 多修苦行, 受诸重苦, 然不起南行苦行之想。 上纪二经军义, 南行, 表示艰苦修行之义, 令如佛典中经常记载之尼干子外道等, 义以行, 南行, 之苦行著称。 净土教根据龙树之石柱皮婆沙论卷五义行品所说, 将佛陀之教说分叛为南行道与义行道二种法门, 用来表示菩萨修行至不退位之二种法门。 唐代道错及依此立圣道, 净土二门, 而未欲于此土入圣之修行, 称为南行道, 为自立之圣道门, 而其代往生净土之修行, 称为义行道, 为他立之净土门。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 往生论柱卷上, 安乐即卷上, 卷下, 参阅, 义行, 3290, 批6720。 南行道义行道, 略称南义二道。 为净土教所立之叛教。 净土教将佛陀一代之教法大别为二种, 即南行道与义行道。 以陆陆步行之难, 比喻众生于五着恶事欲凭自立而其入圣的果之修行, 称为南行道, 反之, 以水上行行之义, 此欲众生依佛之慈悲与广大智慧, 而往生净土, 正果开悟之法门, 称为义行道。 此戏根据龙树所叛南义二道之说。 十住皮婆沙论卷五, 大二六, 四一中, 佛法有无量门, 如世间道有难有义, 路道不行则苦, 水道沉传则乐, 菩萨道义如是, 或有情形精进, 或有义性方便, 义行极致阿为悦致者。 据痰鸾与往生论柱卷上位, 于无佛之事, 经常使情形精进而至不退转的圣南, 称为南行道。 痰鸾又将南行道分为五种, 即, 一, 外道相善, 乱菩萨法。 二, 身闻自立, 障大慈悲。 三, 无故恶人破他之圣德。 四, 颠倒善果。 能坏犯行。 五, 为是自立, 无他立依持。 如上五是触目皆是, 亦如陆路不行之苦。 书中并未, 若人行义行道, 仅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 则成佛愿立, 得以往生净土, 此即如水路沉传之乐。 唐代之净土教高森道错于安乐极卷上一依此说, 将一切行法分为自立与他立, 自赦与他赦二种, 而立圣道, 净土二门之叛教, 为圣道门及南行道, 乃自立与自赦之行法, 净土门及义行道, 乃他立与他赦之行法。 其后, 日本之原性, 原空, 青鸾等异计之眼部此说, 如青鸾, 二双四重, 之说, 急于圣道门南行道中更分出述出, 述超二种, 而将其代力竭修行成果之法相, 三论等主张建教之宗派叛位述出, 将其代即生成佛正果之佛心, 真言, 法华, 华言等主张盾教之宗派叛位述超。 幼龙树之石柱皮婆沙论卷武所说之一行道系指称念诸佛菩萨明号之修行法, 然至后世, 中, 日高僧如坛鸾, 原空等诸师, 则专就弥陀一佛来论其一行, 且强调他立本愿之书胜功德, 称之为一行道。 安乐极卷下, 往生论柱祭卷以选择本愿念佛极卷上, 于突超卷上, 批六千七百二十一。 难做能做, 为修行之事虽属困难, 然中能成半。 大方等大吉经卷五十七所说, 难舍能舍, 之语, 亦为同类用语。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六, 大一二, 五二零中,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为大涅槃具足成就如是五是, 难做能做, 难忍能忍, 难师能师, 盖难做能做等于乃显示佛菩萨精情修行之精神, 至后是, 则多用于赞叹佛力之广大与度生之慈悲。 法式赞卷下, 批六千七百二十一。 南驼, 范明南德, 八丽明童。 亦亦做欢喜, 加乐。 仪式尊之以母帝。 又做南努, 南图, 南提。 娶妻孙陀利, 范桑德, 未别于牧牛南驼, 而称之为孙陀罗南驼, 范桑德拉, 南德。 身长一丈五尺四寸, 容貌端正, 聚三十香, 为缺佛香中之白蚝香, 又耳垂叫佛稍短。 佛陀于尼居律元度其出家, 然出家后由南望其妻, 屡归其处。 后以佛陀之方便教戒, 使断除爱玉, 振阿罗汉果。 于佛弟子中, 被誉为调和诸根第一者。 马明, 范Avaoay, 知名著孙陀罗南驼师, 范桑德拉南的, Kvaa, 即以南驼及其妻之故事为题材。 增益阿罕经卷三, 佛本行及经卷五十六, 大宝基经卷十四,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杂事卷十一, 巴利文本身经, 巴利文长老纪第157至第158纪, 二本位牧牛者, 故称牧牛南驼。 平婆梭罗王曾请佛陀及森众三月安居, 时牧牛者住于附近, 日日送如烙, 如是三月而不懈怠, 王胜嘉许, 遂令之拜见佛陀。 牧者以佛陀虽为一切智人, 然出自王宫, 起知牧牛之事, 故于参议佛时, 以牧牛之事请问。 佛际以时仪式为彼说牧牛之法, 牧者使其恭敬心, 并出家为佛弟子。 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 无量寿经会书卷一, 三佛弟子之一。 为西印度瓦士尼成大商主南驼之子, 以荣茂书庙, 得名孙陀罗南驼, 吉祥, 臣妇之应许, 与五百商谷至舍未臣, 然为淫女贤手所获, 荡尽获资。 从者遂归家禀告其父, 同时, 淫女于其资财用尽后, 亦舍之不顾, 男驼婴儿彷徨于街头。 誓欲一行起比丘, 乃随比丘入寺出家。 后行起至淫女家时, 复受其祸而犯戒。 佛陀为此而垂师教会, 南驼乃生自忏悔。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乃耶卷一, 卷二, 四为实时大论师之一。 是称圣君祖师南驼尊者。 印度人, 与安慧, 静悦同时。 安慧就新, 新所法之认识, 树立为字体分, 师与静悦则主张建, 相二分说, 故有二分家之称。 后已建立新薰种子一说而闻名, 即否定种子本有说, 主张种子皆系由现行之薰习而新生者, 古来称之为新薰家。 所者甚多, 曾注释释清菩萨之为十三十诵, 弥勒菩萨之于家师的论等。 成为实论卷一, 卷二, 成为实论术迹卷二末, 成为实论掌中书要卷上末, 五六群比丘之一。 细拔南驼之兄弟。 佛事时, 南驼常与其余五位二比丘聚重姿事, 成为佛陀制定丹佛法第二十二以下二届之姻缘。 参阅六群比丘, 一千两百九十七, 南驼拔南驼, 六千七百二十三, 批六千七百二十二。 南驼立新地语Nampari。 希克教改革派之一。 亦称神明派或呼神派。 巴伊罗姆兴格, 巴伊勒姆兴, 为创始人之一级重要领袖, 原为希克教士兵, 后随巴巴巴拉克, 巴巴巴勒克, 其希克教教经典。 该派部分教徒称巴拉克为希克教第十一代祖师, 巴伊罗姆兴格为第十二代祖师, 然多数之希克教徒均不予承认。 于举行宗教仪式时, 教徒须呼喊神明以示感恩, 并宣传恢复希克教原始教义及固有习俗, 反对教徒过奢侈生活。 参阅, 希克教, 六千百二十三, 批六千七百二十三。 南陀拔南陀, 一六群比丘中之前二者。 南陀, 范南陀, 又做南陀, 拔南陀, 范尔坑南陀, 又做乌波南陀。 佛事时, 南陀等六比丘长聚集成党, 姿势泛众, 遭人非议, 成为佛陀当时智界的因缘之一。 南陀与拔南陀二兄弟位是姓王种, 二人均善也阴阳立算, 善于说法义论, 然多欲富多行不义, 佛陀乃因南陀之故, 制定丹堕法第二十二以下之二界, 又因拔摩之故, 故, 制定舍堕法第六以下之十五界, 丹堕法第三十七以下之六界, 众学法之第九十五界等。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八, 萨婆皮尼皮婆沙卷四, 参阅, 群比 丘, 一千两百九十七, 二八大龙王之二龙王兄弟。 参阅, 幽波南陀龙王, 六千四百零五, 南陀龙王, 六千七百二十三, 批六千七百二十三。 南陀龙王, 南陀, 范明南达, 又坐南陀龙王, 南投龙王。 亦亦为喜龙王, 欢喜龙王。 八大龙王之一, 宇幽波南陀, 拔南陀, 龙王为兄弟, 故一般将二龙王连称为南陀拔南陀龙王, 南图拔南陀龙王。 南陀善能顺应人心, 以调欲风雨, 深得世人欢喜, 故有喜龙王等名称。 据增益阿含金卷二十八级大宝鸡金卷十四载, 此龙王有七龙头, 姓婆凶恶, 后为佛陀弟子墓间连降伏。 又过去现在因果金卷以法华金卷以续品等皆载, 南陀龙王为护法龙神之上手。 于密教中, 此龙王驻于胎藏界漫图罗外金刚步越南, 西, 北三门内之右侧, 与各门内左侧之拔南陀相对。 据大日经书卷五载, 此二龙王头上皆有七龙头, 右手持剑, 左手之锁, 驻于云上。 八十华岩金卷六十四, 北本涅盘金卷一寿命品, 大日经巨原品, 秘密曼陀罗品, 法华金玄赞卷二, 大日经书卷十, 卷十六, 出三藏记及卷二主法护一经条, 参阅, 幽波南陀龙王, 六千四百零五, 批六千七百二十三。 男性之法, 指众生以自立我执之心而无法生性之法, 此因佛之教法甚深为妙, 不可以世间常世家以理解之故。 如窥基之阿弥陀经书, 大三七, 三二八中, 男性之法者, 为一日乃至七日念佛, 及拔臣子, 高身静静, 为因者果, 俗情男性, 仍哄如来引接之语, 故言男性之法。 日本净土真宗立男性之法为宗臣论题之一。 以弥陀法为超胜, 若非素善身后之机, 则难以其性。 所说依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而立。 于其他诸经亦有此类之说, 如心意华严经卷五, 法华经卷四, 称赞净土经等。 真宗立此论题以探究诸经所说之差异, 及弥陀法男性之缘由。 又真宗开祖清卵于教行性正义书中, 亦阐述他立男性之义。 阿弥陀经义书, 原兆, P6724。 男性金刚性乐, 性心之美称。 此语出自日本净土真宗清卵之教行性正总序。 此性心为弥陀之本愿, 欲救度众生往生暴土, 乃性他立法之心。 然此法尊高, 因为, 知人所难以信入, 需以他立令之幸福, 故称难信。 此信一旦发起, 即不为其他动乱所破坏, 能灭一切烦恼罪障, 恰如金刚, 其体坚固, 据破坏一切物之德, 故称金刚性。 何之称难性金刚性乐? P6724。 难度, 度, 忌度, 救济, 即未从弥之此案遇至佛果彼案, 乃非常困难之事。 又反复于生死, 难以脱出弥界, 亦如坠入深海, 即难浮出, 故比喻作, 难渡海。 准此, 佛之教法则可比喻为渡海之传罚。 十柱皮婆沙论卷五义行品, 大二六, 四三下, 乘比八道船, 能渡南渡海。 六十华严经卷五, P6724。 难思义, 一略称难思, 又作不思义。 只言说思律所不能及之境界, 乃赞叹佛法之词, 为佛法广大深远而难以思义。 成为时论卷一大三一, 七七中, 我已随自能, 略成为时义, 此中一切种, 难思佛所行。 又难思义义与义系对佛之尊称, 乃赞叹佛得之身妙。 大臣礼去六波罗密多经卷二, 大八, 八七零下, 三世人天共称赞, 我礼调欲难思义。 圣满经如来真实义功德章, 六十华严经卷一二, 阿弥陀佛三十七号之一。 弥陀之妙得能设凡夫政的大果, 其得不可思义。 赞阿弥陀佛记, 大四七, 四二以上, 一切有爱蒙光泽, 事故鼎立难思义, 批六千七百二十四。 难思义往生, 日本净土真宗所说三往生之一, 即宏愿他力之往生。 从他力回向之信心, 得往生于阿弥陀佛之真实暴土, 非凡夫之言说, 思律所及, 故称难思义往生。 乃伊无量寿经所说弥陀第十八愿而往生真土。 该宗所立令二种往生, 亦为, 难思往生, 为往生净土所受无量之乐不可思义。 系由自立念佛之因而往生于弥陀净土边地之一臣胎宫, 乃伊弥陀第二十愿而往生化土。 以此种自立往生不及上纪他力往生之殊胜, 故谨慰之难思。 二位, 双树灵下往生, 世尊之化身于双树灵下入灭, 故以之比喻往生弥陀之化土。 及伊弥陀第十九愿往生方便化土。 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式暂卷上, 教行性正卷六, 批六千七百二十五。 难破, 及非难, 论破之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 大五零, 二四五上, 有顺势外道来求论难, 乃书四十条一玄于四门, 曰, 若有难破一条者, 我则斩首相谢。 中论书卷四本, 批六千七百二十五。 南圣地, 梵语苏者J, BH Me, 因一头暗耶普。 菩萨修行皆味的十的之地五。 以修行方便甚至自在极为难得, 剑, 丝等烦恼不易调浮, 故称南圣地。 人亡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经卷下, 大八, 八四二下, 如石之诸地, 世间诸记忆, 种种力群生, 名为南圣地。 菩萨因落本夜经卷下, 和不经光明经卷三陀罗尼最近的品, 成为十论卷九, P六千七百二十五。 南提, 范明囊地。 亦亦喜。 亦为佛陀弟子之一。 佛曾未说南提是经, 指示常性以舍不性, 修清静行以舍不清静行, 常乐于不失以舍千贪等。 令据经律义相卷十九载, 南提比丘心常念定, 故又称禅南提。 增议阿含经卷三, 大二, 五五七中, 启时耐辱, 不必寒暑, 所谓南提比丘事。 中阿含卷八世者经, 二东近末年来华之一经僧, 又称逐南提。 西域人。 来华后居于洛阳, 能通静语, 先后一出大乘方汴经, 请观世音菩萨消福读 亥陀罗尼咒经等。 其余事迹不详。 大唐内典路卷三, 开元世教路卷三, P6725。 南提家务多, 泛于南提, 弗尔特。 意义喜炫。 指佛法诱炫之乡, 乃佛得相之一。 据会愿之序华言经略书刊定 记卷八载, 得佛乡法者, 于范本称为南提家务多乡法, 其法诱炫, 光静润则。 大方广佛华言经随书演义抄卷五十, 会愿应一卷上, 参阅, 万字, 2202, P6726。 南式, 只问南, 意义之气是。 法华文具记卷十下, 大三四, 三五零中, 静剑秀公法华原境, 广立南式, 不月先规, 经旧文, 兼姿后见, 总别旧之, 一巴不可。 旭高森船卷九森灿船, P6726。 南解难入, 梵语德德德罗乌布塔, 未离解难, 误入一难。 如诸佛之智慧甚深无量, 其智慧门南解难入。 另于大萨哲尼甘子所说经卷一亿位, 大八三一九中, 诸佛如来应证辩之所有难信难知, 难觉难识, 难量难入深密之法, 一切天, 人不知如来依何意说。 法华经方便品, P6726。 南禅, 天台宗所说菩萨布共九种大禅之第三, 以修此禅甚难而得名。 此有三种, 一、第一难禅, 菩萨九修禅定, 心得自在, 然为救度众生之故, 舍第一禅乐而生于欲解。 二、第二难禅, 菩萨修无数量诸身禅定, 超过一切身闻, 辟知佛之上。 三、第三难禅, 菩萨依禅定的无上菩提。 法界次第出门卷下之上, P6726。 南龙王经, 请参阅龙王兄弟经。 南市一论, 全一卷。 东静周道祖传, 收于大镇藏第五十二册广宏明集卷十八。 道祖英戴奎于校五帝太元十九年, 三百九十四, 请坐式一论, 怀疑佛教因果报应说, 故传本论批判其谬, 阐释世俗之儒教与超越世俗之佛教两者间之差异。 又未若无前世因果, 即无法理解善人受苦, 恶人反的容服之现象。 其后, 戴奎在这论反驳道祖之说, 道祖之师庐山会远及这三报论复之。 P6726。 韬光安, 位于浙江杭县陵影山与北高峰之间, 圆明广严远。 唐木宗, 八百二十一, 八百二十四在位时, 有高森杰茅于朝沟物, 自称韬光, 与当时杭州赐使白乐天妖师畅鹤, 自此称为韬光安。 P6726。 类智, 范语NVA, JNA, 右座位之智, 无身智。 观察色界, 无色界诸行之四地, 而断其烦恼之无漏智慧。 为十智之一, 十一智之一。 应观察欲界四地之智称为法智, 故以观察上二界四地之智位类智, 亦为二者同类。 即一门论卷七, 巨舍论卷二十三, 参阅, 十智, 四百七十二, P6726。 愿, 范语PRADNA, 心中欲成就所其目的之决意, 特制内心之愿望, 如心愿, 志愿, 意愿, 念愿等。 据放光斑若经卷三问森纳品, 无量寿经卷下等载, 佛菩萨皆于发心之初, 至求无上菩提, 欲度一切众生。 此类誓愿称为红世, 又称为总愿, 如四红世, 二十大世等。 同时, 佛菩萨一发愿清净佛土, 成就众生, 此类誓愿虽通于一切佛菩萨, 然依众生之意乐而有所不同, 故称为别愿, 如阿弥陀佛之四十八愿, 要施如来之十二愿等。 盖, 果, 虽有, 行, 所招至, 然若无, 愿, 则其行亦无法到达所其之目的。 佑佛菩萨欲达成佛教之最高目的, 再入于, 因为, 知愿, 称为本愿, 应愿, 或宿愿, 其本愿之力或作用, 称为愿力。 故知凡佛菩萨修佛道, 一心誓愿成佛者, 则不可或缺, 愿做佛心, 若誓愿教化众生, 则需具有, 度众生心, 和上纪之二种心, 略称为愿做度恩。 此外, 有观, 愿, 之成语上有多种, 如, 愿巧, 巧妙之本愿, 上愿, 为圣上之愿, 悲愿, 为慈悲之愿, 愿是, 指所愿之内容, 愿主, 指八愿之人, 而特业发愿行使某事, 即称为行愿。 道横班洛经卷六,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四, 菩萨的池经卷九, 大制度论卷一, 称为石论卷九, 发菩提心经论卷上, 华言经探旋记三, P6726。 愿人坊主, 愿只向神我许愿, 宿愿之人, 隐身指徘徊市井, 白护行起之伟森, 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 彼等替法束缚, 外形婆类出家人, 于自行许愿, 宿愿后, 开始向人祈祷千米, 直至满愿使指。 P6727。 愿力, 指本愿之利用, 又作本愿力, 大愿业力, 宿愿力。 魏菩萨在, 因为, 所发本愿之利用至果位而显其功。 在净土宗专指阿弥陀佛之愿力, 如观无量寿经, 往生论, 往生论柱卷下, 观经书卷义等所说。 日本净土真宗有愿力回向之说, 此系指众生往生净土之因, 或获得往生之果报, 皆仰仗佛陀之愿力。 因此种力量为凡夫所无法思议者, 故称愿力不可思议。 又因其作用乃是自然而然者, 故称为愿力自然。 而由此种愿力所成就之净土, 则称愿力成就净土。 相对于众生之自立即是尊之佛力, 日本净土宗西山派特别称弥陀之力为愿力。 此外,如来本愿所与之信心, 称为愿力信心。 参阅,本愿力, 1977,P6727。 愿土,指西方极乐净土, 乃依阿弥陀佛本愿而成就之国土。 往生礼赞, 大四七,四四五下, 观彼弥陀极乐界, 广大宽平众宝尘, 四十八愿庄严起, 超诸佛差罪为经, P6727。 愿心,有二一, 一,求愿之心。 如求愿开悟, 或求愿往生净土之心。 义指弥陀事愿于永结间救度一切众生所显示之大悲愿心。 二,为菩萨修行皆为忠实信位之地实心, 为菩萨随时修行所发之种种敬愿。 批六千七百二十七。 愿文,修善作福之计, 告白发愿意趣之文词。 又作其愿文,发愿文。 如于建四塔, 造金像, 设斋, 修法等之实, 技术师主发愿之文。 此风起源甚早, 我国南北朝时之小铜像, 其光备或台座等, 有为死亡之亲族追建功德而克之造像技即属愿文之一种。 广宏明集中收录之愿文颇多, 如千僧会愿文, 沈约, 周金藏愿文, 王包, 北齐辽阳山寺愿文, 卢斯道, 等。 又若于结愿之日唱颂愿文, 则称为结愿文, 愿文如以记文简述者, 称为咒愿文。 初三藏记集卷十二, 批六千七百二十八。 愿主, 又作本愿主, 发愿主, 本愿。 只发愿兴隆三宝者, 或造立寺愿, 金像, 或玄慧, 燃灯, 或散花, 烧香, 或设斋公僧等, 依此功德, 借以回向往生极乐国土。 无量寿金卷下, 批六千七百二十八。 愿生, 为求愿往生净土。 全称愿往生, 与, 愈生, 同意。 如为十方随愿往生, 愿生我国, 愈生彼国等, 此等愿求知心意, 即称为愿往生心, 愿生心, 求生心, 愈生心。 若愿往生于西方阿弥陀佛之极乐净土, 称为愿生西方, 如愿上生于弥勒菩萨现住之都律天, 称为愿生都律。 净土宗特众愿生之心, 至于其愿生心之内容, 则依宗义及信念之深浅而异。 观无量寿金, 无量寿金幽波提舍愿生记, 传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式赞卷上, 卷下, 批六千七百二十八。 愿生计, 请参阅往生论。 愿行, 愿与行之并称, 右座行愿。 愿乃志愿, 行乃行业, 实践。 一人王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经书卷下二级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一上等之解说, 志愿所向, 需有行业方的满足, 行业需有志愿方的结果, 故愿与行长不相离, 相辅相成而成其果。 如一切菩萨发四红誓愿, 以六度之行业而成佛果。 又如法藏菩萨于五节发四十八愿, 经照载永结, 修无量之行业, 而成阿弥陀佛。 另据大制度论卷七之说, 佛国是大, 独行功德难以成就, 需及愿力方能达成, 如牛力虽能挽车, 亦需欲者, 方有所致。 准此, 各经论于愿力或行业之重要性所强调者各具特色。 又日本净土宗各派之间于, 愿, 行, 之解是颇有出入, 或为, 愿, 系止发愿心, 行, 则止念佛, 两者均属众身自立之作为, 或为愿, 行两者据属佛力, 或为, 行, 自知意意应止日常之诸善行。 华言经普贤行愿品卷四十, 人亡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经卷下奉持品, 菩提心论, 赞阿弥陀佛纪, P6728。 愿行巨族, 为誓愿与行业巨族, 即自己发下誓愿, 并为满足此愿而专利修行, 以圆满达成之。 净土宗主张行者往生之条件, 须巨族愿与行。 观经书玄一分, 大三七, 二五零上, 经此观经中, 时身称佛即有十愿十行巨族, 此乃于称念, 难无阿弥陀佛, 时, 其中, 难无, 亦未归命, 亦即发愿回向之意, 即为, 愿, 称念阿弥陀佛, 即止。 日本净土真宗则为, 因难无阿弥陀佛法体中, 即己愿行具足, 故宜念尽性, 于难无阿弥陀佛之称号中, 即以具足阿弥陀佛之愿行。 P6728 愿作佛心, 为欲愿作佛之心, 亦即上求菩提之心。 据往生论注卷下载, 佛陀余王舍成所说之无量寿经中位, 于发愿往生净土之上, 中, 下等三倍众生中, 虽夜行有幽烈, 然莫不皆发无上菩提之心。 此无上菩提心, 即是愿作佛心, 愿作佛心, 即是度众生心, 度众生心, 即设取众生, 生于佛国之心。 无量寿经卷下, 观无量寿经, P6729 愿成就文, 须说佛成就, 因为, 所发誓愿之经文, 略作成就文, 就阿弥陀佛于因为为法藏菩萨时所发之四十八愿而言, 无量寿经卷上载其第十一愿, 大一二, 二六八上, 设我得佛, 国中人, 天不住定据, 必至灭度者, 不取正觉, 于同经卷下则树其成就之相, 为, 大一二, 二七二中, 其有众生生彼国者, 皆惜助于正定之据。 所以者何? 彼佛国中无诸邪据及不定之据。 上纪无量寿经卷下叙述弥陀陈旧相之文及蜀愿陈旧文。 P6729 愿波罗蜜, 梵语PRANA, PYRAMIT, 又做罗尼陀那波罗蜜, 十波罗蜜之地八, 即菩萨以上求菩提, 下化众生之誓愿, 未到达彼岸之大行者。 据八十华言经卷十八, 列举愿波罗蜜时得, 一, 净成就一切众生, 二, 净庄严一切世界, 三, 净供养一切诸佛, 四, 净通达无障碍法, 五, 净修行变法戒行, 六, 身恒助净未来劫, 七, 至净之一切心念, 八, 净觉悟流转还灭, 九, 净释献一切国土, 十, 净正的如来智慧。 以此时得能清净愿波罗蜜。 六十华言经卷三, 观要王要上二菩萨经, P6729。 愿波罗蜜菩萨, 愿波罗蜜, 泛名PRAIDNABREMIT, 因一波罗尼陀那波罗蜜多, 亦未誓愿到彼岸。 十波罗蜜菩萨之一, 居密教宪图胎胎藏戒曼陀罗虚空藏院上列南方第三位, 又鉴于千首观音之曼陀罗。 此菩萨以五大院等位内阵, 以化度众生为其主事。 密号成就金刚, 三昧耶行为水囊。 其形象为深沉白黄色, 这结磨一, 树又长相前清, 驱无名指, 小指二指, 树左掌烧向上仰, 驱十指, 中指而持露水囊, 半家座于赤莲花上。 金刚鼎于家千首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鬼经卷下, 青龙四仪鬼卷中, P6729。 愿时, 五时之一, 九时之一, 圣者发红是愿度托众生, 欲断尽烦恼, 正的菩提, 乃依此愿资持其身, 常修万行, 常养一切善根, 资亦会命, 犹如世间之境时以资亦生根, 故以时为欲而称愿时。 华言经书卷十九, 大明三藏法术卷二十四, 批六千七百三十。 愿海, 为佛菩萨之本愿寂深且广, 犹如大海之浩瀚无济, 故有此辟欲。 同类用语如大愿海, 至愿海等。 六时华言经卷三, 大九, 四一灵上, 长阳无垢, 红世愿海, 此外, 欲达成试愿, 须经勤修万行, 犹如宜山以填海, 故有, 行山愿海, 之语。 八十华言经卷六, 万善同归及卷六, 批六千七百三十。 愿传, 指佛菩萨誓愿就度审逆于生死海中一切众生之本愿, 如阿弥陀佛所发之四十八愿。 此类大愿能度生死海中之众生达于涅槃彼岸, 犹如传之之载人过海, 故以传位辟喻。 批六千七百三十。 愿智, 范语PRAD, JNA, 为如愿之息一切智慧。 为佛共德之一, 颈不动罗汉, 六种阿罗汉中最高位者, 所能起者。 乃先发成愿求之比进, 而以世俗智慧自信, 负一第四净律为其所依, 由此加行而引发之妙智。 据社论卷二十七, 大二九一四二上, 以愿为先, 饮妙致起, 如愿而了, 故名愿智。 此致自信地重信真与无正同, 但所愿别, 以一切法所缘故。 中略, 诸有欲起此愿智时, 先发成愿求之比进, 便入边际第四净律以为加行, 从此无间随所入定势力胜裂, 如先愿力引证致起, 与所求尽皆如实之。 此外, 成十卷十六以愿智为五致之一, 指于诸法中无障碍之致。 大批婆沙论卷一七八, 卷一七九, 阿批达摩顺正理论卷七十五, 据舍论光纪卷二十七, 批六千七百三十。 愿慧, 试愿与智慧。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九中, 愿慧西尘满, 得为三界雄, 盖阿弥陀佛席为法藏比丘时, 发四十八宏愿, 以试愿与智慧之无量功德, 摄取一切众生于极乐净土。 无量寿经联艺术文赞卷上, 批六千七百三十。 愿伦, 有二亿, 一, 指菩萨之弘事, 以其愿求坚固, 能摧破一切魔障敌众, 如伦王之伦宝, 故欲称为愿伦。 二, 指菩萨本身, 以其从始至终回转于自己之誓愿而惊情不已, 故意欲称为愿伦。 批六千七百三十。 滇加, 即指一滇加, 范利康特克, 一级一产题。 为无性有情之一。 此类有情乐欲于生死而不心求出离。 据北本涅盘经卷二十六, 卷三十二等载, 一产题, 即波无因果, 执着善恶业与善恶报无关者, 其说或只顺世外道等之图。 或有江阿产底加, 范伯坚特克, 不乐欲, 阿甸底加, 范泰恩泰克, 毕竟, 二语额作一产题之同类语者。 翻译名义集卷二外道篇, 参阅, 一产题, 八十五, 批六千七百三十。 颠倒, 范语非partia, 或fipariasa, 略作道, 为违背常道, 正理, 如以无常为常, 以苦为乐等反于本真是理智望剑。 对于颠倒望剑之分类, 诸经论所说有益。 一, 二颠倒, 即, 一, 众生颠倒, 众生不知真理, 为烦恼所迷惑。 二, 世界颠倒, 众生迷失真性, 助望境界起诸道剑。 所说出自首人眼睛卷七, 大明三藏法术卷八等。 二, 三颠倒, 又作三倒, 即, 一, 想颠倒, 对于对象错误之想法。 二, 见颠倒, 错误之见解。 三, 心颠倒, 具有上述二种颠倒之心之字体及虚妄。 所说出自应迟入经卷上, 大吉法门经卷下, 大品般若经卷十一, 七处三观经等。 三, 四颠倒, 又作四道, 即, 一, 有未知四颠倒, 凡夫不知此事, 弥界, 知真实相, 而已无常为常, 已苦为乐, 已不敬为敬, 已无我为我。 二, 无未知四颠倒, 声闻, 原觉虽被有未知四颠倒, 具有正见, 然却勿以为勿尽是灭尽之世界, 故不知物界, 涅槃, 乃常, 乐, 我, 敬者。 以上八种望剑合称八颠倒, 或八道。 所说出自南本涅槃经卷二, 卷七, 大皮婆沙论卷一零四, 大制度论卷三十一, 大乘一张卷五末等。 四, 七颠倒, 指响道, 见道, 心道, 于无常常道, 于苦乐道, 于不敬敬道, 于无我我道等七者, 乃上纪三颠倒与四颠倒之合称。 所说出自于家师的论卷八, 于家师的论略转卷三等。 此外, 原策于仁王经书卷下列举长, 乐, 我, 静等四颠倒, 吉滩, 甜, 吃, 过去因, 未来果, 现在因果等六颠倒, 合为十颠倒。 并主张以, 四念触观, 灭除四颠倒, 以三善根观灭除滩等三毒, 而以三世观灭除过, 现, 为三世之执着。 幼大吉法门经卷上位, 有位之四颠倒, 副个别具有响, 心, 剑等三颠倒, 总位十二颠倒。 六十华严经卷十, 法经卷六, 无量寿经卷下, 巨舍论卷十九, 往生论柱卷上, 会灵音一卷十五, 批六千七百三十一。 精英, 比喻泛中之身。 祖庭寺院卷四, 万序一一三, 六零下, 物类乡赶至云, 海岸有寿曰蒲劳, 而姓未经于, 食于海畔。 经或月, 蒲劳则明, 生如中。 经人多壮蒲劳受行施于中上, 浊壮为经而及之, 经本无生, 因经月而蒲劳明, 故曰经英。 批六千七百三十一。 雀巢和尚, 七百四十一, 八百二十四, 及唐代牛头宗之道林禅师。 杭州富洋人, 俗姓潘, 亦说翁。 诗长见秦望山有长松盘区如盖, 岁漆指其上, 故识人称为鸟科禅师, 其侧有雀构巢, 故有,雀巢和尚, 之称。 参阅, 鸟科道林, 四千八百四十四, P六千七百三十一。 雀巢, 雀巢, 范明, V,E, V,N,K,R,A,K,N,F,P, 即指加兰陀竹林。 范语,K,R,A,K,A, 亦指好生鸟, 亦未雀, 故有江加兰陀竹林亦未竹林雀巢者。 朱经中本无雀巢之语, 然以阿玉王之姬雀四亦称雀巢, 故取其英童而名为雀巢。 例如广宏明集卷二十内典碑明集序所载, 大五二, 二四四下, 雀元善佑, 马怨洪轩, 上瘾, 马怨, 义词, 即指汉之白马寺。 P六千七百三十二。 立藏, 朝显高丽王朝所开版之大藏经。 又称高丽本, 高丽藏, 立本, 先本, 分位, 移出雕本, 相传戏高丽显宗二年, 一千零一十一, 所开版。 二, 高丽续藏本, 宣宗七年, 一千零九十, 于新王寺开版。 三, 在雕本, 即海印寺版。 细高丽高丽高宗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 一千两百三十六, 一千两百五十一, 为防御蒙古入侵, 乃再度开版。 四, 高丽续汽丹藏访课本, 文宗十三年, 一千零六十三, 开雕, 参阅, 中文大藏经, 一千零一, 批六千七百三十二。 劝化, 为劝境转化, 即劝境众生转恶为善, 转弥成解, 转凡成圣。 南本涅槃经卷十四, 大一二, 六九五上, 若有众生贪者五欲, 于无量遂以妙五欲充足其情, 然后劝化, 令其安住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转几百元经卷六需达多成像劝化元, 大智度论卷三十三, 聚舍论卷十二, 批六千七百三十三。 劝信借疑, 佛法以信未能入之药门, 亦未道之根源, 故劝信而借尽疑惑。 旧华言经卷六十位, 闻此法而生欢喜, 信心无疑者, 能速成无上道。 新华言经卷十四, 大一陵, 七二中, 信未道元公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法, 断除以往出爱流, 日本净土真宗有以信心未正因, 能得暴徒往生与否, 由信, 宜而定, 故劝戒特为英切。 批六千七百三十三。 劝持品, 即法华经卷五第十三品之品名, 姚秦纠摩罗十亿, 收于大阵藏第九册, 前半品说药王, 大乐说等诸菩萨语的受祭之五百阿罗汉等, 是愿不习生命奉持读读法华经, 后半品说诸菩萨劝人受持世经, 并令广宣红通。 批六千七百三十三。 劝相转, 又作劝转。 是尊于路也愿说四弟之礼, 是三转之相, 即, 是相转, 劝相转, 影正转。 劝相转乃转四弟礼, 劝免世人, 应辩之, 即应之苦, 苦乃一切生死之果报, 应永断, 即应断疾, 即乃生死之原因, 应作证, 即应正灭, 灭乃灭生死苦果之涅槃, 应修习, 即应修道, 道乃可得涅槃果之正道。 一集劝修四弟, 系对中根者所说, 相当于修道, 三道之一。 据舍论卷二十四, 法华经文句卷七下, 三藏法术卷九, 参阅, 三转法轮, 六百九十四, 批六千七百三十三。 劝修四, 日本真言宗山皆派之大本山, 位于京都东山山科区, 相传为日本提湖天皇之赤院寺, 由陈俊律师开山, 初为真言, 三论兼修之道场, 后为东密小野流一派, 劝修四流之根据地。 江户时代附建, 其书院风格为江户出其书院建筑典型之作。 四宝有刺绣是家如来说法图, 为华丽优美之杰作, 令有人王金良奔书三帖, 纸本末书, 皆为日本国宝。 批六千七百三十三。 劝善成恶, 又作劝善敬恶, 成恶劝善。 即就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之义而言。 原人论序, 大四五, 七零八上, 策万行, 成恶劝善, 同归于智, 则三教皆可遵行。 百论书卷上之下, 重开森史略序, 批六千七百三十四。 劝发, 范语阿尔赫娜。 劝为奖劝之义, 发为发起之义。 依法华译书卷十二之解释, 劝发及以诸圣事讲劝发起持经者之心。 法华经文句卷十下, 法华经玄赞卷十, 批六千七百三十四。 劝发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之略称。 为法华经卷七第二十八品之品名。 邀请纠摩罗十一。 收于大阵藏第九册。 其内容说普贤菩萨自东方宝威德上王, 犯瑞莱址昂罗十二之耶, 佛国来此娑婆世界, 闻佛陀说法, 未若成就四法, 可于佛陀入灭后得法华经, 普贤菩萨遂以诸圣事讲劝发起持经者之心。 诸圣事集, 问四法, 献瑞相, 说神咒, 通兵力, 探持经, 说持经果报, 护法七十。 10.P6734 劝法诸王药记,泛名Riyah and Gardana,Bodhisattva Sulakha 劝一卷 印度龙树造流宋神加法摩尹 收于大阵藏第32册 此书系龙树菩萨记与南方大国王梭多婆汉那之劝戒书 内容说明不尽观,五欲过患,及远离不义等 有乌其要在劝导善以求救济盘 本书之 一一本有留宋求那拔摩一之龙树菩萨为禅陀家王说法要记 唐代义静义之龙树菩萨劝戒王诵等 一收于大阵藏第32册 南海记归内法传卷4 P6734 劝静与劝化同意 为右侧静及劝化使入佛道 官无量寿经,大一二三四以下,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臣,劝进行者,善导之观经续分意,大三七二六灵上,言劝进行者,此名苦法如毒,恶法如刀,流转三有,损害众生。 经济善如明镜,法如甘露,静即照正道以归真,甘露即驻法语而无节。 欲使寒灵寿润,等会法流,为此因缘,故须相劝。 至后世隐身指木化物资以造四,建塔,驻向等。 此即自劝又积聚自他之善根功德,转位劝人喜舍尽才。 而既载勒捐元起于墓地所使用之捐策,则称为劝进账,劝化账。 于日本,中世纪已降十分盛行。 法华经信解评,批六千七百三十四。 劝戒二门,亦指劝门与戒门。 教人行善,畏劝,制止恶行,畏戒。 佛教教理兼具此双重意义,称劝门与戒门,或何称劝戒二门。 七佛通戒之祭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是诸佛教,最能代表佛教劝戒二门之意义, 以及以众善奉行为劝门,诸恶莫作为戒门。 或以金藏为劝门,律藏为戒门。 在印度,龙树常为南印度交萨罗国之梭多婆汉纳王造劝发诸王耀记。 法华经文句卷五下,中观论书卷一,大唐西玉记卷十,二指劝信门与戒疑门。 佛法为信能入,故劝信,而借其反对之疑惑。 旧华言经卷六十,大九,七八八上,闻此法欢喜,信心无疑者,速成无上道, 新华言经卷十四,大一零,七二中,信未道原公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法,断除以往出爱流。 日本净土宗于真实,虚假二心中,以真实心配于劝门, 以虚假心配于戒门。 或以劝尽他立信仰为劝信,戒须自立以或未戒疑。 又以折服魔法为戒,设受正法为劝。 选择传红诀以超卷三,批六千七百三十四。 劝员,从事劝敬化缘之职称,有指刻应佛典之计,劝敬喜舍尽财者。 例如南宋湖州司西元厥缀缘版大藏经之长阿含经卷二十二刊记上有, 劝员住持元厥缀缘传法沙门怀生,等字, 例如日本律宗介学院所藏康元元年,一千两百五十六, 勘行之转女生经勘计一有,劝员比丘迟提,等字。 批六千七百三十五。 劝请,为至成请求佛菩萨来临。 据长阿含卷一大本经载,皮婆师等过去七佛成道时, 梵天长前往劝请三转法轮。 另于佛本行及经卷三十三梵天劝请品所载, 世尊成道时,梵天一前来,以祭诵劝请佛陀转法轮, 佛于入涅槃时,朱弟子则劝请九住。 于何不经光明经卷二,石柱皮婆沙论卷五等, 劝请为四悔之一,于大臣三句忏悔经,菩萨五忏法文等, 劝请为五悔之一,于忏悔,随喜,回向等共为修菩萨行之要项。 至后事,于法会时,先用外移劝请诸佛菩萨降临道场,四字行八愿。 然各宗派之用与不同。 令如寺院落成时,无实际开山者,乃拜请本师或有德之僧担任开山, 此称劝请开山。 三卷本大班涅槃经卷上, 贤于经卷一大皮卢浙那佛说要略念诵经, 瑜伽师的论卷四十五,天台四交仪,往生理赞计,批六千七百三十五。 劝学,日本净土宗,真宗本院四派,新正四派等所用之最高学阶。 如本院四派于文正七年,一千八百二十四, 设置劝学职十一人,有养旭、惠航、信海等人之。 批六千七百三十五。 劝导第一,指佛弟子幽陀仪。 为劝发化导人,于佛弟子中以幽陀仪为第一。 增益阿含经卷三弟子品,大二五五七上, 善能劝导,幅度人民,所谓幽陀仪比丘氏,批六千七百三十五。 阎王品,全称妙庄阎王本事品。 法华经卷七第二十七品之品名。 收于大阵藏第九册。 计数过去云雷因素王华智如来之事时, 有一庙庄阎王,范阿帕阿VH, 应得二子之导引以成佛,乃精进修行法华经。 上计之庙庄阎王即华德菩萨, 二子即要王,要上二菩萨。 批六千七百三十五。 严佛调,汉代森。 临怀,安徽须仪,人。 又称佛调,佛调。 自幼玄思瑞敏,博通能文, 是玉安世高来华, 夫阳佛法,传义梵典, 诗与安玄皆入其门, 共义经典,前后陈经多种,流传于世。 后诗见通范语,能自翻经,并深解禅法, 乃自传实惠章句一书, 以禅禅止,是位汉土著书之时。 其后,出家替染,人称,阿止黎。 诗所一经,审而不凡, 全本巧妙,有法静经二卷, 阿涵口解十二因缘经一卷, 如守菩萨无上清净分位经等五步八卷。 梁高僧传卷移出三藏祭集卷二, 开源世教路卷一, P6736。 延伸真言,指如来顶向, 如来甲,如来圆光, 如来蛇香等四种真言。 作阿蛇离事业之法, 必同于佛身, 故受持如来顶向等四真言, 加持自身, 即如同佛身之庄严。 于,如来会, 之三十二个真言中, 此四真言以延伸之功得最为殊胜, 故令标出。 大日经书卷九, P6736。 延敬, 为诸佛国土之庄严清净。 法华经续品, 大九, 三下, 为御说辞, 为当受祭, 是诸佛土, 重宝延敬。 禅愿清规卷一P6736。 延界溯源经, 请参阅兴起行经。 延赤王, 为佛是时居于蛇严臣之国王。 据大萨哲尼甘子所说经载, 延赤王闻大萨哲尼甘子赞叹是尊说圣身之法而心生性解。 P6736。 延护, 庄严拥护之义, 如为延护其法。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六上, 延护法尘, 开产法门, 喜酌购屋, 显明清白, P6736。 娘, 西坛字, A。 西坛五十字门之一。 幼座若, 嚷, 嚷, 如, 舍。 以范语JNA为智, 慧之义, 其与首有娘字, 故于佳金刚顶金式字母品, 北本涅槃金卷八君为娘字慧慧之义。 此外,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世书品以此字为觉悟一切众生生, 范JPANA, ABDOT之义。 文书施力问经卷上字母品为安住之义。 文书问经字母品第十四以为智福他魔之义。 佛本行及经卷十一习学技艺品则解为当四众皆顺教行之义。 又为简别若, GA, 社, 扎, 等字, 而称之为智慧之若字。 参阅, 西坛五十字门, 四千五百七十三, P六千七百三十六。 娘举渣虫, 范鱼Nayakue或Nayakue。 又作娘举渣, 两举渣, 嚷糾多。 异异味分尿虫, 针口虫, 针口虫。 细指柱于十六油增地域中施分尼内之虫。 其口如针斑锐利, 身白头黑, 能钻穿众生之皮, 破其骨, 拾其骨髓。 据舍论卷十一, 瑜伽师的论卷四, 玄映英译卷二十二, 惠灵英译卷四十八, P六千七百三十六。 宝, 仪在佛教中, 常用以形容诸佛菩萨及法之崇高尊贵, 如至高无上之佛陀位, 宝王, 称诸佛菩萨之庄严法相位, 宝乡, 称真如清净之佛, 宝习, 称佛, 法, 僧位佛教中之, 三宝, 称佛之, 清净国土位, 宝土, 宝地, 等, 皆为其礼。 二于诸经论中多载有诸佛萨及其国土以各种阴落, 宝物严是智, 其中如, 七宝, 之称广见于经论中, 七宝, 细致世间珍贵之金, 银, 琉璃, 婆璃, 车渠, 赤珠, 马脑等种宝物。 在诸经论中所举之名称, 虽护有出入, 然一般多以上数七种宝为主, 资略数如下, 一, 金, 范塞巴埃, 一座宿里拿, 苏法拉那, 修拔拿, 苏法维, 一座妙色, 好色, 又称黄金, 紫金, 据大制度论举时之说, 金出于山石沙, 赤铜之之, 故沙金一称金素。 翻译名义及卷三引用这地之解释, 举出金之四亿, 即, 移色不变, 二, 体不染, 三, 转坐无碍, 四, 能使人富裕, 并以此四亿比喻诸佛法身长, 敬, 我, 乐等四得。 又一般称佛身之相好庄严为尿色身, 金色身, 称黄金之上妙者为严福弹金。 二, 银, 范奥皮尔, 因一座鲁比也, 阿鲁巴, 惹多, 又称白银。 据大制度论卷石之说, 银由烧石所出, 银与金二宝谱为人之, 佛教中常用作饭沙之一称, 如恩经地, 银的等。 三, 榴梨, 榴梨, 饭腐尼, 银翼做肺榴梨叶, 肺努力叶, 丙绸利叶, 皮榴梨, 配榴梨, 丙头梨, 榴梨, 异翼做青色宝, 远山宝, 据玄银翼卷二十字, 惠玲翼一举一等载, 琉梨系青色之玉石, 光色迎彻, 为天生之神物, 而非人间之炼石, 焰火所造成。 燃前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之主, 引用未略义书之说, 认为琉梨有自然物与人造物二种。 自然物出于大秦国, 有赤, 白, 黑, 黄, 青, 绿, 朴, 干, 红, 紫等十种, 色则光润, 重欲不及, 其色不恒长, 人造物则有时之消也, 更加重药而成, 虚脆而不真实。 又古时原用, 琉梨, 二字, 至后世方改为琉梨。 四, 剖梨, 范斯佛IKA, 英译做萨剖至佳, 塞剖至佳, 苏剖至佳, 剖至佳, 剖至歌, 剖梨色, 剖至佳, 剖, 剖离。 意译做水域, 白珠, 水晶, 晶。 据大制度论卷石之说, 剖梨系由山窟中所出, 未经千年兵化之宝珠, 然玄印印翼卷六, 则以其石类, 而非千年兵所化。 又增广本草纲木卷八, 举出李时珍之说, 认为波本作剖梨, 系义国民, 并以剖梨金银如水, 坚硬如玉, 故称之为水域。 五, 车渠, 范乌斯勒高尔法, 因译做穆梭洛皆婆, 穆梭洛加罗婆, 穆呼婆捷洛婆, 摩梭洛加义, 穆梭洛, 摩萨罗, 穆梭洛, 亦译做紫色宝, 干色宝, 又做车渠, 死宝之名称不一, 如法华金玄一卷二末, 翻译名义及卷八等, 以穆梭洛婆配车渠之称, 然卷应义卷二, 二十一, 卷二十二, 则以其色如马之脑, 故称之为马脑。 另据增广本草纲木卷四十六, 举出李时珍之说, 认为车渠系纸大蛤, 长约二, 三尺, 宽约一尺续, 后约二, 三寸, 壳外有深大支钩纹, 壳内则白皙如玉, 故被谬认为玉石类, 后世一般则称白珊瑚及贝壳所致之物, 为车渠, 盖珊瑚通常都为赤鹅, 而白珊瑚则被称为车渠, 右股时元用车渠, 二字, 中世以后方用车渠, 车等于, 一般常将此宝与马脑, 琥珀混同。 六, 赤珠, 范不贴的玉得, 又称赤宝, 赤珍珠。 据佛的经论卷一之说, 此珠由赤虫而出, 故称赤珍珠, 或此珠之体为赤色, 故称赤珍珠。 又据大制度论卷石之说, 此珠与珊瑚有益, 极为珍贵, 盖一般之珍珠多为浅灰色, 灰色, 而赤珍珠则稍带赤色, 若为纯赤色之珍珠, 则胜难求得。 七, 马脑, 范埃玛格巴, 因一座阿师摩迦拉婆, 阿舍摩迦婆, 阿师皆波, 阿师摩迦婆, 阿淑摩迦婆, 意义座石葬, 胎葬, 楚葬, 又称马, 马脑, 此宝玉后世所谓之马脑有益, 为翠绿玉, 系带有深绿色光泽之宝玉, 又此宝常被人混同为马脑, 指车渠, 于慧愿应一卷上, 及举有二者之区别。 又悬应应一卷二十四以马脑为赤色宝, 同书卷二十亿则认为马脑或系指琥珀, 琥珀。 上述七宝系出自长阿含金卷十八言福提周品, 大楼探金卷以启示英本金卷以称赞净土佛社寿经, 阿弥陀经, 大制度论卷十等, 其中, 阿弥陀经内所载之极乐国土以七宝等言试一试, 随净土宗之流传, 而广为人之。 此外, 启示金卷一言福周品, 大臣无量寿庄严金卷中, 将上述七宝中之赤珠改为珍珠, 范摩迪, 穆加底。 佛的经论卷一除去玻璃而加玫瑰, 范卡卡特娜, 结基达诺加。 玄印应一卷六以此宝石为火其珠, 由昆仑开明山所出。 大宝鸡金卷十七除车渠加美玉, 无量寿金卷上除婆梨, 赤珠, 加珊瑚, 范破碑, 婆弗罗, 或非爱珠瑪, 琥珀, 又称江珠。 博物质以其为松之路的经千年以上而成者。 横水晶则除琉璃, 赤珠, 马脑, 加珊瑚, 明月珠, 范康拉, 玛埃, 沾陀摩尼, 摩尼珠, 范玛埃, 又做鱼摩, 莫尼, 为珠之总名。 又横陀罗尼罗, 范茵莎, NLA, 又做横陀尼罗, 亦亦做天主代珠, 古清, 帝氏清。 慧愿因亦卷下, 以其为青色宝中之最尊, 故称之为青主, 龙眉等宝物, 亦被视为七宝之一。 在密教中, 于造谈修法时, 须将五药, 五香, 五谷与五宝等埋藏于坛下, 或于灌顶时, 将五宝放置于大坛之五瓶中。 所谓五宝即指七宝中之经, 银, 琥珀, 水晶, 琉璃五者, 燃珠经典中所具五宝之名亦各有不同。 右转轮圣王义具有七宝, 即七种王宝, 然此与上述之七宝有义, 细指轮宝, 相宝, 马宝, 珠宝, 女宝, 居士宝, 主兵城宝等七种。 长阿含经卷三, 法华经受祭品, 大阿弥陀经卷上, 平等觉经卷一海八德经, 陀罗尼吉经卷十二, 一字佛顶伦王经卷四, 唐义舍大成论卷十, 玄印音一卷二十三, 惠灵音一卷四, 翻范语卷十, 参阅五宝, 一千两百一十二, 转伦圣王, 六千六百二十四, 批六千七百三十七, 宝女, 又作女宝, 玉女, 玉女宝, 转伦圣王七宝之一, 转伦圣王乃成就七宝, 巨族四德, 统一须弥四周, 而以正法制式者七宝中之玉女宝成就, 即能忽然视线玉女, 其面貌端正, 全身珠毛孔皆出沾檀香, 言语温柔而举止安详, 长阿寒经卷三, 旧华严经卷四十三, 批六千七百三十九, 宝山石窟, 位于河南安阳县西, 光统律师之地子道平开 早于东魏武定四年, 五百四十六, 初称宝山寺, 后改称林泉寺, 天宝十年, 五百五十九, 道平入祭于此, 十窟有二处, 四南魏大流窟, 又称朱沙洞, 四北魏大柱窟, 又称享堂洞, 大流窟有世家, 弥陀, 弥勒三尊相, 从造型上推定为东魏时代道平所开凿, 大柱窟游道平之地子林玉开凿于随开黄九年, 五百八十九, 两窟之名, 乃林玉所定, 系依据纳罗炎天之金刚性力, 表示正法九柱之矣, 并于石窟之内外壁雕刻加皮罗神王, 纳罗炎神王像, 及法华金寿亮品, 圣满经义成章, 大吉经月藏分法灭净品, 灭盘经雪山童子舍身求法无常计等经文, 灵域身经北周肺佛之痛, 恐佛法灭绝, 故发愿雕刻石经, 与云居四房山石经痛为末法时代来临思想下之产物, 皆为预防法灭而于石板上雕刻经典, 参阅, 房山, 三千两百四十三, P六千七百三十九, 宝天比丘, 宝天, 泛名Rathnadeva, 因亦乐纳体婆, 为佛陀弟子之一, 据贤于经宝天因元品第十一载, 宝天元系舍为国义长者之子, 出生时, 天宇七宝, 便其家内, 因命名乐纳体婆, 寄长, 才亦伯通, 后闻佛神圣, 遂祠父母, 网易佛所, 及出家为比丘, 得阿罗汉果, P六千七百三十九, 宝首比丘, 宝首, 泛名Hirayapa, 为佛陀弟子之一, 据传几百元金卷九宝首比丘元所在, 宝首之父为舍为国之长者, 财宝无量, 宝首出生时, 其相端正书庙, 乃是所稀有, 其两手中自然出金钱, 取不可敬, 故命名宝首, 又岁吉亦佛出家, 精勤修习, 岁正阿罗汉果, 佛因阿南之请, 乃说其素是因缘, P六千七百四十, 宝首菩萨, 宝首, 泛名Ratna, Pi, 因一罗达闹波尼, 又称宝掌菩萨, 卫列密教宪图胎藏戒曼陀罗的藏愿九尊中之第六位, 此菩萨已尽菩提心之如意宝珠成满世间及出世间之息的, 犹如一珠在首, 能满足一切所愿, 故称宝首菩萨, 密号满足金刚, 种子位, Pi, 三昧耶行为三谷楚, 其形象乃左手按腰持莲花, 花上有三谷金刚楚, 楚上并有宝珠燕满, 右手书掌托宝珠当凶, 半家夫坐于赤莲花上,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大日经书卷五, 卷十, 卷十三, 设大仪轨卷二, P6740, 宝月童子问法经, 权义卷, 又称大臣宝月童子问法经, 月童子问法经, 北宋师护义, 收于大正葬第十四册, 内容叙述平婆娑罗王之子宝月, 请问称佛名号之功德, 佛达以十方各有益佛之名号, 若信持十佛之名号, 必能灭除诸恶, 的无上正等觉, 此外, 十柱匹婆沙论卷五有, 大二六, 四一中, 应当念是十方诸佛, 称其名号, 如宝月童子所问经阿维月智品中说, 等于, 推测或令有宝月童子所问经, 而师护之一本则由其中之一品别出, P六千七百四十 宝王, 一宝位庄严之义, 王位最上之义, 一位用七宝庄严者, 表示最甚, 最上之义, 旧华严经, 大九, 四一灵上, 摩尼宝王清静照, 最甚微神迷不见, 二佛之尊称, 又座宝王如来, 伦延经卷三, 大一九, 一一九中, 愿经的果成宝王, 还度如是横杀众, 大方等陀罗尼经卷三, 往生论柱卷上, P六千七百四十, 宝王三昧, 亦超越凡胜, 不助于生死, 涅槃之无是禅, 戏一切三昧中之最上者, 故称为宝王三昧, 一山国师与陆卷上, 大八灵, 三二四中, 一心无是, 万境不生, 心尽虚荣, 甚凡何有, 甚凡情境, 体漏珍藏, 体弱虚空, 珍藏本际, 无三界可出, 无菩提可求, 一道空瓶, 然读说, 为之宝王三昧, 一名大总持门, 祖师门下为之金刚王宝剑, 二净土宗认为, 念佛三昧乃最高最上之三昧, 故称之为宝王三昧, 众客宝王三昧念佛指指叙, 大四七, 三五四中, 念佛三昧所以名为宝王者, 如摩尼诸谱与一切诸三昧宝, 如转伦王普统一切诸三昧王, 盖世至元至顿之法门也, 大吉经菩萨念佛三昧分卷九, 宝王论卷下, 批六千七百四十, 宝主, 四方国主之一, 当转伦圣王位出世时, 出现于南善布州之四主之一, 自雪山之西至于西海, 其间多出财宝, 故齐王及称西方宝主, 十二游经, 大唐西玉记卷以法院朱陵卷二, 参阅, 四主, 一千六百七十四, 批六千七百四十一, 宝身印, 纸密教金刚界三昧耶会之宝身如来所结之宝形印, 此印即守成金刚腹, 立左右手之中指成宝形, 妙及祥平等秘密最上官门大教王金卷三, 批六千七百四十一, 宝身佛, 宝身, 泛名Rathna S.A.B.A., 英译为罗达囊三婆父, 西藏名Ring, Champion, B.A. 又称宝身如来, 密教金刚界五佛之一, 位于金刚界曼陀罗成生会等之五解脱轮中, 正南方之月轮中央, 此尊以摩尼宝福德具功德, 能成满一切众生所愿, 更能于行者身至法王位时鱼已冠顶, 为五部中之宝部所设, 主五至中之平等性质。 此尊密号平等金刚, 种子位, TR或GA三昧耶行为宝珠, 其形象于金刚界诸会中互有差异, 如于成生会中, 全身成金色, 左手握拳置于旗下, 右手向外展开, 而无名指, 小指稍曲, 其余三指舒展, 结诗愿印, 结家夫坐于莲花座上。 另一大乐金刚大朵修行成就以鬼仔, 其身黄色, 左手握拳, 持一脚置于胸前, 右手坐诗愿印。 右古来此尊之形象于胎藏界曼陀罗东方之宝状如来相同, 故被视为统体。 此尊于金光明金卷一观佛三昧海金卷九, 陀罗尼吉金卷十等所说四方四佛中, 相当于南方宝相佛, 亦相当于金光明最圣王金卷八所说之南方宝状佛。 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宋金卷以守护国界陀罗尼金卷二, 金刚顶金卷上, 金刚顶瑜伽略数三十七尊星药, P6741。 宝身陀罗尼金卷一卷, 又称宝身经, 宋代师护义,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 本经先引述陀陀罗尼, 后阐明其功德, 为若诵此陀罗尼而满七日, 能得天眼清静, 又有人而闻此陀罗尼, 并尝意念不断, 则可证的菩提。 P6742。 保身经,请参阅保身陀罗尼金。 保十四,韩国佛教三十一本山之一, 位于中清南道景山郡南二面石洞里之静乐山。 新罗森祖秋雨原觉, 元顺二人来唐于中南山宝治处学法规后, 于献康王十一年, 八百八十五, 创此寺。 其后, 建区荒废。 李朝宣祖二十六年, 一千五百九十二, 封城秀吉入清, 遂成为废墟。 三十三年四僧三秋雨已复建。 仁祖六年, 一千六百二十八, 秋海又雨重建。 其后又遭大火, 大雄殿化为灰烬。 李太旺十八年, 一千六百八十一, 姓氏刘天赫奉旨座百日祈祷, 并受命重建, 一年俊功。 四中宫有灵归大师之纪念碑。 寺院入口处森林中建有, 义冰森将, 之纪念碑, 纪念抵抗日军之死亡僧吕。 东国瑜的圣兰卷三十三, 朝显佛教四历史, 批六千七百四十二。 宝光天子, 三光天子之一, 又称宝义日天子, 日天子。 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 帝是天之内臣。 法华经续品, 法华文句卷二, 参阅, 三光天子, 五百四十五, 批六千七百四十二。 宝光寺, 位于四川兴兜。 建于东汉, 随代称大十四。 唐熙宗于广明二年, 八百八十一, 因必皇朝之乱柱必于此, 寺中之设立塔忽然放光, 熙宗即重建塔, 并命悟达国师整修四语, 改称宝光寺。 据文宋代全盛时, 该寺僧旅多达三千人, 成为隐喻国内外之名察。 明代十四与荒废, 日清康熙九年, 一六百七十, 重演。 清末宗新法师驻寺期间, 曾得真修大师清福所赠之三科设立与二尊玉佛。 该寺占地两万平方公尺, 除七佛殿, 大雄宝殿, 五百名汉台, 上有十六处云院。 此外, 该寺珍藏明代以经尼, 迎尼交互书写于藏青色纸上之, 大放广佛华严经, 五卷, 及南朝梁大同六年, 五百四十, 知识刻千佛碑。 批六千七百四十二。 宝印, 一诸佛菩萨种种硬气, 范玛之美称, 或专称以身财宝为目的之硬气, 然此财宝未必止有形之财物。 如申佛, 金刚宝菩萨之三昧耶阴皆未宝印, 分别称为宝三昧耶印, 三昧耶宝印。 依莲华不心鬼等金刚界系行法之仪鬼, 行者行, 拨浅, 后, 须解此印并诵咒。 盖此印乃五佛灌顶, 四佛系满, 如来甲咒印之总印, 含射其他一切印, 故谨及时可略去其他一切印, 独依此一印及其真言。 二卷本教王金卷下, 莲华不心鬼, 胜出于家鬼, 二刻有本尊之种子, 真言等之印。 日本一般于宝塔, 宝珠中央书写本尊之种子, 简单者亦在方形或圆形之轮化中作, 万, 字或, 而, 事例, 以应循礼圣记者之请, 给予盖印。 批六千七百四十三。 宝印三妹, 犯于Ratna Mudra, 三代, 百八三妹之一。 宝印, 指三法印。 观法之十相, 体得诸法无我, 诸形无常, 涅槃寂静三法印之三妹, 称为宝印三妹。 又为此三妹与班若波罗蜜相应。 大制度论卷四十七, 大二五, 三九九上, 三法印名为宝印三妹, 一切法无我, 一切作法无常, 寄灭涅槃, 是三法印, 一切人天无能如法坏者。 入是三妹, 能三种观诸法, 是明宝印。 副次班若波罗蜜是宝, 是相应三妹明印, 是明宝印。 大班若经卷四十一, 放光班若经卷四, 大品班若经卷五, P六千七百四十三。 宝印手菩萨, 宝印手, 泛名Ratna Mudra Austad, 英译洛达朗摩纳洛赫萨多。 位于密教宪图胎藏界曼陀罗的藏院主尊的藏菩萨左方第二位之菩萨。 主的藏菩萨之三妹耶本世门, 拔记众生, 以印制决定证三菩提果位之菩萨, 故有此名。 此尊密号为直持金刚, 种子位, 法, 是巨媚不肩之意, 三媚耶行为宝上五谷处。 印器位和掌作金刚复, 生二中指, 十指相主, 大, 小二指并数, 二小指在中指指备处沟区, 然不着于中指指备。 形象位生成肉色, 左手垂于膝上, 树掌持莲花, 花上有毒谷处, 屈幼壁置于胸前, 养掌持月轮, 半家夫坐于赤莲花座上。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普通真言葬品, 设大仪轨卷二, 大日经书卷五, P6743。 宝吉祥天, 泛名康扎, 英译战纳罗, 战陀罗, 战达罗。 幼座月天, 明月天子, 月天子, 即驻于月宫之天子, 为十二天之一。 戏将月求神格化者, 幼有苏摩提婆, 星秀王等别名。 从身发光, 其受为天之五百岁。 以过去修布施等种种善业之音, 得住月宫殿享受快乐之生活。 亦为是提环音, 帝是天, 知眷属, 乃是智菩萨之变化身。 密教士之为佛教之护法神。 禅宗寺愿重为福寿神, 其名号与日天子同列于遂得大善神之左右, 似于违陀天词之上。 长阿含经卷二十二世本原品,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二虚佗品, 法华经续品, 法华经玄暂卷二本, 批六千七百四十四。 保持观, 又坐持观。 为观无量寿经所说十六观中之第五。 极观极乐国土之八功德水池, 依依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 磨泥水流注其间, 畅眼妙法, 又有百宝色之鸟常赞念佛, 念法, 念僧。 批六千七百四十四。 宝行王正论, 泛名Retong Fall, 宝花环之乙。 全一卷。 龙树者, 臣戴真第一, 五百五十七, 五百六十九。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册。 本论寄分五品, 即安乐解脱品, 杂品, 菩提资良品, 正教王品, 出家正行品等。 此系龙树居于大乘佛教之立场, 对宝行王, 范涛弗佛那所说之正道论, 故甚受一般人所重视。 第一品说佛教之世界观, 赋批判外教, 并数及业及缘起之教义。 第二品列举善恶之行为, 以劝善介恶。 第三品说明由于善行即可成就伟大王者与佛之功德, 王者必见四塔, 佛像, 以奉献社会。 第四品详述王者之道。 第五品述菩萨之时的思想, 并说佛道修行之道。 大唐内典路卷五, 开源是教路卷七, P6744。 宝房, 玉界, 色界中间有大宝房, 佛陀曾于此说大吉经。 大吉经卷一大一三, 二中, 下, 二十, 如来视现无量神通道力, 渐渐至彼七宝房中, 中略, 诸大菩萨聚共发, 来至娑婆世界大宝房中。 幼舍为国给孤独长者曾以黄金, 七宝之一, 不得, 够得只驮太子之缘为世尊建经舍, 依此, 寺院亦每称宝房, 经地。 此外, 或有称寺院为宝地者, 如为乡臣宝地, 长歌有宝地。 六祖坛经, P6744。 宝车, 又座宝城。 至义重宝庄严之大白牛车, 此乃比喻亦成法。 法华经辟喻品载有火宅三车之辟喻, 而天台, 华严等宗, 于三车外令以大白牛车比喻亦佛城。 长阿含经卷二, 大宝基经卷六十六, 参阅, 三车四车, 五百五十七, 批六千七百四十四。 宝车经, 请参阅妙好宝车经。 宝卷, 为一种由唐代, 辩文, 直接衍生之讲唱文学。 约产生于宋元之祭, 而流行于明武宗正德年间, 一千五百零六, 一千五百二十一, 至清末明初。 宋真宗时, 明镜僧侣讲唱辩文, 辩文乃辩成, 谈经, 说经, 说参寝, 等形式, 以及讲唱辩文之变相发展, 宝卷亦因之应运产生。 宝卷之结构内容与辩文大同小异, 大多采用通俗一小之语言, 配合音乐, 加以讲唱, 以求通俗化。 其所讲唱者, 有以因果报应, 佛道故事为主之佛教宝卷, 亦有以民间故事, 神道故事等为主之非佛教宝卷。 相传香山宝卷为最初者, 系由宋代普明禅师所作。 而实际可考者, 以香山宝卷, 萧氏真空宝卷, 穆连旧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为最早。 佛教之宝卷, 可分为劝世经文与佛教故事二类。 初期四以劝世经文未多, 故宝卷往往被称为经。 如药师本愿功德宝卷, 即是全眼药师本愿经而不细数故事。 非佛教之宝卷, 教著名者有珍珠塔宝卷, 梦江女宝卷, 樱台宝卷等。 叙述佛教故事之宝卷甚为民间所欢迎, 穆连旧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即为最佳之力阵。 另有穆连宝卷, 易于升天宝卷, 香山宝卷, 留香女宝卷, 于兰观音宝卷, 妙音宝卷等, 或叙述菩萨修道度式, 或言民间善男性女修行之经过, 于妇女罪具影响力。 宝卷, 一词, 仅为此类书之总称, 其个别之书名, 未必有宝卷二字, 有单称, 卷, 经, 者, 亦有称为真经, 科宜, 宝颤, 宝传者。 宣讲宝卷, 称为, 宣卷。 宣卷之时, 必先焚香请佛, 含有浓厚之宗教色彩, 而易于一般之讲唱谈词。 宝卷之体力, 以运文为主, 以散文为补充说明。 通常每本分位二十四品, 每品中又穿插下列四部分, 一, 仪式部分, 开头与结尾均需焚香引请, 恭送佛菩萨神灵, 此时所唱之祭赞有开经济, 焚香赞, 收经济。 二, 说白部分, 于美品之运文前, 以口语化之散文说白。 三, 迎送部分, 为宝卷之常体, 一般多用七言或十言之运文迎送之。 四, 歌唱不分, 以词牌或曲牌普曲, 加差于美品之中或美品之末。 较常用者有著云飞, 黄英儿, 山坡羊, 燕儿洛, 棒庄台等曲牌, 或配一帮子枪, 十字乱弹调, 以便于送唱。 宝卷往往被用作民间秘密宗教, 秘密结社之组织工具, 如明代白莲教, 罗教, 弘阳教, 文香教等民间宗教均以宝卷作为奉持之精卷, 故宝卷之流传经常遭受政治力量之紧压。 现存之作品不多, 据近人之搜集, 总数约仅百本而已。 中国俗文学史, 郑郑夺, 宝卷研究, 则填瑞穗, P6745。 宝性, 梵语Retna, Gatra, 如来藏, 梵Tusketa, Garba, 之以名。 于众生贪甜烦恼中, 如来藏上不失真如清净之性, 犹如今在奋会中, 不亦其性, 故称宝性, 于究竟一尘宝性论中有详细之解说。 P6746。 宝性功德草, 只庄严静土之七宝, 此七宝柔软如草, 处者能生胜乐, 故称宝性功德草。 无量寿经幽婆提舍愿生计位, 大二六, 二三零下, 宝性功德草, 柔软左右炫, 处者生胜乐, 过家瞻灵陀, 上寄影文中之家瞻灵陀一语, 依无量寿经幽婆提舍愿生计筑卷上之解释, 细产于印度之草, 极为柔软, 处此草者能生乐寿, 故以之为欲, 为处七宝能生法喜乐, 远胜于处家瞻灵陀所生之染者乐。 P6746 宝性分别一诚增上论, 请参阅就近一诚宝性论。 宝性论, 请参阅就近一诚宝性论。 宝所, 为, 化成, 之对称。 为真宝之所在, 比喻就近之涅槃。 化成, 比喻小臣之涅槃, 在静而非时, 宝所, 即比喻大臣之涅槃, 指真正证物安住之场所。 法华经化成玉品, P6746 宝灵, 指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之七宝树灵, 略称宝灵。 一级观无量寿经中所说之宝树。 大宝基金卷十八, 大一一, 九七中, 其风吹动七宝树灵, 滑飘成距, 高七人量, 种种色光照药佛土。 无量寿经卷上, P6746。 宝灵寺, 一位于广东曲江县南三十五宫曹西山。 今称南华寺, 南谷寺, 南华禅寺。 梁天间元年, 502, 天竹僧至要所建。 唐仪凤年间, 676, 678, 禅宗六祖大建会能开发建。 学徒云集, 法道大恩, 南欲怀让, 清元行司等四期。 法。 神龙元年, 705, 改称中心寺。 锦龙二年, 708, 重建, 改名法权寺。 五代兼分保零寺。 宋埃宝年中, 968, 975, 遭兵火烧毁灵兆塔, 循集营修妙塔, 改称南华寺。 明时, 憨山得清应寝入山, 大举心腹。 经有六祖肉身相, 饭, 想邪等遗物, 及唐代之浊西拳, 宋代之灵兆塔等古迹。 六祖谈经, 六祖大师元祭外祭, 宋高森传卷八, 憨山大师梦游泉集卷五十至卷五十五, 二位于韩国泉罗南道长兴郡。 浩家之山, 游森体臣草创。 献康王九年, 883, 四四号宝林。 四中之大雄殿系朝显出奇之建筑, 颇为壮观, 十灯用为妙纤细之雕法, 为新罗时代之遗品, 即为珍贵, 灵妙塔为庄严之设立塔, 一系杰作。 朝显佛教通史, 朝显经时总览上, 三位于湖北应山县北十二公里。 前陵大河, 存有宋元时代之碑节。 相传明太祖佑年时慕牛于此。 洪武年间, 1368, 1398, 四名正爵寺。 批6746。 宝林传, 樊石卷。 现存七卷, 缺七, 九, 十等三卷。 又称大唐勺州双丰山曹西宝林传, 曹西宝林传, 双丰山曹侯西宝林传。 唐代朱灵沙门制剧, 获作会剧, 传于真元十七年, 801。 收于宋藏仪真第二册, 台湾新闻风出版社影印刊行。 韶州曹西宝林传宗六祖会能宣扬禅法之道场, 故以为书名, 以禅名六祖会能之法统。 内容及录有关禅宗史, 如六祖谈经, 五明吉, 续法传, 光灿录, 历代法宝记等书之大臣, 而主张二十八祖之传臣。 其后遂有祖堂吉, 景德传登陆, 广登陆, 旭登陆等, 下致名教大师契松者传法正宗记, 定祖徒等, 确定今日所传二十八祖之说。 传者作此书最大致用意, 即在于张明师子尊者与菩提达摩间之关系, 故本书一出, 曾遭后世诸方住宿非难。 P6747 宝松 1892 1967 福建常乐人 俗姓陈 自文照 27岁于马来西亚冰城吉乐四一本中法师剔度, 同年于福州古山受聚足解。 两年后于福州圣泉寺闭关, 专修禅定。 民国二十八年, 1939, 出关, 实质抗日军心, 乃八院起建千台宴口, 以超建阵王战士。 后驻福州开元寺, 并重建该寺。 又于四千空地筹建佛教医院, 三十六年春, 远赴南阳募款。 三十八年建筑完成, 正欲返国举行开幕仪式之计, 时局批变, 随积流南阳, 随元洪化新马一带, 后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创建道场, 名为义真法界。 师父性耿直, 延持戒律, 自奉圣俭。 五十六年正月, 律途广西父乙宝参加佛妻, 为祈求世界和平, 于圆满日邪徒舍身自焚, 释寿七十六。 批六千七百四十七。 宝波罗密菩萨, 宝波罗密, 泛名Ratna, Pyramid, 因义罗达纳波罗密多, 义义座宝道彼岸, 或Ratna, Fajra, 因义罗达纳日离, 罗达纳拔哲利。 密教金刚界三十七尊之一, 四波罗密菩萨之一。 为大日如来之四清净菩萨之第二。 为列金刚界曼陀罗陈生会等之中央月轮, 居于大日如来之南方。 此尊之形象, 应气等, 于金刚界曼陀罗诸会中各异。 如于陈生会中, 形象为全身呈白黄色, 坐天女行, 这节摩衣, 左手驱肘持莲花, 花上有宝珠, 右手仰掌持金轮, 于莲花上结家夫坐, 应气用宝身佛之师愿印。 密号平等金刚或大宝金刚, 种子位, TR。 子尊将一切之福的巨书便于虚空界, 照了真如智而能令众生正菩提。 据大教王金卷二载, 宝身如来入于宝波罗密三昧, 为公养皮卢遮纳如来而流出宝波罗密菩萨。 另据金刚鼎于家三十七尊出身一载, 似波罗密菩萨为一切贤圣养育之母。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经卷二, 金刚鼎于家略数三十七尊心药, P6748。 宝经, 1308, 1372, 元代灵纪宗森。 甘州, 陕西, 永寿人, 俗姓时。 石有沙门以观音像兽与其母, 主其母宫仅供养之, 当身智慧之男, 为己, 果身诗, 白光叶叶照逐一世。 然自幼多吉, 父母以此而必归逝世, 六岁即出家。 吉长, 受巨族戒后, 便亦讲似, 穷究信像之指, 岁至静云参夜如海。 一日随如海携框携疏于园中, 忽宁坐不动, 入定三十方物, 如海为其乃成劳暂袭, 定立尚未深, 必使心路绝阻关透, 然后大法可明。 诗后助悉而眉, 携不沾袭者三年, 一日闻伐木深, 大悟。 原至正八年, 一千三百四十八, 地遣使赵师至今, 圣位李静, 命注海映寺, 师以吉祠, 遂赐, 继赵元明, 知好。 明太祖即位, 赵师入南京, 于内殿中问佛法大义, 并设谱济会于中山, 选高森时人力其事, 施裂于其中。 帝佑清玉汉末次师十二运, 蒙宠圣卧。 于鸿五五年世纪, 世寿六十五。 涂皮厚或五色色力, 齿、蛇等一皆不坏。 五灯会元序略卷四, 皮六千七百四十八。 宝玉经, 凡石卷。 幼称显寿不退转菩萨记。 唐带达摩流之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六册。 初述佛寿记东方月光天子, 将为知那国女王, 正法治化, 乃至弥勒成佛时, 赋予寿记。 富有东方莲华眼佛世界指一切, 涉盖菩萨为利益, 安乐, 哀敏一切有情, 问佛一百零一世, 佛具以实法回答, 若菩萨能成就实众法, 即得失, 戒, 忍, 精进, 方便, 般若等圆满。 开元式教路卷九, 皮六千七百四十九。 保量, 四百四十四, 五百零九, 南北朝森。 东来, 山东夜县, 人, 俗姓徐。 年十二, 投青周道明法师出家, 从学经论, 博通瑞姐。 受剧足界后, 南至经义, 驻于中兴寺, 专至禅思。 其实, 其敬临闻宣王闻师道御, 轻至其居, 请卫法将。 卫九, 驻于临卫寺, 圣讲涅槃, 陈时, 法华, 无量寿等经论, 席间辩封纵横而磨所凝制, 故问者皆能尽其所问。 又诗与宝治交由, 曾诗与那一。 至良代, 义的五帝之尊崇, 天间八年, 五百零九, 诗会及诸家所说, 转成涅槃经及解七十一卷, 五帝轻卫作序。 八年十月是寂于零卫寺, 是寿六十六。 文宣王会诗之相, 供奉于浦洪寺。 门人有庄严寺森明, 光宅寺法云, 零根寺森千等。 梁高森传卷八, 卷石宝治传, 南石列传第六十六, P6749。 宝观, 又坐天观。 只是以宝玉之观。 又用于庄严佛菩萨之物, 如宝观菩萨坐于莲花上, 左手持宝观。 宝观有多种, 主要有如下属种, 一, 五至宝观, 观中有无化佛, 表五至圆满之德。 二, 三封宝观, 表胎藏三不知义。 三, 无量受佛宝观, 观中有无量受佛, 观自在菩萨所带。 盖茨二尊有因果之别, 以此表观自在入果位为无量受之义。 四, 塔婆宝观, 安有塔婆之观。 此外有化佛之义佛观, 化佛观, 安有狮子头之狮子观, 经献观, 独头观, 法观与法纪观等。 P6749。 宝观菩萨, 宝观, 范瑞瑞瑞, Ka或瑞瑞瑞, 莫克瑞, 因亦罗达那摩沟扎。 又宝童子, 宝观童子菩萨。 位于现徒胎藏界曼陀罗文书院文书施利菩萨北方第二位之菩萨。 宝观亦为庄严, 梵天, 帝氏, 人王, 宫卿等皆以宝观庄严。 此虽以, 文书菩萨福会庄严之德魏, 然不仅自庄严, 亦饶亦众生, 使福会庄严。 此尊密号庄严金刚, 种子位, Kansas, 三昧耶行为青莲花上宝观。 其形象为深黄色, 右手仰掌当胸, 手持三半宝都, 左手肘开而仰掌, 略驱四指持青莲花, 花上有宝观, 鱼翅莲花座上结伴家夫座。 真言细用大金卷二普通真言藏品所致以, 切诸佛真言, 大日经卷五秘密漫图罗品, 大日经书卷六, 卷十六, 密藏记, 批六千七百四十九。 宝观世家, 指定带宝观之世家相。 此类图像中央安置大日佛, 左侧阿佛, 宝身佛, 右侧弥陀佛, 释迦佛等五福。 出货位造像庄严, 故事以宝观音落, 后事乃位宝观世家即大臣佛转伦圣王之乡, 用以义与小臣燕俗出家之相。 寺院供奉十六罗汉十, 其中尊必为宝观世家。 大唐西玉记卷八, 即神舟三宝感通路卷中五, 批六千七百五十。 宝沙, 亦佛土之敬称。 沙, 泛宇为Kedra, 亦为土田, 如大阿弥陀经, 观无量寿经等皆为佛土有七宝庄严, 故称宝沙。 亦有称宝国, 宝戒者。 大臣无量寿庄严经卷下, 净土论卷上, 家财, 二佛寺, 佛塔之美称。 法院诸林卷五十五, 大五三, 七零七中, 破邪外道, 坚持正国, 佳兰, 金舍, 宝沙相望, 蒋惠传经, 德因银尔, 批六千七百五十。 宝州, 亦比喻佛果之大妙地。 新华严经卷三十五, 大一陵, 一八六中, 黎染寂静, 助于一切智慧宝州。 二, 一千两百八十六, 元朝森。 明决案。 乌臣, 浙江无心, 人, 俗姓无。 传有事事鸡鼓略四卷。 参阅, 决案, 六千七百九十七, 批六千七百五十。 宝香华, 又作宝香花, 宝香华文。 为一种雕刻绘画之装饰花样, 佛教义用之。 原始卷八十余福至一位殿下皇徽障条载, 福飞师身色宝香花之袍, 其形色不依, 然一般所称之宝香华文可大别为二种类。 一种是表面有八瓣花, 并把莲花文复杂化, 如敦煌千佛洞天景会, 新罗时代之方砖, 日本镇苍苑之织物等均属此类, 另一种则是有四瓣花, 周围叶曼成圆形。 批六千七百五十。 宝香合成院, 阿弥陀佛四十八院中之第三十二院。 集市院净土中之万物皆以无量杂宝与百千种相合成。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八下, 舍我得佛, 自地上已至于虚空, 宫殿楼关, 持留华术, 国土所有一切万物, 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相而共合成, 严是其妙, 超诸人天, 其香普勋十方世界, 菩萨闻者皆修佛形, 批六千七百五十一。 宝尘, 未充满珍宝之尘, 乃比喻佛之正法。 北本涅槃经卷二, 大一二, 三七六中, 如等比丘。 云和庄严正法宝尘, 具足种种功德珍宝, 借, 定, 智慧, 以为强欠疲逆。 批六千七百五十一。 宝座, 指以宝玉装饰之莲花座。 一般称诸佛之座位莲花座, 又多以七宝装饰, 故称宝莲花座, 或称宝座。 据文书菩萨佛刹庄严经卷上所述, 如来以神通力, 随暗族之处涌出宝莲花, 带如车轮, 以白银未经, 黄金未叶, 废琉璃宝未须, 于此花台中, 有化菩萨结佳夫座。 又于雕像或画像中, 长江莲花座之莲半座宝珠形, 如大日如来, 地藏菩萨等诸尊之座。 金光明经卷十二善极品, 宝楼阁经卷上, 不空义, P6751。 宝海, 一味珍宝之海, 比喻功德无量无边。 形容阿弥陀佛是愿救度众生, 不舍弃, 不分别, 不厌离, 西街引导射寿, 如同大海不厌细流, 其功德无量无边。 无量受经幽波提舍, 二宝海泛制之略称, 世尊于过去世为宝海泛制, 曾于宝藏佛所诸天大众之前, 的成就大悲心, 立五百誓愿, 以救度众生。 悲华经卷二, 三, 四百七十四, 五百五十三, 北周森, 巴西郎中, 四川, 人, 俗姓公, 自幼及有出家之志, 于天间年间, 五百零二, 五百一十九, 南下一指精灵之法云, 修习成时论。 梁武帝于同泰四讲涅盘经时, 师寿赤与帝议论佛性义。 后归反属中, 居谢正寺, 大红教法。 梁元帝成圣二年世纪, 世寿八十。 旭高森传卷九, 批六千七百五十一。 宝珠, 范语, 莫尔, 英译摩尼, 莫尼, 幼座如一宝珠。 即珠之总称。 宝珠端言书庙, 自然流露清净光明, 普遍照耀四方。 未转伦圣王七宝之一。 摩赫般若波罗蜜精卷时说其功能, 以其余暗中能令明, 热时能令凉, 寒时能令温, 珠所在之处, 其地不寒不热, 若人有热, 风, 冷病或赖, 窗, 恶种等, 已诸着其身上, 并及除雨。 幼魔尼宝所在之水中, 水随作一色。 大皮婆沙论卷102列举光明莫尼, 清水莫尼, 方等莫尼, 无价莫尼, 如意珠等五种宝珠。 旧华盐经卷47, 大方等大吉经卷47, 宝西的陈佛陀罗尼经, 大制度论卷59, 批6751, 宝珠比丘尼, 又称宝光比丘尼, 为佛陀弟子之一。 剧传几百元金卷八笔丘尼品载, 舍为国有长者, 生义女, 端正书庙, 为世所稀有, 顶上自然有一宝珠, 光耀尘内, 父母极为欢喜, 婴儿利明宝珠。 若有来起者, 宝珠即取诸诗语, 诗以即附身。 极常, 亦佛所出家, 精勤修习, 的阿罗汉果。 批6752, 宝珠法, 又称陀兜法, 犯DH Tuesday, 如意宝珠法。 以如意宝珠为本尊之修法。 此法乃密教中最深密之法, 常密此名而用何字, 去, 之称, 或作如宝, 如法, 如去, 或作诸法, 如如。 如意宝珠即表真佛设立, 故意称设立法。 又此密法魔所依据之精规。 密超问答卷18, 批6752。 宝珠即, 请参阅新编古今往生净土宝珠即。 宝珠, 梁戴森, 吴俊, 江苏无县, 人, 俗姓曾。 身足年不详。 少投建出四僧又出家, 便学经律。 后住庄严寺, 博彩群严, 酌取经理。 天间四年, 505, 入京, 凤赤柱新安寺, 参与森明之重经要超88卷, 森朗之柱大班涅盘经72卷之数作。 又列席森家婆罗一场, 比寿阿玉王经以下十一部经。 改定安乐寺森少之华陵佛殿重经目录, 是称宝畅录, 帝家赏之, 是掌华陵远宝云经藏。 诗博学能文, 明观当世, 著作颇多, 另有重经犯公圣森法五卷, 重经忏悔罪方法三卷, 法集一四零卷, 续法伦论七十余卷, 出药绿一二十卷, 经绿一箱五十卷, 比丘尼传四卷, 明森传超一卷等, 后三部现存。 梁高森传卷三, 续高森传卷以法经禄卷六, 立带三宝纪卷三, P6752。 宝代陀罗尼经, 全一卷, 北宋师护义,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一册, 叙述罗罗同子于叶芬, 为罗沙所部, 而于佛前替器, 佛乃为同子佩宝代, 说大明咒, 并令持世咒, 以远离恶罗沙, 刀杖, 恶毒, 恶友, 疾病等, 而得大安乐。 为圣庄严陀罗尼经之意义, P6752。 宝西的陈佛陀罗尼经, 全一卷, 唐代不空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九册, 为佛在摩加陀国清静元白莲持册, 为金刚手等诸大菩萨, 说明佛设立之功德与神咒内容及修持之法。 经提之, 宝, 自, 即止如意宝珠即宝印, 前者表众生之心性, 后者表佛设立之功德。 为行法供养时, 能灭四重, 五逆, 棒法等一切重罪, 而得无量之福智, 脱却生死, 并延长寿命, 命中后, 应其志愿, 于十方净土中, 愿生和国及的生和国。 批六千七百五十二。 宝寿菩提行经, 请参阅宝寿菩萨菩提行经。 宝寿菩提行经, 全一卷。 又称宝寿菩提行经, 北宋法弦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四册, 寄数宝寿童子年十三岁, 即以经联供佛, 并与大墓前联, 热利福, 将菩萨, 萨等互相挖, 明是大臣之法义。 宝宙赐以仪器之饮食, 便供佛, 僧而无有净净。 批六千七百五十三。 宝渊, 四百六十六, 五百二十六, 南朝梁戴森。 巴西朗中, 四川, 人, 俗姓陈。 年二十三于成都出家, 驻罗天宫寺。 南齐明帝建五元年, 四百九十五, 参业庄严寺森明, 言习沉顺。 魏济开善寺至党门下, 学成后返成都故寺自建讲坛, 接引途众, 名阳西垂。 齐后应是五官, 于梁武帝普通七年自吻, 室寿六十一。 旭高森传卷六森桥传, 宝渊传, P6753。 宝书, 凡三十卷。 又称阿皮达摩巨舍论书, 巨舍论宝书, 巨舍论书。 唐代法宝传。 收于大正葬第四十一册。 与神太之巨舍论书, 浦光之巨舍论书, 合称巨舍三大书。 参阅, 巨舍论书, 4031, P6753。 宝处三昧, 指释迦如来所入之三昧。 释迦之种子位, BHA, 乃除浅三有之意, 又有不可得之意, 故已归于空位内阵。 以自此空而出珍宝之故, 即止等须空处位宝处。 释迦由此三昧而化现于是, 出无量无边之法宝。 大日经书卷时, 大三九, 六八三上, 四释迦如来入于宝处三昧, 宝从彼出, 名为宝处, 犹如大海出种种宝, 若至彼周, 则随意所需, 魔所不足也。 大日经卷二普通真言脏品, 大日经义士卷七, P6753。 宝处菩萨, 宝处, 泛名Ratna, KL, Ratna Kara, 英译洛达坦加罗。 幼座宝光菩萨, 宝身菩萨, 宝座菩萨, 宝掌菩萨, 位于密教现图胎藏界曼陀罗的藏院九尊中东起第四位之菩萨。 一大日经书卷十三载, 大三九, 七一九下, 所以名宝处者, 如宝身于海, 从彼处身, 故名宝处也。 此尊密号祥瑞金刚, 种子为, Ga, 三昧耶行为莲花上三谷处或宝上三谷处。 其形象为生成肉色, 右手驱臂生长, 指端下垂, 食指掠开, 左手竖掌, 驱石, 中二指指莲花, 莲上有三谷处, 鱼翅莲上结佳夫作。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普通真言藏品, 大日经书卷五, 卷十, 射大仪轨卷二, 广大仪轨卷中, P六千七百五十三。 宝部, 为密教金刚界五部之一, 又称摩尼部。 于佛之万德缘闷中, 福德无边, 如同摩尼宝藏, 故称宝部。 金刚界曼陀罗五解脱轮中, 南方宝身如来与金刚宝, 金刚光, 金刚壮, 金刚效等四清净菩萨, 及四波罗密中之宝波罗密菩萨均属此部。 其中, 宝身如来为部主, 宝波罗密菩萨为部母。 宝部系表宝身如来之内政妙用, 故佑表显五至中之平等性质, 内政此德之诸尊及称宝部尊。 此部之种子为, T.R. 三昧夜行为如一宝珠。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金卷以金刚鼎于家略数三十七尊心药, 秘藏记, 参阅, 五部, 一千一百五十四, P.六千七百五十四。 宝顶山摩崖, 位于四川大足县东北约十五公里之宝顶山。 山腰洲壁凿出摩崖造像十三处, 以大佛湾和小佛湾规模最大, 有巨型雕刻三十余幅。 为南宋时于四川地区红传密宗之赵至奉所创, 臣袭唐代金刚至所传之金刚鼎于家部密教, 故大部造像属密宗公养相, 另有部分禅宗造像, 为早期密宗与禅宗相结合之重要地区。 其中佛教与儒家思想相结合之题材与佛教故事之雕刻等, 为佛教艺术进一步中国化与深入下层社会之具体表现, 意味我国少见之佛教造像。 其处尚有如,道之造像, 均属我国重要文物。 P6754 宝善寺,位于台湾台中市。 达善法师创建于民国二十二年, 一千九百三十三。 初称宝善堂, 二十九年更名为宝善寺。 四位宫殿市之钢筋水泥建筑, 可容五百余人, 为台湾中部知名差。 P6754 宝掌 六百五十七,中印度人。 室称宝掌千岁和尚,千岁宝掌。 应出生时,左手握拳,至七岁替法师斩杖, 故取名宝掌。 据传位进监东游中土, 入属的参礼普贤。 诗句大词, 常不识,日诵般若等金千余卷。 一日向大众道, 万序一三八, 四一上, 吴有愿住是千岁, 今年六百二十有六, 故有千岁之称。 其后,参访舞台, 庐山等地, 为九世逢达摩莱华, 诗集相之请义, 而得开悟。 贞观十五年, 六百四十一, 后, 居止浦江之宝言寺。 与朗禅师交由盛睹, 美浅百犬通问, 朗禅师则浅清元回复, 故有, 百犬贤书至, 清元洗回, 之语。 诗于显庆二年世纪, 传言是受达千余岁。 此外, 或为诗系于随代开黄十七年, 五百九十七, 来华, 并创建天宁永坐寺, 亦有为诗于贞观十五年, 创立永坐寺。 五灯会圆卷二, 加太普登陆卷二十四, 佛祖统统计卷四十, 大明义统治卷三十八, 批六千七百五十四。 宝主, 为珍宝之周主, 比喻旧境之涅槃, 语出涅槃经, 与法华经之, 宝所, 为同类辟语。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五, 参阅, 宝所, 六千七百四十六, 批六千七百五十五。 宝法, 比喻佛陀之教法。 宝, 为美称, 法, 为渡人之工具。 盖佛法能渡人出生死苦海而登涅槃彼岸, 犹如法能载人渡河, 故有此欲。 于中阿含卷五十四大品阿黎扎经, 又称法玉经, 载有法玉法。 批六千七百五十五。 宝花, 为至宝之妙花。 法华经辟玉品, 大九, 一一中, 若玉行时, 宝华成族, 又宝华从即无数, 称为宝华具。 法华经见宝塔品, 大九, 三三下, 以添宝华具, 散多宝佛及释迦牟尼佛上, 此外, 亦有称说法之高作, 虚弥作, 为宝华王作。 碧言录第七十四则, 批六千七百五十五。 宝华山, 请参阅龙昌寺。 宝华山至, 凡十五卷。 清代流明方传。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会刊第一集。 宝华山位于江苏巨戎, 相传为梁代宝至禅师道场, 因年代久远而荒废。 至明万历年间, 庙峰禅师建桐殿, 号, 圣化龙昌寺, 清康熙赤寺, 惠居寺, 应之著名于世。 时有流明方位转山至, 分位二十四门, 山徒, 行圣, 新野, 山水, 建制, 古迹, 林毅, 高森, 律师, 碑名, 碑记, 塔名, 赵斥, 奏书, 公仪, 记, 赴, 序, 传, 赞, 考, 书, 启, 诗。 乾隆年间, 沙门圣性为之整理堪行。 本至虽以山至名之, 然时为会居四而作。 批六千七百五十五 保华太子及保华佛 大制度论卷九大二五一二四下保华佛生时一切身边有种种华色光明顾名保华太子批六千七百五十五 宝贵随戴森 北周道安之弟子 博通群点 尤经律学 祝大兴善寺 身足年与本籍君不祥 静戴森之名度曾编转,合为摩金,五卷,综合之谦,竹法户,竹书兰三加一本之经义而成。 施仿之名度之法,综合三种金光明经经义,编辑和布金光明经八卷,又称心和金光明经。 当时金光明经有三种译本,即谈无称之四卷本,耶舍绝多之五卷本,真帝之七卷本等。 施并请舍纳绝多亦出引主陀罗尼品,主类品等增补于内。 开皇十七年,五百九十七,竞成于文帝,帝且未知作序。 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士士姬古略卷二,批六千七百五十五。 宝阶,未以珍宝座城之阶梯,即只是尊从刀利天将士时所用者。 据大唐西域纪卷四节比他国条载,该国都城以西二十余里处有大家兰, 加兰大园内有三宝阶,南北列而东面下,士如来于三十三天,刀利天,说法后将还是兼时所用。 其实,天地士以神力化现黄金、水晶、白银等三座宝阶,士尊及由中间之黄金宝阶将士。 玄藏游至杰比他国时,原有之三宝阶已不存,代之者为后世诸国王所仿制之宝阶,系以时至臣,并是有种种珍宝,高七十余尺。 批六千七百五十六。 宝云,以三百七十六,四百四十九,东晋十夕行求法义金森。 梁州人,亦说河北人。 若年出家,精勤而有学行。 立志欲公赌灵迹,广寻金要。 岁于静安帝隆安,三百九十七,四百零一,初年,与法县,智严等先后游西域,跋涉流沙,翻越雪岭,立经于田,天竺诸国,的遍礼圣迹,又广学范书,严钻英字训谷。 后语慧达,僧景等,共海长安,师士佛陀拔陀罗,修学禅法。 刘宋十处于健康道场寺,亦出心无量寿经。 魏九一处止元寺,与智严共亦出普耀经,广博严禁经,四天王经等。 其后,于常干寺,与僧加拔摩义出杂阿皮谈心论,于指环寺,东安寺等处,与求纳拔陀罗亦出杂阿寒经,仁加阿拔多罗宝经,法古经,圣满经等,又于六合山寺亦出佛所行赞。 诗华范坚通,英讯允正,翻译之妙,独步敬颂,沙门会观等皆与诗友善。 令据法经录,历代三宝记卷诗等所在,诗之意作除上纪诸经论外,上有进度三昧经,佛本行经,复法藏经,皮罗三昧经等。 原家二十六年世纪,诗寿七十四,义说七十八。 明僧传超卷二十六,梁高僧传卷二佛陀拔陀罗传,卷三至岩传,僧加拔摩传,求纳拔陀罗传,出三藏记集卷二,卷十四僧加拔摩传,求纳博陀罗传,卷十五至岩传,法永传,法经录卷一。 卷三,卷五,二中唐时代禅僧,生族年不祥,为马祖道一知法寺,以池周鲁祖山,安徽贵池,为开山衍法之地,故又称鲁祖宝云。 诗阶化学人,像以面壁不语之方式,传为禅灵其事。 另有若干基缘语句等传释,其余生平行记则不详。 五灯会员卷三,景德船登陆卷七,祖堂集卷十四,P6756。 保云寺,位于浙江银县,原为曹史故承辉之故宅,宋开保五年,972,天台宗十六祖义通改建卫佛寺,出名传教院。 太平新国七年,982,受赐保云寺四四额。 致明代,被列为下奖四十大之一。 近年,该四结局,保云奖四首八之额。 佛祖统计卷八,大明高僧船卷一子文船,P6756。 保云经,范名Rata,Mahastra,凡七卷,良戴曼陀罗先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六册。 范本不传,然范本菩萨学论中,有引用本经之部分。 其荣系佛菩萨所具备之的行。 有诸盖藏菩萨来说婆世界,以一零二问请教士尊,佛美问以实法回答,是皆具体教士菩萨之正法。 意义本有曼陀罗先义森加婆罗一支大成云经七卷,达摩流之一支宝鱼经十卷,法护一支除盖藏菩萨所问经二十卷等。 华盐经随书演义超卷十六,大唐内典陆卷四,月葬之经卷八,P六千七百五十七。 宝塔,系对佛塔之美称,亦指以珍宝岩式之塔。 据法华经建宝塔品载,有七宝塔在佛陀之前由地下涌出,驻于空中,有五千蓝笋,千万堪式,是以无数之状藩,并玄垂阴落,宝灵等,珠藩盖系以金,银,琉璃,车渠,马脑,珍珠,玫瑰等七宝合成,且塔之四面皆出多摩罗拔沾潺坛之香。 法华经续品,洛阳加兰纪卷二胡桶四,佛祖统纪卷四十一,P六千七百五十七。 宝平,范语靠阿威,因一家罗舌,结舌,或侯埃,因一君池。 右座贤平,德平,如意平,吉祥平,二家平。 鱼密教,圣装二家之平,特称为二家平。 其余之名称总为美称得好。 右灌顶时持用之宝平,则称为灌顶平。 宝平即至五宝,五谷,五药,五香等二十种物,并满盛净水之香水瓶,瓶口叉宝华,尿华味盖,瓶颈细彩薄以做装饰。 宝平显的大之行,的阿乃,阿字本不生,之位,即表真众生本有的静菩提心之礼德。 瓶中之水表,VA,字,表真至德。 二十种物即开显静菩提心之德。 右宝平为南方宝部之三昧耶行,插入之花系表里至明和时之沙罗树王佛万德开夫之乡,开夫华王如来即以此为三昧耶行。 平之之材可有金、银、铜、玻璃、瓦等多种,而依天席灾所亦为妙大曼拿罗金卷一等载,因修法种类之不同,平之种类,色相亦均有所不同。 宝平并为诸尊之手持物。 苏西的金卷中,卷下,大日金卷二,P6757。 宝平印,亦以宝平为三昧耶行,称宝平印。 二表现宝平之手印。 右座平印,尊圣宝平印。 其印相间于尊圣陀罗尼金,尊圣仪贵。 不空所经卷四为举其印名而不适印象。 截此首印时,观此印中占满大悲至水,能满众生所愿。 其印相作虚心合掌,首印印母之一,二十指相背而屈指尖部分, 负以二母指压二十指前端,作弹指状。 三位帝天二种印器之一,全称的天宝平印。 四隐形印之一名,全称魔力之天隐形印。 为魔力之天移印法所载,于睡眠,觉悟,沐浴,远行,逢客,饮食,行策等七时所结之印。 结此印并念诵其真言,则可自灾难中隐形。 陀罗尼吉经卷石摩力之天经,P6757。 宝号,为佛菩萨名号之敬称。 后世易用以称祖师之名号。 P6758。 宝灵,依五种灵之一,又称宝珠灵,为秘教所用之法器。 其并为宝珠储,把手上刻有鬼木,灵身则无花纹装饰。 灵,表现说法之意,于修法中,与其余四种灵各置于大坛上相应之位置。 参阅,五种灵,一千一百八十七,二以五宝岩式之灵。 无量寿经卷上,大一二,二七二上,周扎四面锤以宝灵,光色晃耀,尽即严厉。 大日经卷五入秘密曼陀罗未品,P6758。 宝像,未以珍宝所造之佛像。 法华经方便品,大酒,酒上,若仁于塔庙,宝像即画像,以华香翻盖,尽心而供养,忠略,或以欢喜心,歌悲诵佛德,乃至一小鹰,皆以成佛道。 又静称佛像之庄严威仪,即称宝像。 如行哨所作,闻香经相名,为,神仪内营,宝像外宣,P6758。 宝网,未珍宝结成之罗网。 帝氏宫之罗网,称为帝网,亦称因陀罗网。 无量寿经卷上,大一二,二七一上,真妙宝网,罗复其上,此外,禅林中有,宝网漫空, 亦宇,为帝氏之宝网不满虚空,乃比喻佛法广大,无处不至。 大方广菩萨藏文书施力根本以鬼经卷一臂言录第38则, 参阅,因陀罗网,2298,P6758。 宝具,有二亿,一,为无数珍宝积聚一处。 大宝基金卷八十一,大一一,四六六上,一亿宝具高一尤寻,出大光明照彼世界。 二,以珍宝之积聚比喻无上妙道。 法华精性解评,大九,一七下,佛说声闻当的作佛,无上宝具不求自得,P6758。 宝具三昧,百八三昧之一。 入此三昧,见一切净吐息如七宝所具。 大制度论卷四十七,大二五,四零零下,宝具三昧者,得是三昧,所有国吐息成七宝。 问曰,此是肉眼所见,禅定所见。 答曰,天眼,肉眼皆能见。 何以故? 外六成不定故。 行者常休息禅定,是故能转本相。 P6758。 宝台,为以珍宝严世之台。 如观世音菩萨受祭经载,观世音菩萨语的大士菩萨为绿八十亿卷属网易佛所, 乃以神通力各化线四十亿宝台,珠台皆纵广四十有寻,分别是以金、银、琉璃、婆璃等珍宝、吉坦摩、居雾头、分驼力等珠花,台上附有玉女,或奏各种乐器,出为妙之音,或执各种香,或持一切花。 又于宝台之上至狮子座,座上皆有化佛,端言殊胜,无可谓语。 二菩萨及邪眷属与珠宝台同意佛所。 法华经寿祭品,P6758。 宝盖,系散之美称,及止七宝严世之天盖。 玄于佛菩萨或介师等之高座上,作为庄严举。 据维摩洁所说经佛国品所在,皮耶黎城有长者之子宝经,与五百长者子,持七宝丐往一佛所。 此外,古代建筑中,如金状,石塔之顶上,有雕刻精细如散状之盖,亦称宝盖,又称华盖。 菩萨本行经卷中,菩耀经卷五,参阅,盖,5910,P6759。 宝质,418,514,南朝僧。 又座宝质,宝质,宝质。 室称宝宝公,智公和尚。 金城,陕西南镇,或江苏巨戎,人。 苏姓朱。 年少出家。 师士道龄四僧,修席产业。 刘宋太史年间,四百六十六,四百七十一,往来于都亦,居无定所,十或赋施,其言每四称计,四明岁真就问福祸 其五帝以其祸众,投之于予 然日日见施游行于市里,若往狱中检世,却见施游在狱中 帝文之,乃迎入华陵园供养,尽其出入 而诗部位所居,仍常有仿龙光,继兵,新皇,静明等诸寺 至两五帝建国,使解其境 诗美与帝常谈,所言皆经论意 诗于天间十三年十二月世纪,诗寿九十六 赤藏中山独龙父,于目测立开善寺 诗号广迹大师 后代序友追赠,如妙觉大师,道灵真觉菩萨,道灵真觉大师,慈应慧感大师,普济圣师菩萨,一记真密禅师等号 诗常为学者数文字诗训三十卷,十四科诵十四首,十二十诵十二首,大臣赞十首等 佛祖历代通载称其旨与宗门明和 梁高僧传卷十,佛祖统计卷三十六,卷三十七,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宝华山至卷七至公法师穆至名,神僧传卷四,P6759 宝状,宝状,宜又称法状 集庄严佛菩萨之旗智,常以珠宝言世 据大日经书卷五载,状上至如一珠,故称宝状 官无量寿经,大一二,三四三上,于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状,一一宝状如百千万亿须弥山,状上宝漫如夜魔天宫,附有五百亿为妙宝珠以为应世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五,诸经要及卷四,二思音乐之天神 据弥勒上身经载,都律天宫有五大神,第一大神名为宝状,能自其身与七宝,散于宫墙内,一一宝珠化成乐器,选处于虚空,不古而自明 官无量寿经,三乃至宝状如来 批六千七百五十九 宝状如来,宝状,泛名Ratna,Ketu,因一洛达党祭度 又称宝状佛,宝心佛 位于密教胎藏界曼陀罗中台八叶愿东方之佛 此尊主菩提心之德,以宝状表发菩提心之意,其以一切志愿为状其,于菩提树下降伏魔众,顾得宝状之名 此尊秘号福寿金刚,福聚金刚,三昧夜行为光艳,种子为,哎 其形象为深沉浅黄色,这赤色袈裟,偏袒右肩,左手向内,直持袈裟之二角置于胸前,右手驱臂,稍束而向外开,复稍仰掌垂止,坐于苑印,结家夫坐于宝莲花上 又有位宝状如来与金刚界东方阿如来,阿弥陀金之西方宝相佛,称赞净土佛设寿金之西方大宝状如来同尊 何不经光明金卷一寿亮品,大日金卷一具原品,大日金书卷四,卷十六,卷十七,卷二十,批六千七百六十 宝庆寺,位于陕西西安福贤宁县 寺中有宝塔一座,塔中藏有唐朝之浮雕石像三十四尊 其石像荣和我国与印度最精湛之杰像技法,堪称为我国佛像雕刻之代表作 其佛像有两种,一为刻于长约一一二公分,宽约六十四公分,后约二十五公分之时才上之三尊像,另一为一面观音之单独像,刻于长,后于上纪之时才同,而宽约三十公分之时才上 其中,观音造像线条之流利,更为我国佛像雕刻登峰造极之作 此等佛像乃唐午后于长安三年,七百零三,为装饰光宅寺内之七宝花台所用者细游 华益金森德感与石贤高颜贵,王璇,维军,姚元之,肖元瑞等发愿扫 P6760 保罗经,凡三卷 全称大保广伯楼格善著秘密陀罗尼经 他代不公义 收于大阵藏第九册 内容赞叹楼格之功德,继分序,根本陀罗尼,成就随心陀罗尼法,护魔等九品 以本经修唐供养,灭罪等秘法,称为保罗格经法 意义有广大保罗格善著秘密陀罗尼经三卷,唐代菩提流至义,穆离曼陀罗咒经二卷 两代,义者义民,两种 P6760 保罗格经法,为以释迦如来为本尊,为灭罪及为令王者的解脱而修之法 又作大保罗格法,保罗格法,即以菩提流至所义之广大保罗格善著秘密陀罗尼经,不空所义大保广伯罗格善著秘密陀罗尼经即义者不祥之木离曼陀罗咒经等之说为基本之修法 修此法时,于道场会至保罗格曼陀罗,在曼陀罗前设大坛,亦设护摩坛,并送广大善著秘密陀罗格陀罗尼 图像超卷三,P6761 保罗官,又作总想,总想官 为官无量寿经所说十六官法中之地六 即官想众宝国土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楼阁中有无量诛天作天祭乐,又有乐器玄处虚空,如天宝状,不古而自明 P6761 保窃印陀罗尼,全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设立保窃印陀罗尼 即机具一切如来全身设立功德之陀罗尼,凡似时具,出自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设立保窃印陀罗尼经 书写,诵读此陀罗尼,或那入塔中礼拜之,能消灭罪障,免于三徒之苦,寿命长远,的无量功德 又为那藏此神咒所造之方形塔,称宝窃印塔,于四角克佛像或种子 五代十国之五月望前红替一经中所说,驻八万四千小宝塔,那此神咒,班师四方,为驻明之势力 一切如来正法秘密窃印新陀罗尼经,P6761 保窃印塔,安置保窃印陀罗尼之塔 一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设立保窃印陀罗尼经所说,一切如来全身设立积聚之七宝塔中,藏有保窃印陀罗尼密印 据大神燕威德,故若有人造像立塔,供奉保窃印陀罗尼,即成七宝所成之塔,以及奉藏三世如来之全身设立 古来造立此塔之风甚甚,如五代十国之五月望前红替以铜造立八万四千座宝窃印塔,为是所知 塔可有土、石、木、金、银、铜、铅等造立,而以铜造、石造者居多 一经说,塔之上下阶级,漏盘、散盖、灵夺、铃堂西为七宝,又说塔四角处有如来行香,故作阿等四佛像,或刻其种子 建塔时以方形时居于下层,上至基坛、基础、塔身、立、香轮等,越向上越狭窄,顶端成尖状立形、立之形式最具特征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批六千七百六十一 宝莲寺四,位于香港大禹山坪 周围有凤凰、弥勒、莲花、木鱼、狮子头等山 素有,香港第一禅林,之称 清末宣统年间,一千九百零九、一千九百一十一 大月,顿修二禅师自江苏金山来此开山 民国十三年,一千九百二十四,金山将天四季修和尚至此,受请担任住持,命四名为宝莲寺,一年兴建大殿 十九年,法可和尚继任住持,大事扩建,先后完成的藏殿、祖堂、五官堂、班若禅堂、韬光疗养院等 五十三年又扩建大雄宝殿,至五十八年落成,气势豪迈,殿内供奉金山大佛三尊,两旁供奉十八罗汉,本四岁成东南亚著名佛寺之一 批六千七百六十二 保贤,四百零一,四百七十七,刘宋比丘尼 陈骏,河南,人,俗姓陈 十六岁丧母,三年扶桑终极布什米谷,锦乙格,玉等野书果妇,亦不着私伯,布坐床席 至十九岁出家,驻于建安寺,操行精纯,伯通禅,绿珠学 文帝,孝武帝,明帝等皆礼遇有佳 太史元年,四百六十五,赤任普贤四主,赤年赴赤任都已森正 在任期间,刑事清简,安众会下,事宜敬重 申明元年入计,事寿七十七 比丘尼船卷二宝贤尼船,批六千七百六十二 宝坛,一千一百二十九,一千一百九十七,宋代灵纪宗森 又称少坛 嘉定府,四川,龙游人,俗姓许 号少云 是称菊州老人 为大会宗稿之法寺,驻于庆园府,浙江,藏西山延寿禅愿 诗将过去七佛制大会宗稿等禅宗诸祖之传记编辑而成 大光明藏一书,樊三卷 大光明藏序,批六千七百六十二 宝树,一位珍宝所成之树林,指极乐净土之草木 无量寿经卷下,大一二,二七三下,四方自然风起 普吹宝树,出五阴生,与无量妙华 法华经寿量品,无量寿经卷上,二节波树,泛高帕,略称节树,之一称 节波树生于帝世天之喜灵源中,能应时而出衣上,事物等一切所需之物,故有宝树之称 此外,于密教金刚戒法中,以宝树为十七杂公养之一 莲华不兴仪轨,大一八,三零八上,杰萨朵三昧,应做事思维,如是杰树等,能与种种一,延伸之巨者,笔皆为公养,而做事业故,我今当奉献 六波罗蜜金卷三,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金卷四,参阅,结波树,两千八百一十五,批六千七百六十二 宝树关,又做树关 未官无量寿经所说十六关中之第四 极观想极乐净土有七种形树,一一树皆高八千尤荀,珠树巨族七宝花叶,一一花叶皆显一宝之色 又一一树上有七种网,而一一网间有五百亿庙花宫殿,犹如梵王宫 批六千七百六十三 宝鸡三昧,入此三昧者,于无量佛吐明了彻见诸佛著于此三昧说法,犹如摩尼宝珠之能映现一切珍宝,故称宝鸡三昧 入法界体性经,大一二,二三四中,譬如大摩尼宝,善摩引以,安置尽处,随笔地方,出诸珍宝,不可穷尽 如是,闻书施力 我住此三昧,关于东方,见无量阿森指世界,现在诸佛如来阿罗赫三秒三佛陀,如是南西北方四围上下,如是十方无量阿森指世界,我皆现见,是诸如来住此三昧,为众说法 宝鸡三昧文书师利菩萨问法身经,批六千七百六十三 宝鸡四,位于江西夷黄县北支曹山,旧明眉山,亦称和玉山,册 唐代甘宝,八百九十四,八百九十七,年间,曹山本纪禅师所创 本名和玉冠,别名重寿院 至宋代,乃赤宝鸡四之鹅 本纪之法四会狭义注于本寺 大明一统治卷五十四,大清一统治卷二四六,批六千七百六十三 宝鸡佛,此佛以无漏圣道之法宝鸡及庄严,成就佛道,故称宝鸡佛 大制度论卷九,大二五,一二四中,以无漏根力绝道等法宝鸡固,名为宝鸡,中略,应当出生十亿多诸宝物身,或的身,或天语种种宝鸡固,名为宝鸡,批六千七百六十三 宝鸡长者子,据维摩洁所说经佛国品载,皮耶利成有益长者,长者之子名为宝鸡,曾与五百位长者之子皆持七宝盖献供佛陀,佛以神力和诸宝盖为一盖,令须弥山,铁围山,河川,星辰,天宫,龙宫,及十方诸佛说法等, 西皆现于宝盖中 其后,宝鸡已既赞佛,又请问修菩萨净土之行法,佛即为宝鸡说法,为若菩萨欲的净土,当尽其心,随其心尽则佛土尽 P六千七百六十三 宝鸡部,大臣经五大部之第二 细集大宝基经四十九会一二零卷,及其别出一亿大方广三界经以下三十三部四十九卷,合计八十二部一六九卷 此乃唐代之开源是教路卷十一所定,与安吉州司西法宝资福禅四大藏经目录卷上,杭州路于杭县白云中南山大浦宁四大藏经目录卷一等所列相同,而与高丽大藏目录卷上,致元法宝刊痛总录卷一,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卷一等所列有益 幼大正新修大藏经则广收宝基经之异议及相关经典,即成六十四部三零二卷 西藏义大藏经中义立宝基部,编入相当于汉义大宝基经之大宝基法门十万品 此外,明朝之月藏之经则废宝基部而归于方等部之中 P6763 宝基经,请参阅大宝基经 宝福辟之佛,泛名Ratna, Namai 英译罗达纳,宝,米 印度齐纳教现在下节第二十亿之阿罗汉,明米,或为此尊之由来 位于密教胎藏界限图曼陀罗是家院外列佛南方第三位 密号圆祭金刚,伦宝圆满之意 四元爵之一 其形象未深沉白黄色,陷如来形,袈裟通衣,右掌外仰,锤指当胸,左手指袈裟二脚,仰至于旗下,坐于赤莲花上 P6764 宝基经,1899,1940,浙江上渔人,俗姓王 早年因读高森传而有出臣之志,大学毕业后,即出家受巨族解 其后清静地贤法师,学天台教官 民国十六年,1927,创办红法月刊 经常往返户、航、港、澳等地,讲经演教 民国二十九年,世纪于上海玉佛寺,世寿四十一 这有大臣其信论讲义,修习旨观作禅法要讲述,普门品于讲,佛仪教经讲义等 P6764 保罗,即罗贝 法句之一,乃如来说法应生之标志 为尊重法罗,故称保罗 千守经,大二零,一一以上,若未照乎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于保罗手,不空所经卷十八世间成就品载,众生闻罗生,灭众罪,或往生西方极乐国 一字佛顶轮王经卷四,释迦文尼佛修行仪轨,参阅,法罗,三千四百二十八,P6764 宝藏,为助藏珍宝之苦藏 有二欲,义比喻能嫉妒众生苦恶之妙法 称法 无量身,大一二,二六九下,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教化安利无数众生 法华经性解评,文书施立宪宝藏经,二比喻本来之自性,义极性 景德传灯陆卷二十八,大五一,四四零下,辱自家宝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P6764 宝藏天,又称宝藏天语 主福德之神顾辈是同吉祥天,辩才天等 泛民因一座扎罗驱,然非一字,宝藏,知泛语,系由宝藏天女陀罗尼法所称宝藏天王达罗驱而来 扎罗驱范语,被祥,而与Pirocae,救助者,知义,又为恶魔之名 据宝藏天女陀罗尼法载,此天具有大威德,神力无比,能于世间行书 盛世,如回天洞的,青山富海,兵戈胜负致义而成,财博金宝鸡如山月,能满西求官位,祭义,防贼,致病等诛愿 其形象为天女行,身长二尺五寸,头戴花冠,身着紫袍,配金带,这乌靴,右手持莲花,左手持如意宝珠,端正光明 P6764 宝藏如来,又称宝藏佛 宝海泛至之子,出家臣道后,号宝藏如来 阿弥陀佛过去世为无正念王时,即依此佛发心臣道 增益阿含经卷四十三玛写天子品,悲华经卷八,P6765 宝藏神,泛名詹尔佛阿,为私无尽财宝之大叶叉王 据宝藏神大名曼拿罗仪轨经卷上载,世尊于过去节修菩萨行时,曾就至以并比丘,该比丘即为说宝藏神曼拿罗秘密三昧仪轨 有观持经之功德,同经云,若诵此经,无财者能得财,无吉祥者能得吉祥,一切所欲之世皆的成就 又若见若闻之,则所有过去多节多生于吃所作,一切重罪皆惜消除 宝藏神之形象为深沉清云色,以各种宝物言试,右手作诗愿状,掌中有眼摩乐果,左手持银满之宝囊,于狮子作上结佳夫作 P6765 宝藏论,一拳一卷 后秦森照,374,414,转 收于大正藏第45册 内容产说法性真如肢体用等,分位广照空有品,离为体净品,本纪须选品等三品 论中所说常为唐墨洞山梁架,云门闻眼之语录及宋代言寿之宗敬录等所引用,足正其寿禅家之以众 然词论云亦于森照传之宝论中诸论,且未注录于刘宋录成,法论目录,初三藏记及卷十二所收,梁高森传卷六森照传,随书及唐书之经及智等 又本书行文语照论及森照所传诸经论序之语据颇不相似,反多禅家用语,故仪系唐代禅家委托之作 诵史卷二零五,卷二零八一文字,通史略卷十九,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东玉传登目录卷下,汉卫两进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九章森照传略,汤永童,照论研究,种本善龙,宝藏论思想史的意义,莲田茂雄,二西藏英明著作 甲操结达玛人青者 为解释英明学著作,定量论,及,正理理理论,之著述 P6765 宝琼,504,584,南北朝梁戴森 又称宝琼 东关,山东以水,人,俗姓徐 后避难居于毗林区阿,江苏丹阳 少年出家,诗世沙门法通,被视为盗戚 于十五岁,丙寿光宅四法云之城石宗义,其后转往南见仙师处,经言毗潭之学 仙师见其司祭大位积赏,乃主门徒传写 于寿巨族界之年级能复述奖经者之所言,今五年的任法主之职,与先师洪化于杭州,恒州等地,曾蒙良武帝照入寿光殿论坛 其后,请辞归乡,在建安寺讲说,白龙曾领其讲习,有识之事,经意于此,称师为白琼 以简子周洪正之请而再度入京,讲说成时论等,其间亦颇多灵异 即臣武帝,文帝之事,师被举为经义大森震,大力改革就必,令森尼自行减肃 诗之名声遂传于四方,海东诸国一浅使求诗之图像,以致遥境 诗于陈代志得二年入祭,诗寿八十一,藏于中山之南 诗善于讲说,如讲成时论九十一遍,涅槃经三十遍,大品班若经五遍,著作一凡,如成时玄意二十卷 诚实文书十六卷,涅槃书十七卷,大品书十三卷,大臣义十卷,法华,维摩等之文书各若干卷 旭高僧传卷七,六学僧传卷二十二,佛祖历代通载卷十,批六千七百六十五 宝镜,为至宝之明镜,乃镜之美称 于密教中常作为供养物或庄严道场之用 陀罗尼集经卷三所列二十一种公物中,第十八物集为宝镜 冠顶十一用宝镜,略出经卷四,大一八,二五二上,四副执净令其官罩,为说诸法信乡,说此计言,一切诸法信,够尽不可得,非时亦非虚,皆从因缘线 大日经卷二,大日经书卷八,卷九,参阅,静,六千七百一十,批六千七百六十六 宝镜三妹歌,全一卷 右座洞山梁架禅师宝镜三妹,宝镜三妹 唐代曹洞宗祖洞山梁架,八百零七,八百六十九,转 收于大镇藏第四十七册,云州洞山雾本禅师宇录,与大镇藏第四十八册,仁天眼目卷三 本篇系永续曹洞正篇回护之旋指 然篇正回护之说时渊源于石头西迁所转之参同气 其后,石头传药山,药山传云岩,云岩传洞山,至洞山史及五位说之大臣 故本歌与参同气同位曹洞宗之宗典而备受重视 全篇由四言九十四句,三七六字所组成 其著解书有 一,宝镜三妹悬翼一卷,附录于重边曹洞五位显爵卷下 宋代云外云秀,一千两百四十二,一千三百二十四,者 云秀将宝镜三妹歌响与注释,以阐明其原意 二,宝镜三妹本意一卷,清代行策者 以宝镜三妹,偏正回护,三叠分挂,五变成位,二欲显法,六谣设意等六种图说 皆是众离六谣,偏正回护之经意,又详解五位说,并驳绝犯,永绝之见解 三,宝镜三妹原宗便谬说一卷,清代云从静那者 静那论述宝镜三妹本意,并论即 一,立说云言之众离六谣,偏正回护,二,以洞山梁架之正偏位根本而见五位功勋 三,以曹山本纪之功勋位根本,而立五位君臣 四,以时双之正偏功勋君臣之志为根本而立五位王子等 以彰显宝镜三妹歌之原旨,而辩驳绝犯,大会等人之说 上纪三书皆收于万续藏第一依一册 其他上有日森纸月会应所传之宝镜三妹不能语,面山瑞芳之宝镜三妹吹唱等 P6766 宝镜四,位于韩国庆上北道迎日郡松罗免 相传创建于新罗圣德王,702-736在位,时代,由我国洛阳白马寺日照大师主其是 据传东汉明帝时,曾派遣史杰西行求法,是御家业摩藤与主法兰携带经典集八面镜,十二面镜东来 后十二面镜埋于白马寺法堂之下,而八面镜则由日照携至新罗 因曾有预言为,若沿半岛之东海岸密深池埋境,并于该处见寺,其地能成为佛法新龙之中心,日照寻得百尺深池,即埋境于地下并见寺,因而取名宝镜四 又据文献记载八面镜现金埋在该四季光殿之下 P6766 宝爵祖祖心禅师语录,拳一卷 右座黄龙会堂心和尚语录,黄龙眼主语录,会堂和尚语录 宋代会堂祖心,一千零二十五,一千一百,转,紫河路,仲介重编 神宗元风元年,一千零七十八,堪行 收于万绪藏第一二零册黄龙四家路卷二 本书系记录上唐语,是中垂问代达,是中举谷,寄送等 P6767 宝爵祖祖,位于台湾台中市 民国十六年,一千九百一十七,由福建蒲县后果四方藏梁达和尚所创建 寺内安置有二次大战后日人在台移鼓一万四千巨 五十二年,新建高达八十八尺之弥勒大佛像一座,并创办 新决生,杂志及国际佛教文化出版社,此外又开办定期之奖金法会等活动,为台湾中部知名察 P6767 宝爵禅师语录,全译卷 全称三圣开山会日第二世宝爵禅师语录 右座东山战照禅师语录 日本灵纪宗森东山战照,一千两百三十一,一千两百九十一,转 收于大镇藏第八十册 吉路战照于三圣四之静山法语,上唐语,小餐,祭宋,祭文,字赞等 P6767 宝蛮玉精,泛名Rethnon LVADNA,亦为以宝装式之辟语 亦有提作Rethon VADnon L,Rethon VADnativa等数种写本 此经未辟语,泛名Rethon VADNA,文学之一,细叙述佛弟子因前身之善业,于来生的相应正果之因缘 于数种泛文元典中,Rethon VADnon L收录十二元,即 一,与堕子南陀剑佛园,泛Kawgai Afriatsong VADNA 二,法护王请佛喜玉元,泛SMT VADNA 三,女人已经轮值佛园,泛Kakir VADNA 四,恶见不施水堕恶鬼元,泛Pretik VADNA 五,采华供养佛的身天缘,泛Lapupi VADNA 六,佛说皆囊法天子寿三规一或免恶道经,泛Skari VADNA 七,有大威德元,泛Fapumathcom R VADNA 八,问答元,泛PRNatar VADNA 九,白镜比丘尼伊利申生元,泛Ago VADNA 十,保守比丘元,泛Hira Yabwai VADVA 十一,物守比丘元,泛Hastog VADNA 十二,五百商客入海采宝元,泛Srithav HVADNA 另一范本Rethon VADNATEDFA则收录二十三元 本经由泛文记组成,细尊者幽婆多,泛Yupagapta 为令阿玉王修善业以的利益与功德而说种种记 内容多取财自传几百元经及杂宝藏经,广为宏传大臣以 故全篇以宣大臣佛教为前提特别强调恭敬三宝 劝修时波罗蜜,以的功德、庆福,乃至往生佛国土 关于本经成立之年代,有诸一说 由其想方面而言,为相当进步之大臣思想,有语言、文体等方面而言 与富兰娜文学十分类似 故荷兰学者史贝尔·Spyre·Jacob Samuel,1854-1913,推访本经约成于西元四百年至一千年间 奥地利学者温特尔尼兹·Winternitz·Morais,1863-1937,与日本学者高宽我等 则认为本经成立于西约六世纪以后。 1954年,高宽我合并Retom VADNOM L与Retom VADNATED FALUE RETNOM LVADNA,出版较定本。 J. J. Spire Avedna Ataka M Winternetska Schechter Indische Literaturata,印度教研究三二,高宽我,P6768。 玄一翁,与,夺一婆,同位名府十王中出江王之部署。 据净土建文集载,人死后二七日,第二个七日,时,至名府出江王厅,即有夺一婆上前将死者所者之一包走,交与玄一翁挂于一领树,一所挂树之之高下,而叛其罪业之轻重。 德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卷2,P6768。 玄空寺,北魏石剑。 位于山西魂园县南横山下之祠摇霞。 四在峭壁禅岩间,依山面牙,玄空驾屋,下城常住,上建阁楼,重置树层,处立云记,行人仰望如空中楼阁,为建筑上知其构。 山西通志,P6769。 玄香,右座挂香。 极玄挂于森房一余以除臭气之香囊。 四分绿卷五十二,大二二,九五八中,朱比丘换屋内臭。 佛言,应洒扫,若固臭,以香泥泥,若腹臭,应污四角玄香。 此为一时之权宜,并非必依之法。 宋代禅僧多用香囊,当时有诗,去日正以工业职,归来魂魏时春愁,禅人上有香囊愧,道是由怀探复修,最初玄香乃出于佛制,细为僧众驱除室内臭气之用,后因民间广为流行,或细于相间,或抱于怀中,遂见流于装饰之举。 雍周辅至卷六,批六千七百六十九。 玄迹,及预言。 特指佛预言未来之事。 右座称迹,未来迹。 如杂阿含经卷二十三,阿玉王经卷一等纪佛陀入灭后百年阿玉王出世之事,大臣入伦家经卷六, 入伦家经卷十纪龙树等出世之事,摩赫摩耶经卷夏纪阿玉王, 施罗南陀比丘,青莲花眼比丘,宝天比丘及马明,龙树二大事等之出世, 又有佛陀入灭后至一千五百年间大事之记载, 佛陵涅盘迹法驻经济佛陀入灭后千年间世, 大放等大集经卷五十五纪佛陀入灭后二千五百年间大事。 此等虽均采预言之形式技术, 然其中多有余事件发生后所记录者, 故为经典史及印度教团史上珍贵之资料。 大法古经卷夏,大皮婆沙论卷一二六, 大臣法愿一灵章卷二本,P6769。 玄角座,为密教降服鬼神之法。 即以左右二手即坐拳,按左右二腿上, 又即以上唇涅下唇,怒目而逝, 世卫阿扎婆居降服大魔鬼神印。 阿扎薄巨元帅修行以鬼卷夏,P6769。 玄谷,又坐玄。 打击乐器之一, 即玄离地面而敲击之谷。 于佛教行池中, 以知修日享观,即观日之江眉, 壮如玄谷。 观无量寿经, 大一二,三四一下, 一切众生, 自非生芒, 有目之徒, 皆见日眉。 当起想念, 正坐西向, 帝观于日欲眉之处。 令心兼著, 专想不移, 见日欲眉, 壮如玄谷。 即见日矣, 闭目开幕, 皆令明了, 是未日享。 赤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 类具名物考卷三一七, 禅灵象器兼北器门, 批六千七百七十。 玄谈, 玄, 先知义。 又坐玄谈, 玄谈。 指讲经论者与讲说经论文句之前, 先述题号, 传者及全书大义等。 如普宁之起信论悬谈, 成观之华言经书超悬谈及为其例。 略语, 玄意, 玄论, 开题, 等词同意。 于兰盆书记卷下, 批六千七百七十。 玄框, 为佛道之幽远难行, 非具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之气魄, 则难以成就。 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大九, 三五下, 云何能得无上菩提。 佛道玄框, 经无量节, 勤苦畸行, 聚修诸度, 然后乃成。 批六千七百七十。 玄境, 玄挂于佛堂之境。 右座挂境, 弹境。 明境表示清境法身, 相当于五智中之大圆境智, 故佛经中多界以显示佛德之圆满。 可作为供养物, 亦作严是道场之用。 若将境玄挂于祈祷坛上或室内, 则可用来驱避邪魅。 陀罗尼吉经卷三, 卷十二, 批六千七百七十。 颤主, 静称杭州天竺灵山四僧尊士。 诗注持灵山四十, 常见经光明颤堂, 修经光明颤, 转经光明三昧一等, 有关颤仪之著作甚多, 故事称百本颤主, 天竺颤主, 慈云颤主。 批六千七百七十。 颤法, 指依诸经之说而颤悔罪过之一则, 又作颤仪。 依准此类仪则而修之, 之为修颤。 盖颤悔原是将自己生活上所犯之过失, 于仪特定日在僧团众僧前告白, 表颤悔之一。 后见包含人类精神整体之六根颤悔, 语身、口、 一知三叶颤悔类。 颤法之类别, 据道宣之四分律结魔书卷一, 有智教颤与化教颤二种。 智教颤又分为重法颤, 对手颤,心念颤等三种。 令聚至之魔喝止观卷二上, 金光明恩聚卷三叉, 忏悔分为是忏与理忏两种, 又作法忏悔, 取相忏悔, 无身忏悔等三种, 称为三种忏法, 前者属于是忏, 后者属于理忏。 此外, 于佛前举行忏悔仪式前, 需先行理赞, 称为理忏仪, 忏悔后再行阿愿回向, 称为忏悔仪, 至此即完成忏悔仪式。 我国佛教中之忏法, 起源于静代, 建成于南北朝。 自南朝良代以来, 采用大臣经典中忏悔与理赞内容而成之忏法, 以种种形式流行, 从而产生许多理赞文及忏悔文。 据广宏明集卷二十八回最篇之记载, 既有梁简文帝之涅槃颤起, 六根颤文, 毁高漫文, 沈曰之颤毁文, 梁武帝之慈悲道场颤, 俗称梁皇宝颤, 金刚班若颤文, 磨喝班若颤文, 陈江总文之群臣请成武帝颤文, 陈宣帝之圣天王般颤文, 陈文帝之妙法莲华经颤文, 金光明颤文, 大通方广颤文, 虚空藏菩萨颤文, 方等陀罗尼斋颤文, 药师斋颤文, 沙罗斋颤文, 无碍舍生会颤文等。 诸颤法所依据之经典, 有涅槃经,班若经,法华经, 金光明经等之不同, 所供奉之本尊义随之而已。 其后附有根据圆诀经, 药师经,地藏经等而修之颤仪, 又有咒树色彩浓厚之水颤法, 及与新秀有关之赤圣光法。 此外, 杂有道教思想之战查颤法, 塔颤法等一件新神, 随, 唐之间, 佛教宗派见起, 各派依所宗经典传成种种忏悔行法, 如天台宗大师致以传华三昧颤仪, 请观世音颤法, 金光明颤法, 方等颤法, 方等三昧行法, 三阶教有信行传七阶佛明, 净土宗有善导传净土法式赞, 法道传五会念佛略法式一赞, 华言宗有宗密传圆绝经道场修正仪, 异行传华言颤法, 密宗有不公义佛说十五佛明理颤文。 此外, 之旋超路宗密之缘绝经道场修正仪, 数座慈悲水颤法, 至今由流行, 至深更集成, 集诸经理颤仪, 为各种颤法仪则最早之综合堪本。 宋代未颤法之全圣时代, 当时天台巨匠四名之礼, 慈云尊氏, 东湖至盘等, 皆继承至乙之仪法, 认为理颤乃修习止观之重要行法, 故专物颤仪。 其中, 知理常修法华颤法, 光明颤法, 弥陀颤法, 请观音颤法, 大悲颤法等数十遍不等, 这有金光明最盛颤仪, 大悲颤仪, 修颤要止, 尊氏又真词云颤主, 转有金光明颤法不助仪, 至盘转水路道场仪轨, 盛行于事。 又圆照转有蓝盆献供仪, 亦为颤法之一。 经代之王子承惠及净土因缘, 编程理念弥陀道场颤法, 略称弥陀颤法, 重刊于元代至顺三年, 一千三百三十二, 岁广行于事。 明太祖旅建法会于南京蒋山, 超度元代末年死于战乱之亡灵。 其后颤法广为流行, 举行颤法仪式遂成为僧侣重要行事之一。 至明代末年, 云期诸宏广作颤法, 重订水路道场仪轨, 修订于佳吉要诗时弹仪, 并转诗时不住, 即近代流行之, 水路、语、宴口。 影响所及, 又有许多颤法出现, 如寿登转准提三昧行法, 药师三昧行法, 秩序传战查善恶业报经行法, 赞礼的藏菩萨颤怨仪, 急的藏颤法, 禅修传一能言究竟是颤, 略称能言颤法, 如新传的玉龙华修正仪, 略称龙华颤仪。 至清代, 下道人编辑准提焚修夕的忏悔玄文, 略称准提颤法, 又有传者不祥之消灾言受药师颤法, 慈悲的藏菩萨颤法, 及济森传设立颤法, 弘赞编辑供诸天科仪, 见机所及录之金刚经科仪宝卷, 至正及录之水颤法随文录, 西宗及柱之水颤法科著等。 静氏通行之颤法有梁黄宝颤, 水颤,大碑颤, 药师颤, 净土颤, 地藏颤等。 自略数之, 一,梁黄宝颤, 后世于灭罪, 消灾, 嫉妒亡灵时, 常言僧前修辞颤, 为我国流传最久之颤法。 二,水颤, 又称慈悲三昧水颤, 唐代物达国师之旋以三昧水洗窗而灼除垒世渊液, 为此颤法之典故。 之旋依宗密所转原诀经道场修正仪, 即成慈悲水颤法, 令众生依此颤法至成颤罪, 以消适速是渊液。 三, 大碑颤, 又称千手千眼大碑心咒行法, 系根据大碑咒而作之颤法, 为现经一般流行最广之颤法。 四, 药师颤, 又称药师三昧行法, 为根据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而作之颤法, 凡消灾严寿之法是, 多礼拜此颤。 五, 净土颤, 又称往生净土颤愿以, 系采用大无量寿经及称赞净土经等诸大臣经典而立之颤法, 此颤法随净土信仰之流行而广行于民间。 六, 的藏颤, 又称自卑的藏颤法, 为教晚出之颤法, 凡报亲恩或其父母名福之法是, 多礼拜此颤。 此外, 另有金刚颤, 八十八佛红宝颤, 千佛红明宝颤等, 亦为一般形之颤法。 在日本, 古时所行之颤法称为悔过, 有药师悔过, 吉祥悔过, 阿弥陀佛等种。 平安朝后, 圣行法华颤法, 阿弥陀颤法, 佛明颤法, 舍利颤法等, 其中以法华颤法最为普遍。 试试通鉴卷五, 佛祖同济卷八, 卷十, 卷二十五, 佛祖历代通载二十七, 旭高森传卷十一, 卷十七, 红赞华传卷三, 卷六, 卷七, 试试基古略卷二, 金月, 忏悔, 六千七百七十二, 批六千七百七十。 忏悔, 为悔谢罪过以请求谅解, 忏悔于, KAMA, 忏磨, 之略义, 乃, 忍, 之义, 即请求他人忍罪, 悔, 未追悔, 悔过之义, 即追悔过去之义, 而于, 于佛, 菩萨, 之掌, 大念前, 老白道歉, 其达灭罪之目的。 据意境所义根本说一切有不疲 其耐耶卷十五之注味, 颤与悔具有不同之意义, 颤, 是请求原谅, 轻微, 悔, 是犯语帕迪, Protidana, 阿迪拉迪提舍那, 之意, 即自身罪状, 说罪, 之意, 严重。 此外意有意说, 然盖以意境之说未正确。 原始佛教教团中, 当比丘犯罪时, 世尊未令其行忏悔或悔过, 定其每半月行不萨, 并定下安居之最终日未自自日。 赴次, 戒律条文中一举有波一提, 忏悔罪, 提舍尼, 悔过罪, 由此可见忏悔在佛教教团中之重要性。 一四分律结魔书卷四忏六句法篇载, 忏悔虚具足五元, 即, 一, 引寝十方之佛菩萨, 二, 诵经咒, 三, 自白罪名, 四, 立誓, 五, 明正教理。 另句原诀经略书超卷十二载, 小臣之忏悔虚具五法, 一, 偏袒右肩, 便于直视作物之意。 二, 右膝着地, 显愤免恳切之意。 三, 合掌, 表辰心,